我叫鱼乐 一个普通穿越众 我唯一的爱好只有找死 但总是与愿违 被野猪撞 喝毒酒 又或者找Boss单条 但野猪挂 敌人贵 自己还被妹子睡 在故事开始 我鱼乐是一名优秀的程序员 为了尽早升职加薪 领取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而拼命努力 在连续加班 久久八十一小时后 终于因体力透支而倒下 最后还回光坊照爬了起来 大吼道 连续加班的记录 我鱼乐终于破了 还有谁 下一秒彻底狗蛋 然后全剧中 呸 刚开始怎么可能全剧中 没错 鱼乐又活了 穿越到了这个叫 陈飞的猎户身上 父亲俩在山中打猎 被猛兽袭击而死 陈飞也悲痛欲绝 便一同跟着他老父亲一起走了 这开局 不就是开局祭天 法力无边吗 妥妥的主角母版了 想到之前存的老婆本了 史上最悲催的是 人死了 钱还没花 算了 能够再活一次的机会 可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好好思考接下来该怎么活吧 鱼乐拍拍脸 振奋精神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脑里突然想起一个机械声 丁 咸鱼升天系统已激活 鱼乐先是大惊 接着便是大喜 我去 我这是主角设定吗 重生 穿越 系统 制霸天下 然后后宫家里七八万 穿越之后必定自带系统 网络小说成不起我 说罢便张开双手大喊 来吧不要问我愿意 就在这时 系统拒绝了他的情绪 原因居然是因为宿主过于奋斗 不符合咸鱼条件 什么996007是浮报 这特么是现实报吧 然后系统提示道 请宿主先过完咸鱼的一生 证明自己的咸鱼力 下辈子将开启无敌外挂 什么叫咸鱼的一生 咸鱼力又是什么鬼东西 下一世才开启要闹哪样啊 你这系统有什么用 垃圾垃圾垃圾 鱼乐连连吐槽 话音刚落 一道雷电法王杨勇信的大招 直接将娱乐轰的差点直接无敌 系统提示 禁止向系统输出脏话 娱乐无奈说道 下辈子的我又不是我 那我这不是相当于辛苦 一辈子给别人做嫁衣吗 系统回答 本系统寄宿于你灵魂深处 可保你神魂清明 不会有胎中之谜 即便轮回转生也不会失去记忆 甚至有人想要令你魂飞魄散 本系统还会自动寄起万丈金光 为你保魂杀敌 娱乐暗自盘算了下 要活到下一世也起码还要四五十年啊 这也太难熬了 他来想快速过完一生的办法只有 娱乐马上问道 系统我主动断起 算咸鱼一生吗 我感觉已经咸鱼到懒得呼吸了 可是当场被驳回 咸鱼是不会主动断起的 人类趋利避害是本能 如果主动行为导致死亡算为归宜 而且不能做出一些其他的的大事 因为咸鱼不会去干大事 那我不主动搞蛋 但我可以让死亡来找我呀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娱乐问道 那我真实身份到底是娱乐还是陈飞 身份以肉身为主 宿主的身份是陈飞 果然系统再强大也毫无心智 咸鱼是陈飞的事情 关我娱乐什么事情啊 好 为了早日进入下一世 从今开始 我的目标就是 高效且符合规定的借助外力 争取早日狗蛋 我叫娱乐 我穿越了 获得无敌系统 但万万没想到 系统居然要下辈子才能开启 还需要我先咸鱼的过完一生 并且不能自我了断 于是我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 高效且符合规定的借助外力 争取早日狗蛋 画面一转 娱乐想了一晚上 且毫无头绪 肚子倒是饿得叫了起来 正考虑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醍醐灌顶 我是什么人 只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步的城里人 猛兽横行的深山老林 别说我满脑子想狗蛋 就是想活 难道就能活得下去 心动不如行动 立马冲了出去 冲进了深山老林 三五天后 望着一墙的腊肉 娱乐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原计划是在碰到野猪时 让野猪直接保送自己去下意识 野猪确实按计划朝娱乐出来 但就在快要撞到的一瞬间 娱乐发现身体不受控制 身为陈飞猎户的本能 徒手抓起野猪牙 直接一个过肩摔 将那头野猪重重地摔在地上 轰的一声 野猪狗蛋 我滴乖乖 这陈飞身份的条件反射 看着眼前的野猪 娱乐倍感苦涩 心里吐槽道 陈飞为何是如此厉害的猎狐 还偏偏让我继承了你的知识 深山老林计划也因此当场GG 娱乐崩溃的大喊 天上掉下块石头砸死我的了 娱乐这嘴就像开了光一样 一道陨石轰的一声 砸到我房顶上来 呆若木鸡地看着小木屋 我去 真有石头砸下来 不对 那你应该砸我呀 砸我房子干什么 娱乐连忙骂骂咧地跑回房子 想看看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发现屋内已经一片狼藉 赶紧艰难地搬开掉下来的木板 真的是倒霉啊 以后住哪呀 但下一刻 娱乐直接傻眼 天上掉下来的居然是个美女 于是娱乐慢慢向她靠近 抬头看了看被她砸出来的大洞 再看了看边上掉落的长剑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人士 仔细打量了一番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于是轻轻地趴在右边胸口 别问我为什么是右边 哎 连心跳都没了 估计是没得活了 可怜的小姑娘 年纪轻轻旧 就在这时 女修是直接坐了起来 直接吓得娱乐脸色发青 差点直接无敌了 炸 炸师猛然反应过来 尖叫着连连后撤 一脸惊吓得连忙解释 姑娘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确认下 你是不是死了 不 是确认下 你是不是还活着 只见那姑娘一脸无辜地说道 疼 那你 我心想这姑娘不是被打赏了 这和小说描述的不一样啊 随后因为屋子被砸 只能带到树林里疗伤 回头一看 姑姑姑姑娘 你你你这是做做做什么 只见妹子露出后背 让娱乐帮忙上药 这一幕看得她鼻血直流 差点又直接无敌了 一脸呆滞地问道 你你你确定 赵雪莉一脸随意地答道 修真人事不拘小节 娱乐当即傻也 这哪是不拘小节啊 你这是豪放啊 但看到对方身上的伤 不禁敢看到 敌人下手真的很 随着药物的渗透 伤口瞬间愈合完 这药效 简直就是仙丹啊 也顺便开口问道 姑娘你这伤害是 只见赵雪莉披上衣服 这些说来话长 我叫娱乐 我穿越了 获得无敌系统 系统居然要下辈子 才能开启 还需要我先咸鱼地过完一生 就在刚刚 一道火球砸了下来 居然砸到了屋子 没砸中我 进屋才发现 原来天上掉下来一个灵妹妹 经过一番努力 给她上药了 问到她为什么受伤时 妹子慢慢讲述了她的来历 此女正是问贱门长老赵雪莉 就在半天前 赵雪莉打听到魔道迷魂宗 得到祸神珠 此乃上古大能留下的法宝 被魔道人士得到 天下将会大乱 就在一帮人开心大喊 恭喜圣女 喝起圣女时 突然一阵狂风大躲 一股强大的灵力袭来 圣女看这情形 就知道是有人要来抢东西 一转眼祸神珠 已经在赵雪莉手上 眨眼间就消失的无影于宗 圣女大喊 给我追 结果就是赵雪莉被打到娱乐家 赵雪莉说道 壮士放心 等回了宗门 一定会把钱给你补上的 娱乐想道 一人对一宗 真是个铁憨憨 难道不是应该先召集人手吗 这样能活着都是个奇迹 于是继续问道 姑娘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祸神珠被夺 魔门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我得赶紧回宗门 赵雪莉刚说完 脸色一变 捂住嘴巴 一口老血喷出 娱乐看他这样子 估计自己一个凡人都能将他做掉 更别提魔宗追杀了 这时只见赵雪莉提出 想要娱乐护送他回剑门 而且事后必有重心 但看到娱乐一脸呆滞 想想也是 娱乐一个凡人 估计还没走多远 就得狗带了 但娱乐却认真了 还问句离问剑宗大概有多远 赵雪莉答道 至少也要半个多月才能到 娱乐一合计 按赵雪莉说的 魔门追杀 情况恶劣 大概率路上得要九死一生 还特意询问系统这样是否违规 系统居然都认可了 还说 助人为乐时出现突发事故 而狗带不算违规 就在娱乐暗自窃喜时 赵雪莉也觉得让娱乐 一个凡人护送确实为难 不答应也不会勉强娱乐的 娱乐一听 那不行啊 赶紧应当 不唐突 我答应了 赵雪莉听到也是愣在了原地 只见娱乐继续说道 赵姑娘未苍生 直身犯险 我娱乐虽然只是凡人 但也必定和你共抗魔教妖人 赵雪莉注视着娱乐 修为到了她这个境界 直觉已经极为敏锐 虽然不能看穿人心 但也隐约有所感 她能感觉出娱乐是在撒谎 但同时她也发现娱乐并无加害理 是真情实感想要护送她回宗门 但又见娱乐说道 何况这不是还有重谢吗 我相信自己负大命大 一定能拿到那份重谢 赵雪莉也觉得眼下回宗门最要紧 赵景答应了下来说道 魔教妖人不知什么时候便会追上来 我们还是尽快动身吧 出发前娱乐还在陈飞处起目前发誓 一定要尽快董蛋 让陈飞的身体安息 身上深山老龄计划GG 这路上遇到几个魔教杀手 死的还不是洒洒水吗 于是赶紧招呼赵雪莉出发 镜头一转 魔教这边 因为赵雪莉毁坏了魔宗五十年大纪 圣女暴怒 并且找来高手赵全衣 让她追杀赵雪莉 并且带回霍神猪 还将魔宗秘宝隐身衣给了赵全衣 还说只要杀了赵雪莉 这件宝物就归她所有 下集预告 杀手来袭 我预判了你预判我的预判 我叫余乐 我穿越了 获得无敌系统 但要下辈子才能开启 所以我唯一的目标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找死 赵雪莉本来想让余乐护送她回宗门 想到路途凶险 还是算了 但余乐听到路上九死一声 这不是郑重下怀吗 于是简单收拾了下 赶紧拉着赵雪莉上路 当天夜里 两人准备在林中休息一夜 再继续出发 余乐睡得正香 忽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朝余乐胸口摸去 似乎要对她行不轨之事 余乐骤然惊醒 模糊地看着眼前的赵雪 惊得鼻血直接喷涌而出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剧情发展的是否太快了点 读者还都在看着呢 和谐社会 必须和谐 谁知赵雪莉越来越近 直接趴在余乐耳边轻轻地说 来了 啥 这是要开始了 余乐一脸恍惚 但赵雪莉紧接着轻声说道 迷魂宗的人追来了 这话直接把余乐高兴的原地做了起来 这么快就要狗带了吗 赶紧询问道 在哪 真的吗 人多吗 赵雪莉赶忙让她小声点 说道 那人非常小心 你看周边是不是有一层淡红的雾气 那是迷魂宗的法术 赴巫山 会勾起人的七情六欲 余乐还想 难怪刚刚全是满脑子一护士 宝剑士呢 余乐尴尬地说道 就说嘛 我好歹阅历丰富 差点就迷失自我了 但没想到赵雪莉直接说道 富巫山只对女子有效 哈 余乐当场射死 就在余乐尴尬之时 赵雪莉直接倒在地上 之前就伤未遇再加上富巫山 更是雪上加霜 余乐赶忙将她扶起 询问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办 赵雪莉呼呼喘着粗气 表示有两种办法 其一呢 是她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但底牌杀伐太重 使用后敌人必死无疑 但余乐也会直接跟着狗带 听到这里 余乐心里瞬间充满了希望 祈祷赵雪莉赶快使用这招 可下一句话直接让余乐破防 相信壮士也不会同意 我也不会让恩人无辜受死 余乐内心此时极度崩溃 爷啊 我同意啊 其二就是由余乐找出敌人的方位 然后她来拔剑干掉敌人 因为伤势过重 赵雪莉神识也大不如前 所以只能让从小在林间长大的余乐来寻找敌人 然后由她蓄力击杀 赵雪莉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这很难 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求生之路 余乐瞬间又又又充满了希望 这不是机会来了吗 只要随便射出一箭 趁雪而入直接将她等待 这计划完美无缺 观众们下一部漫画见了 全剧中 但余乐的愿望能实现吗 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叫余乐 职业穿越者 目标 争取早日狗袋 就在刚刚 赵雪莉因为中了魔宗的傅屋山 差点让余乐流血狗袋 而且这次的敌人不一般 魔宗杀手身穿避神衣 不仅能避开神石 还能屏蔽五感 就算上手摸 也摸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 他只需要等待赵雪莉 扶屋山入脑 就可以直接上去干掉赵雪莉 杀手躲在灌木丛中 看着余乐在那东张西望 自信地想到 区区一个凡人 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难道靠空气变化 我早就将气流隔空 从南面灌入 你以为我在南面 其实我在北面 但万万没想到 这是一只穿云剑 只剑向他袭来 虽然被杀手一掌打乱 但杀手也直接暴露在了余乐面前 两人都是震惊万分 余乐内心顿时一万匹 羊驼奔腾而过 原本余乐感觉到南面有能 就想着往北面随便射一剑 然后去剪剑的时候 直接让敌人 直接把自己搗带了 可万万没想到 如此周密的计划 这人为什么要躲在那里 就在余乐万分沮丧 以为赵雪莉 能一剑结果的敌人的时候 才发现 那杀手直接在他面前刷的一声 好了 说好的一剑秒杀呢 这让余乐不敬又惊又喜 赶忙回头看去 只见赵雪莉一脸呆质地站在那里 于是问道 为什么没有出手 这时赵雪莉也是尴尬的无地自容 只能牵强地解释说 因为内伤未遇 想等发现敌人在拔剑 但没想到余乐能这么快找到 还突然抓起余乐的手 百般承诺 再来一次 这次我一定抓住机会干掉他 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的原则 余乐缓缓抬起弓箭 瞄准刚开始的位置 可万万没想到 两个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 杀手直接从空中飞过 再次落在原来的位置 两人同时想着 这次绝对射不中 但随着当的一声 直直地击中了杀手的脑袋 紧接着又蹭的一声 杀手再一次消失在森林中 余乐再一次回过头 看向赵雪莉 两人四目相对 那个 你又没来得及 赵雪莉已经尴尬得无地自容 只能说道 太快了 我我 还没说完就神色一点 大喝道 见来 一把大宝剑顺势出现 口中吐了口献血 重重咳了声 说道 我准备好了 这次绝对不会再失误了 只要他出现 就是他丧命之时 余乐剑词也一脸无语地说 那个 你还好吧 但此时余乐内心却在祈祷 大老 给点力 点个赞关注下 杀手在暗处看到这情形 已经知道赵雪莉要笑快要发作了 只要最后一次 就能直接带走两人 这时的余乐和杀手 一个在想射哪里 一个在想躲哪里 但万万没想到两人的想法再次神通 无论哪里都不安全 必须得要也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两人同时反应 有了 就是这 我叫余乐 一名普通的穿越者 唯一的爱好就是作死 这个杀手有多倒霉 无论躲在哪里都被余乐射中 但连续两次 赵雪莉都没反应过来 就在余乐打算射出第三剑的时候 他们想法再次同步 千万不要射中 同时想到了一个绝对不可能射中的地方 只见杀手凌空一跃 飞到空中 这时余乐的剑刚好同时指向空中 此时内支剑距离杀手不足两公分 杀手内心犹如千万匹羊驼奔腾而过 心里愤怒地想 这混蛋一定看得见我 还假装看不见 这完全是在戏耍我 卑鄙 无耻 不要脸啊 不仅仅是他 地上的余乐同样一脸猛逼 压的 有病早点去看了 为什么非要往我剑上撞 难道 他也有个需要找死的系统 所以才这样往剑上撞 还没等他们两反应 赵雪莉这边手持大绑剑 大喝道 受死吧 然后一记大招 发出阵阵咔咔声 然后轰的一声 天空绽放了无比绚丽的烟花 看得余乐呆愣在原地 紧接着边上扑通一声 那杀手落了下来 余乐见状赶紧走了上去 喊道 道兄 道兄 你还好吗 我有一时相问 你为什么老往我剑上撞 杀手听到这话 本还有一口气的 直接眼球泛白 双眼充满血丝 余乐继续补刀 你是不是故意找死的呢 这时杀手突然眼睛突起 眼角流下血泪 然后一口老血喷出 紧接着蹊跷流血口袋 这完全是杀人诛心啊 余乐在边上赶紧抓起杀手 不停地晃蹦 啊喂 大哥 你别死啊 我还想问你取找死的精啊 这时余乐才发现赵雪莉 已经把武器收起来 来到了边上 连忙关心道 赵姑娘你还好吧 只见赵雪莉呆动地回答 我没事 这次只是试探 估计接下来路上 会有更多高手埋伏我们了 余乐一听 瞬间又又又充满希望 很多高手埋伏 那狗袋不就真的是洒洒水了 但那些杀手怎么知道 我们走哪里呢 于是赶紧问道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走哪条路呢 只见赵雪莉答复说 他的伤势 如果不能半个月内 抵达建门 就必死无疑了 如果要及时赶回去 就必须经过三个地方 而且魔宗的人也都知道 所以完全绕不过去 然后紧接着说道 前路惊难 如果现在后悔离开 我也不会怪你的 余乐赶紧说 我既然答应要送你回去 那一定会陪你走到底的 实际上内心却在想 没有狗袋之前 打死也不会离开的呀 就在余乐愣神之际 赵雪莉双手直接抱住了余乐 然后将余乐用力一拉 好家伙 余乐差点没有直接被闷的狗袋 赶紧说道 赵姑娘 你这样不合适啊 只见赵雪莉说 赵乌山发作了 你能不能先离开一会 我驱除赵乌山不方便有人在场 画面一转 魔宗杀手赵全一的魂灯 直接熄灭了 此时魔宗圣女也察觉不对 看着地图上 标记出了几个地理 下集预告 新的杀手即将出现 且看余乐如何作死 我叫余乐 一名普通的穿越者 唯一的爱好就是作死 就在刚刚狗袋计划再次GG 还好赵雪莉说 后面路上还有更多高手出现 这可把余乐高兴坏了 很快他们二人就来到了第一处必经之地 靖安城 这一路上果然没有受到魔门的袭击 估计高手都已经在城内埋伏好了 余乐看着地图 有点好奇为什么回剑门一定要经过靖安城 赵雪莉解释道 剑门在西定国内 靖安城是西定国边境之城 要最快的回剑门 必须从靖安城进入西定国 余乐心里也一阵担忧 这都是剑门管辖范围了 魔宗还敢来吗 内心大喊 千万别不敢来啊 我狗袋计划全靠你们了 只听见赵雪莉解释道 魔门为达目的不择手 接下来埋伏估计会九死一生 余乐内心大喜 九死一生什么的最喜欢 魔宗的赶紧来啊 余乐的小生命对魔宗的大刀 真的是饥渴难耐了 到了晚上余乐感觉无比煎熬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 因为流血过多而狗袋 一切就是赵雪莉为了安全起见 两人还是决定住一个房间 还在房中洗澡 中间还只有一个半透明的屏风 就在余乐即将狗袋之时 赵雪莉察觉到有敌人来了 突然从屏风那头冲出 口中大喊道 魔宗的外缘来了 随即扯了把玉金裹在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余乐哪受得了 直接经得瘫软在地上 回味着刚才眼前的大好春光 接着一道道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赵雪莉灭门之仇不共戴天 今天要让你血债血潮 赵雪莉一听便知道来的是 五毒门残毒婆婆 灵神古万棋子 无相似二货和尚 邪影派孙狗蛋 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 赵雪莉大贺道 不要装神弄滚了 出来吧 娱乐还在想 二货和尚 还有孙狗蛋 这名字是认真的吗 窗外瞬间出现了四道身影 领头的残毒婆婆盯着他们 音声道 见仙子 时隔多年 你竟然还记得我们这群老废物的名字 真是倍感荣幸啊 说到这里 满眼阴狠的开头 当年我四派安分守己 却被你偷了满了 灭门之仇 我们也是牢牢记着了 呵呵 安分守己 不要让人发笑了 五毒门河里下毒 传播瘟疫 无相似暗害信徒 炼之邪物 灵神古生食婴还修炼 血影派以凡人未养引寿 你们四派上下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啊 赵雪莉手持长剑 大声呵斥道 娱乐见此 直接呆愣在原地 瘟疫 吃人 这时残毒婆婆大声喊道 凡人的命怎能和修士相提并论 今日不论你说什么 我四人都不会放过你呢 赵雪莉也不含糊 直接扯下玉京 说道 那还废话什么 来站吧 娱乐和赵雪莉刚到静安城 为了娱乐安全 赵雪莉强行只开了一间房 还在房中洗澡 就在这时 魔宗杀手已经追来 还与赵雪莉有着深仇大恨 娱乐直接忍不住 这么好的狗袋机会不能错过 直接举起椅子就要冲上去 而刚要起身 却被玉京盖住 她一把抓过 将赵雪莉抓住 赵姑娘 不要脱衣服会被封号的 而且你身上有伤 还是我来替你出站啊 他们这边说着 突然只听对面老太太冷笑一声 见仙子确定要和我四人打 这可是静安城内 若我五人开战 你说这城里该死多少人了 娱乐这时忍不住 直接说道 喂 没听到我说我替她出站吗 这时残毒婆婆才发现娱乐的存在 说道 这个凡人 你能付得住吗 赵雪莉没办法 只能问道 你们想怎么样 只见残毒婆婆说道 很简单 只要见仙子完成 我们四人准备的考验 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对你出手 见仙子考虑的怎么样啊 娱乐在边上想着 可这契约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 傻子才会上当 而傻白甜的赵雪莉竟然答应了 气得娱乐直吐血 赶紧敲咪咪的告诉赵雪莉 这几人没安好心 契约肯定有问题 其实赵雪莉心里也清楚 但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百姓和娱乐迎她而死 所以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一张契约便出现在赵雪莉面前 回过神的娱乐仔细打量着这张契约的内容 连忙叫住了准备签名的赵雪莉 因为这契约分明就是漏洞百出 考验内容和限制都没有 如果非要让赵雪莉做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那怎么办 随后娱乐掏出沙包大的拳头 一拳击碎了面前的契约 大喊这么大漏洞的契约 你们也好意思拿出来 乐哥内心想着 自己狗蛋没问题 可眼睁睁看着赵雪莉这傻憨憨上当 可做不到啊 看到这一幕的残毒婆婆她们很是气愤 正想要开骂的时候 却被娱乐先发制人 直接说道 你看 她们急眼了 肯定有鬼 残毒婆婆还想解释 赵雪莉此刻也意识到 魔宗完全没有任何性命 完全干得出来这种事情 说着 要么改 要么打 这让她们顿时就慌了 赶紧讨论起到底改不改契约 孙狗蛋还这干脆一起上去打一架 结果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她们也不想动手 也害怕会死在赵雪莉手上 最终她们决定按娱乐的条件肯契约 接着娱乐还要求补充三个条件 第一条 要在四人能力范围内 第二 考验不能实死无生 第三 通过考验的话 她们四人必须归以山林 娱乐心想 这样就可以帮赵雪莉 还能顺利的符合系统规定直接狗蛋 契约狗蛋计划完美啊 这几个条件不用多说 残毒婆婆她们都答应了 因为这次考验 她们认为赵雪莉根本通过不了 娱乐还要求必须加上她娱乐的名字 残毒婆婆见娱乐找死 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赶紧又重新写好了契约 空中浮现出契约 娱乐刚想去签字 赵雪莉却还想劝说娱乐 虽然娱乐嘴上说着 她们四人一伙都签了 我不签怎么能和你算一伙呢 但内心却在想 这种必死的考验 不签那不是对不起系统吗 于是赶紧咬破手指 在契约上写下娱乐两字 赵雪莉这时也被娱乐深深感动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 第一次有人愿意和她并肩作战 心里默默的发誓 就算拼死也要互助娱乐 下集预告 第一关 毒酒考验 这是一场生死考验 眼前有九杯美酒 其中六杯含有剧毒 娱乐要怎样才能精准挑中有毒的那杯呢 就在刚刚 娱乐和赵雪莉签完生死契约 娱乐直接原地热身 要魔教放马过来 残毒婆婆直接说道 要考验的是件仙子 和你凡人有什么关系吗 娱乐直接回对 契约都签字了 而且你们使诈 我帮赵姑娘分担下风险 你们是不是玩不起啊 此时魔教众人也是万般无奈 气得残毒婆婆大吼 小子 你既然这么急着找死 我们就成全你 四场考验分别是 第一场喝毒酒 第二场无子气 第三场辩论佛法 第四场与影兽谈谈心 残毒婆婆也不莫及 直接让娱乐开始选 娱乐正准备选时 赵雪莉又拦住 不让她冒险 娱乐内心无比难受 姑奶奶我好不容易争取狗带的机会 您别拦着呀 只见赵雪莉说道 娱乐只是凡人 分明就是在找死 娱乐一听 差点没下隔屁了 找死 差点给忘记了 要是最后被系统判定找死 那不是真的GG了 赶紧跑到边上偷偷询问系统 这样主动加入考验 如果死了算不算故意狗带 系统也及时给出回复 这是保护同伴的应用行为 也不会必死无疑 所以不算找死 听到这里娱乐就放心了 剩下就只要说服赵雪莉 对妹子只能来软的 于是故作深沉道 原来你也觉得我是个垃圾 这一路上我以为咱俩 早已是彼此信任的朋友 没想到终究是我一厢情愿 你还是看不起我 边上的魔宗杀手一看 这是要内讧了呀 赶紧拿起爆米花准备看戏 赵雪莉也被娱乐说得无地自容 刚想开口 只见娱乐画风一点 我不听我不听王八念经 这一波操作震惊的赵雪莉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边上的杀手也是差点被恶心的 连隔夜饭都给吐出来了 娱乐还想再说点什么 赵雪莉剑壮赶紧说道 只求你不要过来呀 你去吧你去吧 此刻娱乐异常兴奋 直接选择喝毒酒 立竿见语 凉得快 要不是不能故意找死 娱乐估计早就用上了 这边残毒婆婆挥手 变出三列 酒杯毒酒 说道 每列只有一杯没毒 每列选一杯喝下去 喝完三杯就算过关 娱乐心想 酒杯酒三次机会 每次都是三分之二狗带的机会 想不死都难啊 但马上想起之前的赵全衣 三件全中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闻妥起见先闻下 刚闻到第二杯 闻到一点腥味 然后全身发麻 直接翻了白眼 然后直接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这可把赵雪莉剔坏了 残毒婆婆表示 这只是最低级的毒药 此话郑重娱乐下怀 马上说到我没事 然后慢慢挣扎地爬了起来 随即伸手去拿第三杯 由于手还麻着 不小心弄洒了点在地上 我去 地板都被滴穿了 直接给娱乐惊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看了看第三杯 就决定是你了 各位读者 全剧中了 读人云感情深 一口呢 养鱼是不可能养鱼的 随即端起酒杯 一口喝个金光 我叫娱乐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 答应让我下辈子 直接无敌 于是我选择喝下了这杯 能把地板滴穿的毒酒 此时娱乐内心疯狂默念 狗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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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后娱乐直接纳闷 怎么还没狗带 婆婆无奈道 你居然看出了万木枯枝腐蚀之物 对人却不起作用 这是谁教你的 这是娱乐直接气得浑身发抖 教你的西瓜菠萝蜜 什么破毒药 根本不科学 仙侠世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见娱乐不说话 谭毒婆婆还以为娱乐怕连累师傅不敢说 娱乐还想解释一下 但只见谭毒婆婆让娱乐赶紧挑选第二杯酒 看着第二列的三杯酒 娱乐想着 既然表面像毒酒的未必是真毒 都是为了误导我 那么这次选最无害的那杯肯定是毒酒 但转头一想 同样的招数 他怎么会用两次 除非脑子进水了 所以应该选看起来最毒的 那就选黑色那杯 这时右手制止住左手 想到 万一他预判了我的预判呢 直接将毒下到最正常的那杯 但也不对啊 他肯定算到我会纠结这两杯 然后把毒下在另外一杯里 不过好烦呢 怎么想死都这么难 我受不了了 就在娱乐快要崩溃的时候 刚准备随便拿一杯 就在要拿起时 余光看到残毒婆婆突然皱眉 那你 他有反应 再拿起 故作要喝下去 没想到反应更大起来 实锤了黑色这杯必定没毒 剩下两杯 选啥都一样 幸好爷心思缜密 差点又错过了一杯毒酒 随即挑了一杯喝下去 可这时残毒婆婆开口道 没想到你毒术造诣如此之斗 这都能选中无毒的 看来你师父肯定也很厉害 听完娱乐气得浑身发抖 一旁叫雪莉看到她居然在流泪 原来娱乐因为残毒婆婆的话 直接陷入自闭 然后大吼道 没毒 那你刚刚皱眉头干嘛 你当你是国府演员呢 信不信老直举报你 说罢残毒婆婆也跟着喷了起来 还不是你在那默默唧唧 我早忍不了你了 要不是见仙子在 杀你多少次都不解恨了 赵雪莉恍然大悟 原来你毒术造诣这么高 难怪这局非要自己下场 娱乐内心快绷不住了 娱乐此时内心犹如十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但表面功夫还得做到位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会尽力的 心里想着 多想多错 多选多错 干脆不想了 看着眼前红黄绿 二话不说一口闷了 刚喝下感觉还有点甜 难道又选错了 就在娱乐至闭分离的时候 突然瞪大双眼 瞬间感觉气血上涌 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看得赵雪莉一脸着急 残毒婆婆兴奋大喊 这回你死定了 耶稣都保不住你 我说的全剧中 下集预告 娱乐都狗蛋了 下集预告啥 明天期待下哦 娱乐终于如愿以偿喝到毒酒 马上要狗蛋进入下意识 开启无敌的一生 但她真能如愿吗 赵雪莉急得大声质问残毒婆婆 你耍了什么花招 只见残毒婆婆开心的说道 虽然娱乐把前两列的毒酒都选出来了 但第三列全都是毒酒 哈哈哈哈 然后继续阴森的说 直接把第一列第一杯 第二列第三杯 第三列第二杯 三杯毒酒全喝了 才能以毒攻毒平安无事 这也是考验的唯一生路 然后紧接着还说娱乐活不过两个时辰 但娱乐这时候突然感觉全身精力充沛 甚至还想蹦个敌 赵雪莉听到蹦敌也是一脸买力 只听残毒婆婆一脸随意的说 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娱乐见此也放下一律 感叹终于可以顺利狗带了 残毒婆婆见娱乐快要狗带了还那么开心 也是一脸郁闷 但想到眼下赵雪莉还有三个考验 而且没人能帮她了 但只见娱乐突然说道 等一下 我还没死呢 怎么就轮到她了 然后直接喊道 我还有两个十全 考验自然还是我来 下面我选下棋 内心却在暗暗的想着 正好用剩下的考验 给这次契约狗带计划再上个保险 于是直接和万棋子开始了 无子棋对决 拿着棋子 娱乐已经感觉快要狗带了 心里那个失乐的 只见万棋子不慌不忙的下着棋 但娱乐的身体却越来越重 读者们赶紧点赞观众 马上全剧中了 见此万棋子轻烈的发出一声冷笑 娱乐老弟承让了 这局我赢了 但娱乐可是全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的棋王啊 只见抓起飞的 准备施展 会员霹雳两路三毒之术 但就在这时 手中棋子直接掉落 娱乐双手抱头 头痛得他冷汗直冒 吓得赵雪莉赶忙上前查看 这是毒性开始发作了呀 只见残毒婆婆说的 他身上的毒一直在发作 但现在头痛是因为这盘棋 赵雪莉还因为他们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但万棋子直接解释道 这棋是灵神谷的镇谷法宝 不知不觉要拧命无子棋 边上残毒婆婆听了 直接说道 每次听到这名字 我都尴尬得要命 二祸和尚负义表示赞毒 言归正传 这棋盘本来是用来修炼元神的 但像娱乐这样的凡人 使用这棋盘 会不断消耗脑力气血 即使没喝毒酒 最后也会爆肝而亡 赵雪莉一听那不行 赶紧要求换人 娱乐根本不在意 直接说道 就让我这个将死之人 发挥剩余的价值吧 心里还想 上辈子就是干狗带了 而且这个必须得再上个保险 毕竟上辈子已经是干地了 再干到狗带一次 这业务熟得很 娱乐总算要狗带了 马上就要全剧中了 这次娱乐在系统允许的情况下 喝下了毒酒 但为了加一层保险 娱乐和万妻子来了一场 不知不觉要拧命无子棋 凡人在这法宝的作用下 会快速消耗气血 暴肝而亡 但上辈子已经是干地的娱乐总会怂呢 直接爆发出了惊人多斗志 干就干 谁怕谁啊 画面一转 此时娱乐凭借着干地惊人的意志强撑着 而对面的万妻子也已经快被炸干 娱乐心想凭他上辈子干地的意志 现在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只能大口大口的喘不出气 谭独婆婆还在边上嘲讽娱乐 估计撑不了多久了 赵雪莉一脸担忧 想让娱乐赶紧停下来 但娱乐是什么人 那可是干地转世 结果又下了15分钟 万妻子感觉已经完全撑不住 心里吐槽着 我尼玛 这真的是个烦人吗 此时娱乐已经贪软在地 但手上还颤抖着举起黑 哆哆嗦嗦地说道 要让你见识下打工人 钢铁般的意志 然而此时万妻子已经完全无力支撑 双眼泛白 充满血丝 然后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 认 输 然后直接倒了下去 这时的娱乐支撑着站了起来 嘴里默念 打工人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说完一口老血喷出 急得赵雪莉赶紧上前辅助 大声关心道 娱乐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然后 全剧中 不 这怎么可能全剧中呢 此时残毒婆婆在边上已经直接愣愣地说道 怎么会这样 毒酒的毒 竟然解了 赵雪莉听到这里 心里那个是高兴的 但娱乐 差点直接原地崩溃 残毒婆婆一脸气愤地说道 你这个小嘎嘎 竟然早就看穿老婆子的手段了 把我们耍得团团转 还将计就计把毒解了 气死我了 娱乐一脸猛低 感觉犹如万剑穿心一般 一直默念 毒解了 毒解了 边上万妻子看不懂了 询问残毒婆婆娱乐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原来残毒婆婆以为娱乐导致到奇数品是气血 所以故意选择了第三杯毒酒 烟火流星 娱乐与万妻子此时也一脸猛逼 残毒婆婆继续解释说 烟火流星是五毒门秘传之毒 中毒者全身潜能会不断被激发 精力会远胜以前百倍 直到精力强烈到身体无法承受 然后暴提狗带 娱乐正好利用了棋盘 抵消了烟火流星激发的精力 直到药力耗尽 毒就自动解了 连烟火流星的开创者 估计都想不到这种解毒办法 娱乐听到这里 心里疯狂普曹道 想的都是什么鬼话 TNB懂王都没你懂了 我叫娱乐 我是个普通的穿越者 刚刚我喝下去的毒药莫名其妙 因为无子气解药 最主要残毒婆婆还解释了一堆 真特么比懂王还懂了 就这时边上孙二旦说道 婆婆 你想多了吧 这么点时间 怎么可能想得出这种计划 肯定是巧合了 娱乐一听 没错呀 赶紧说道 对对对 还是有个民事里的嘛 结果边上残毒婆婆想到了签约时娱乐的表现 说道 那你怎么解释她签约后还笑得那么开心啊 还有她喝下烟火流星之后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还有她之前问我 是不是真的毒酒 我还觉得奇怪呢 现在想来 她是在嘲笑我无知啊 娱乐听到这里 直接郁闷的一口老血直接喷出 边上照雪里也被惊呆了 只见残毒婆婆继续说道 她对五毒门和灵神谷这么了解 而且姓于 莫非 只见残毒婆婆满脸惊讶地问道 谁啊 别给我乱加息好吗 此时照雪里听到残毒婆婆的话 一颗心完全被提了起来 怎么会是魔门老祖的儿子呢 娱乐这时直接被气得破口大骂 我警告你啊 不要乱脑补 别瞎加息好吗 你看照雪里眼神都变了呀 然后还激动地说道 我爹根本不是什么雨水环 也不是啥修士 他就是个普通猎虎啊 残毒婆婆直接兴奋了 那就对了 万魔祖师修道前就是猎虎 说不定后来就重操就业呢 而且刚好二十年前失踪 你也刚好差不多二十多 你就是万魔祖师 隐居后生下的儿子 娱乐此时差点没有被气得直接狗呆 连边上魔教杀手 都全都被惊得冷汗直冒 眼看照雪里越来越不对劲 娱乐赶忙解释道 我不是啊 我老爹前不久才被野兽咬死了 要是真的这么牛掰 怎么可能死得这么窝囊了 只见残毒婆婆一脸震惊地说道 这就对了 娱乐见残毒婆婆这样 已经快忍不住暴走了 直接大喊道 怎么又对了 你对对子啊 残毒婆婆继续解释说 二十年前 万魔祖师与霸天门门主 相约一战 相传万魔祖师落败 伤势极重 要么重伤不治身亡 要么沦为凡人 现在看来 应该是后者了 此时娱乐真的急了 赶紧回头让赵雪莉 千万别信残毒婆婆的话 结果一看 好家伙 赵雪莉居然直接准备拔刀了 娱乐赶忙说道 我没有任何修为啊 要是那什么雨水欢是我爹 为什么不叫我修炼 谁特么知道 残毒婆婆居然继续说道 万魔祖师的万魔爵 要年满三十才能修炼 那你 娱乐此时直接吓傻在原地 已经被这脑补之神 残毒婆婆给说的 差点以为穿越的原主 真的是万魔祖师的儿子了 不过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娱乐这才想起来 特么这身体的原主根本不信你呀 娱乐特么是穿越前的名字啊 这真的差点直接被忽悠瘸了 回过神来的娱乐直接愣了 看向一群满脸怀疑的人 气得大喊 搞毛啊 你们居然真的信这货的话呀 然而残毒婆婆 已经完全被自己说服了 直接大声呵斥道 你居然是万魔祖师之后 为什么还要帮赵雪莉呢 赵雪莉这是同样一脸紧张的问 是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 娱乐一脸生无可恋 这不仅是董王 而且还是个脑补之神啊 下集预告 娱乐将如何面对赵雪莉的质疑呢 我叫娱乐 刚刚碰到了一个脑补之神 居然将我一个穿越过来的穿越者 脑补成了二十年前 就已经失踪的万魔老祖之后 无论怎么反驳 最后愣是被脑补的合情合理 再反驳下去 指不定还被脑补出更离谱的身份 毒都解了 要是被赵雪莉批了倒还好 万一直接把我踢了 我去找哪代我狗带的人啊 而且现在还有两次考验 还有机会狗带 这魔二代身份只能先背着 于是娱乐直接说道 邪游新生 不管我学的什么 只要我一心向上 就是正道中人 考验还没结束 我们按契约继续吧 转身对着一脸警惕的赵雪莉说道 下一场考验也由我来吧 你可以相信我吧 此时赵雪莉被娱乐的话打动 觉得刚刚确实错怪了娱乐 边上的和尚此时也插了进来 说道 小友不愧是魔祖之后 胆时过人 气度不凡啊 娱乐见此心想 变法什么都不会 和影兽相处 估计也是被秒 干脆一起上 双重保险 不信还不能狗带 娱乐赶紧说道 你们一起上吧 只见和尚和孙二代两人 莫名其妙地嘀咕了起来 感觉娱乐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未曾想两声扑通 只见两人跪在娱乐脚边 抱着大腿口中大喊 少主少主 然后可怜巴巴地对着娱乐说道 万魔祖师曾经统领过他们宗门 而娱乐是万魔祖师之后 那就是他们的少主 这场景看得娱乐脸都轻了 好好的狗带句话又知这个吗 此时边上的残毒婆婆也气得大吼 你们两个叛徒真不要脸 但哪曾想直接抱着万旗子 哭喊道 你们怎么都不叫我们一起抱大腿 此时娱乐和赵雪莉满脸问好 这事要闹哪出啊 娱乐见词哪能愿意啊 赶紧阻止他们 孰归孰 讨厌还得继续 来 赶紧把法宝和影兽拿出来 这一幕直接把其余众人都看待了 突然 残毒婆婆又说了句 我懂了 那你 这种王又要开始脑补了 只见残毒婆婆继续说道 参加考验都是谎 要我们拿出法宝和影兽是想杀人夺宝 前往吉西之地闭关 我看是买古吉西之地 卑鄙 太卑鄙了 就在娱乐无语的快要崩溃之际 赵雪莉抽出常见大海 够了 这闹剧该结束了 既然你们认输 那按契约 前往吉西之地闭关十年吧 赵雪莉话音刚落 只见魔宗四人居然直接跑路了 娱乐无奈说道 折腾半天没啥好处 还落了个肾虚的下场 只见赵雪莉无奈的说道 不要低估残毒婆婆他们 也不要太高估我了 以我现在实力 根本不可能杀掉他们 娱乐此时才发现赵雪莉理解错了 但也不想解释了 说道 算了 睡觉去吧 但只见赵雪莉将手伸入衣服 这一幕直接让娱乐有点发怵 颤颤巍巍地说 黑灯瞎火 孤男寡女 赵姑娘女 听说你们只看不收藏 求你们了 点赞关注 不要白嫖啊 刚刚残毒婆婆脑补了无数结果 终于被娱乐吓得落跑了 娱乐想着啥好处没唠叨 就说要去睡觉了 然而赵雪莉把手伸进了衣服里 看得娱乐差点以为要超纲了 结果只见赵雪莉掏出一颗珠子 说魔宗之所以对他紧追不放 就是因为他夺了魔宗的霍神珠 霍神珠是魔宗在秘境里发现两件法宝之一 可以强化魔道攻法 更厉害的是可以迷惑人心 令持有者坠入魔道 如果留在魔宗 必定会出现一个西式大魔头 娱乐一脸好奇地盯着霍神珠问道 这么厉害 那另一个法宝呢 只见赵雪莉重新将霍神珠收了起来 说道 另外一件教室魂帆 当时太急了没来得及拿 之前感觉没必要告诉你 但现在情况变了 我把秘密都告诉你了 你能不能将你隐瞒地告诉我了 娱乐心想 这估计是要摸底了 如果不讲 估计就要把我踹了吧 实在不行就实话告诉他 说我身上有个系统 我是穿越者 帮他就是为了早日苟待 娱乐想了想 感觉还是不行 但看到赵雪莉那副认真的表情 只能向他保证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而且有危险也让我先上 确实隐瞒了一些 但对你绝对没有任何坏处 只是真的不方便说 赵雪莉看着娱乐如此 也只能暂时先放一放 毕竟谁都有难言之意 次日 娱乐和赵雪莉直接找了辆马车快速赶路 在车上娱乐还想着 残毒婆婆他们四个 亏我对他们抱有这么大的希望 不仅没有让他苟待成功 还害得自己被赵雪莉怀疑 然后转身就在马车上吐的那个叫酣畅淋漓 只见赵雪莉说道 再忍忍 这一段路都安全的 马上就到可以休息的客栈了 听到这话的娱乐心情更加难受 她现在根本不想安全 只想早点狗带早点无敌 没多久二人便来到了 扶来客栈 但情况有点不对劲 官道上唯一的客栈 平时很热闹 但现在却特别冷清 世出反常必有妖 赵雪莉见此 也猜到估计魔宗 已经在这里设下埋伏 但此时的娱乐感觉 比起魔宗 估计兔死可能来得更快的点了 就在这时 响起了一阵铃铛声 只见一个带着凶器的妹子 缓缓走了出来 顿时娱乐精神大震 紧接着还响起了许多脚步声 只见无数的魔宗弟子 纷纷冲了出来 娱乐见到这阵仗 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次狗带估计有戏了 此刻在人群中的妹子 表示没想到那四个老废物 这么不靠谱 竟然让你毫发无伤地来到这里 杀人吗 果然还是得靠自己 当赵雪莉看到来的人是她 却让赵雪莉感觉不可思议 难道她很厉害吗 还没等赵雪莉反应过来 这个带有凶器的妹子 直接让手下摆出了 事先准备好了 六欲锁魂大震 还表示要让赵雪莉 让你另丧此地 赵雪莉和娱乐 又将怎么面对魔宗圣女呢 这里给大家跪下了 求个点赞关注哦 下期见 刚下跑一群脑补地 结果又陷入了魔宗的包围 一名带着凶器的妹子 直接让手下摆下大震 紧接着树团 黑雾朝娱乐他们袭来 赵雪莉见状 直接抽出大宝剑大鹤岛 就凭这群小嘎嘎 小瞧谁呢 随后她正准备发起进攻 刷的一声 一道身影从她身边划过 原来是娱乐正一脸 兴奋地边跑边喊 让我来 让我来 命给你 只见此时带着凶器的妹子 一脸惊吓 没想到的是 这妹子居然没有修为 直接被娱乐撞飞了出去 扑通一声落在了远处 一旁的手下赶紧上前 紧张地说道 圣女 你怎么样了 可此时倒在地上的 圣女气得浑身发抖 说道 全部给我上 给我杀了那小子 然而娱乐却一脸猛逼地看见她 心想居然比我还垃圾 紧接着 一群黑衣人便猛地朝娱乐袭去 可下一秒 只见一道紫光袭来 随后又发出树道剑气 将杀手全部放倒 此时娱乐呆呆地站在那里 摆出一脸无语的表情 还表示道 赵姑娘说自己受了重伤 难道这就是重伤吗 给我一次狗袋的机会行步 解决掉一众小弟后 赵雪莉对着魔门圣女说道 你们魔宗最强的老宗主 都死在我的剑下 我很好奇 为什么会派你这个不经道法的来 魔宗少宗主呢 圣女艰难地说了句 少宗主会 会为我们 报仇的 随后说完便两眼一睁 倒地不起 然而娱乐很是好奇地 探着倒在地上的魔门圣女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容易狗袋 我就那么难呢 不然身后的赵雪莉 也跟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姑娘你怎么样了 原来赵雪莉刚刚拼尽 最后一次功力 这才侥幸突破他们的包围 现在的她已经力气全无 恐怕连娱乐都能将她干掉 可娱乐并不这么认为 她感觉赵雪莉一点都不侥幸 反而游刃有余 随后娱乐将赵雪莉扶了起来 说道这个女人看起来挺厉害的样子 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垃圾 听到这话 赵雪莉解释 水清妹是魔宗圣女 最厉害的是妖言惑重 打架 她不行 就在娱乐搀扶着赵雪莉回去休息的时候 一道身影从他们后面站了起来 然后一剑直直刺向他们 当赵雪莉反应过来 便一把将娱乐推开 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娱乐惊呆了 只见魔宗圣女一剑刺穿了赵雪莉腹 原来她早就知道拿不下赵雪莉 所以才诈败装死 就是为了给赵雪莉一剑 反应过来的赵雪莉小手一回 却被水清妹躲了过去 娱乐赶忙跑上前一把捂住伤口处 让她停止出血 但魔宗圣女转身就开始跑路 最后还不忘放下狠话 我和少宗主会在渡河口等你 一定要来哦 不然渡口的百姓只能拿来几时魂翻了 这里给大家跪下 求个点赞关注哦 魔宗圣女诈败装死 突然给了赵雪莉一剑 跑跑时还拿渡口百姓威胁赵雪莉去渡口找魔宗圣子 气得娱乐大喊 你们魔门是不是只会威胁人这一招了 画面一转 渡河口对岸 平静的岸边突然轰的一声 房顶跳出一个小黄毛 只见魔宗圣女与众多小垃圾 大声喊道 少主出关了 小黄毛从屋顶960度短体跳了下来 还摆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 结果魔宗圣女刚跟禀报说道 少宗主立个赵雪莉 话还未说完 只见小黄毛已经消失在原地 躲在人群中生怕被赵雪莉一剑给结果 赵雪莉来了 在哪呢 圣女赶紧说道 少主不用怕了 她已经被我中伤 恐怕连剑都拿不动了 小黄毛满脸尴尬地说 做得不错 然后转身暗暗地想到 为了炼化是魂帆用秘药强行进击道境 伤了根基 现在刚好可以杀了赵雪莉 夺回霍神珠 修复根基了 圣女见到这一幕感觉魔宗估计要玩犊子 原来修是实力划分为 天境 道境 灵境 法境 人境 五个境界 每个境界还划分了十重天 而赵雪莉就处于道境十重天 就在此时 魔宗弟子押送这一群渡口的凡人走了过来 小黄毛直接抽出魔宗上古法宝 是魂帆 双眼放红地看着眼前这群凡人 直接挥了挥手中的是魂帆 只见人群终生起一道道灵魂 朝着是魂帆飞去 原来是魂帆能通过吞噬凡人或者修饰灵魂 从而化为精纯的法力 小黄毛因为是魂帆功力大长 喃喃自语着 而赵雪莉快要突破天境 她的味道估计非常不错 然后邪笑道 真想马上就尝尝啊 画面来到弗莱客栈 余乐此时大惊失色 此时赵雪莉已经没了呼吸 赵雪莉死了 就不能护送她去剑门 自己就没理由去渡河口硬干磨蹤 那就不能狗蛋了 余乐内心疯狂大喊 就在余乐快要崩溃时 看这床上的赵雪莉 脑中冒出一种想法 都这样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哪把杀猪刀直接结果了 只要赵雪莉死得足够彻底 估计剑门都会全体追杀自己 轻则碎尸万断 众则神行俱灭 不过转念一想 这是什么鬼主义 要是这样干了 还不被各位读者大大给用唾沫淹死 不过现在想太多也没用 赵雪莉高空坠落 砸她的屋子她都没事 重伤都还能打爆魔宗埋伏 这生命力堪比小强还强 应该是没那么容易狗蛋吧 肯定能救回来的 这里给大家跪下 求个点赞关注哦 赵雪莉为救余乐 被魔宗圣女一箭刺穿 而且已经停止了呼吸 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救她呢 虞乐想到了前世的急救办法 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 于是直接上手 先来个心肺复苏试试看 只见虞乐双眼放光 嘴里默念 醒来醒来醒来 但他们是打装机吗 别说人已经断气了 就算活人估计都直接狗蛋了吧 没想到人没暗活 倒是给暗出来磕珠子 虞乐望着飞出来的珠子 想起了赵雪莉之前说的 这是魔宗之宝霍神珠 直接随手一扔 感觉还是救人要紧 就这时娱乐一乱 脑中又浮现了一个完美的狗蛋计划 转身看着那释放着诱人紫光的霍神珠 拿在手中想着 如果把霍神珠给拔了 魔宗肯定要来追杀 到时候什么圣子圣女姑都得来追杀自己啊 但突然想到自从穿越之后 硬气强的有点 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如果没有赵雪莉这个座定位 估计魔宗找都找不到自己啊 所以还是不能让赵雪莉就这样狗蛋了 那目前只能先用人工呼吸再试试 为什么中剑的不是我呢 娱乐崩溃的大哭 感觉这TMD也太不公平了吧 自己明明这么努力了 却还不能狗蛋 这时只听见边上传来 于 娱乐只见赵雪莉缓缓醒了过来 然而事实却是 在赵雪莉中剑之后 就想着 要突破魔宗封锁回到剑门基本不可能 但如果霍神珠落在魔宗手里 必将天下大乱 必须送回问剑门 让门内高手将其摧毁 而自己这种伤势 能安全送回去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兵分两路 由娱乐护送霍神珠抄小到回到问剑门 自己则去渡河口 自爆法器和元神 与魔宗同归于尽 但这个方法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娱乐是不是真的能值得自己信任 虽然之前确实被娱乐的话打动 但它确实隐瞒身份和意图 始终让人感到有些不安 所以赵雪莉决定 用假死试探娱乐的真心 就在娱乐刚准备用心肺复苏时 赵雪莉还以为娱乐是在找霍神珠 转眼发现原来是准备救自己 但因为那打装机式的心肺复苏 赵雪莉差点直接针的狗蛋 还好霍神珠转移了一下注意力 刚好准备测试下娱乐对霍神珠的态度 但哪想娱乐直接随手就丢掉了 这行为终于让赵雪莉相信了娱乐 而接下来关心的举动 加上人工呼吸的桥段 那你 这情形只有在师兄的那些珍藏书籍里见过呀 没想到居然还能让我现实里遇到 虽然娱乐的救人手法让赵雪莉感觉奇怪 但也清楚地感觉确实是真心想要救她的 可就在赵雪莉刚准备醒来的时候 会求大家点赞 她是问剑门史上最年轻的道镜长老 身上荣耀环绕 从小天赋异比 更是仰慕者无数 但师父说过男人只会影响她拔剑的速度 于是她便发誓终生不寻道理 要秉承着心中无男人 拔剑自然神的原则 休息见到 长大后更是坚守道心 除魔未到 为此甚至可以放弃一切 包括自己的生命 她就是问剑门长老赵雪莉 就在刚刚 赵雪莉假死试探于乐是否真心 发现于乐确实真心想着救她 对魔宗至宝或神猪都不屑一顾 可就在赵雪莉刚准备醒来的时候 于乐在边上大哭 让赵雪莉误以为于乐为了她 宁愿自己中剑 在联想起最初见到于乐 明知路途凶陷 却还毫不犹豫答应护送她回剑门 明明知道残毒婆婆考验九死一生 还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赵雪莉回想着 还有刚刚只有在师兄真体中 才会出现的剧情 脑不出娱乐肯定是喜欢上自己了 之前都毫无交集 难道这是画本里说的一见钟情吗 几天接触下来 也发现娱乐各方面条件 都十分符合做自己道理 冒死护送自己回宗门 用情这么深 可惜自己早已发誓终身不嫁 虽然只是凡人 但也是万魔祖师之子 一旦修炼肯定大有作为 真的是夫婿的上上之选啊 想到这里 赵雪莉还是觉得道心不能破 不然百年坚守回忆一旦 内心默念别爱我 没结果 但帅不过三秒 看到娱乐刚说了一句话 赵雪莉到心瞬间接近崩溃 双手插眼都难以掩饰激动的情绪 娱乐健壮 还以为赵雪莉心里在想着如何处住她 但是先看看赵雪莉怎么说 于是赶忙扶起赵雪莉 想着只有留下来才是最快狗袋的途径 但只见赵雪莉说道 被魔宗圣女刺伤后 法力所剩无几 想让她带着祸神猪从小路回剑门 自己则去拖住魔宗 娱乐听到赵雪莉这样说 刚输了一口气 原来只是要自己去渡河口 还以为要踹了我呢 但马上又反应过来了 那尼玛这样不是狗袋计划直接流场了 赵雪莉见到娱乐听自己要牺牲 就悲伤痛苦的表情 感觉内心最无可赦 只见娱乐立马说道 我不干 什么祸神猪我才不在乎 我一定要和你去 赵雪莉却不想愉悦白白送死 内心却心如刀脚 紧接着娱乐继续说道 我不管 你别想支开我 我们要在一起 死 也要在一起 赵雪莉到心此刻彻底破裂 连话剧的男主角都做不到这地步 于是赶忙先转一下话题 让娱乐给他倒杯水 转眼赵雪莉再次陷入脑补 满脑子都是 陪着你 一直陪着 只要让我陪着你 刚稳固的道心瞬间再次破防 这个本就是绝世好男人了 赵雪莉装死试探娱乐是否真心 娱乐一心只想狗袋 赵雪莉死了就没办法被追杀 然而娱乐的种种迷之操作下 赵雪莉恋爱脑发动 脑补了娱乐因为对她一见钟情 还觉得娱乐是绝世好男人 导致道心直接崩溃 然而娱乐在倒水的时候 想起刚刚的种种操作 感觉自己完全毫无理由硬是要去送 这种情况系统居然没有警告 赶忙呼出系统 询问非要跟着赵雪莉去送 算不算违规 系统直接提示分析中 但没想到 这鬼系统居然也是个恋爱脑 一通分析 可把娱乐给急坏了 让给出的答案居然是 娱乐有足够的理由去冒险 完全符合规定 这压得完全是个恋爱脑系统啊 回到房间 赵雪莉希望娱乐能认真考虑下 毕竟去了渡河口会狗带的 娱乐心想直接拿系统分析 结果不又过去再说吧 于是说道 你一个人去渡河口必死无疑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呢 赵雪莉疑惑的问道 你不顾自己小命 就为了替我博取那渺茫的生机 娱乐此时哪还想那么多 肯定要去啊 去了才有机会狗带嘛 但赵雪莉得到答复后 再次陷入脑补中 问道 绝不后悔 而娱乐也坚决的发誓绝不后悔 此时赵雪莉恋爱脑彻底爆发 哪还管得了祸神猪 还有道心 除魔味道 都去他压的吧 反正都要狗带了 就最后放肆一次 于是答应了娱乐说道 好 那就我们俩一起去博那一次生机 娱乐也开心的想着 真压得不容易啊 赵姑娘居然开窍了 真要感谢成全了 赵雪莉终于下定决心 过了誓言 但可惜没办法和娱乐长相厮守 所谓的生机也根本没希望 赵雪莉伤心的看着娱乐 觉得自己卧病在床 什么也干不了 但突然就好像夹在了几千步言情局 想到 既然要狗带了 现在还重伤卧床 那就只有 只见他突然对娱乐说道 我想起一首诗 你过来我念给你听 此时的娱乐还以为明天要去闯生死局 这是准备来守豪迈的事 鼓鼓一下士气 结果刚坐下 就听到赵雪莉念叨 君若杨禄沉 妾若着水泥 浮沉葛一世 会合合食血 此时娱乐已经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但赵雪莉继续念叨 清解云长入裸尾 含羞眼面把灯吹 金针挑破桃花蕊 不敢高声暗皱眉 娱乐此时察觉有点不对劲 吓得瑟瑟发抖 硬核道 挺有闻 闻才的 场面一度寂静 娱乐颤抖地问道 你到底是啥意思啊 只见赵雪莉刷的一声 抓起娱乐衣服 一个过肩摔 此时娱乐已然忘记反抗 只见赵雪莉羞涩地说道 娱乐 跟我动访 娱乐此时只能感叹 这种老套的电影桥段 居然在仙霞世界给碰到了 不过还真的很神奇啊 赵雪莉恋爱脑发作 前去渡河口九死一生 于是决定先和娱乐动访 第二天 娱乐背着赵雪莉来到渡河口 魔宗少主已在那等候多时 娱乐让赵雪莉先上去试探下 魔宗少主也看出赵雪莉脚不虚幅 嘲讽着说一根指头就能碾死她 而赵雪莉也不废话 直接祭出大宝剑 冲了上去 对着魔宗少主就是一顿砍 魔宗少主也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完全感觉不到赵雪莉像是受伤的样子 路道 水清妹 你尽敢骗我 然后抽出是魂帆 直接将水清妹灵魂抽出 好家伙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紧接着准备用是魂帆来对付赵雪 赵雪莉嘲讽的 之前魔宗宗主联合诸多长老为公 你都不敢上前 现在要来报仇了 然而魔宗少主哪有那心思 直接说道 报仇 呵呵呵 那个老东西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要不是你帮忙 我怎么可能吸收他的死分 功力大涨呢 紧接着一掌打出 直接将赵雪莉击飞了出去 于乐也急得在边上大吼 后悔让赵雪莉受伤去冒险 直接大吼道 霍神珠不在我们身上 你如果杀了我们 就永远拿不到珠子 时间回到前一天 于乐想的怎么才能自己苟待 让赵雪莉活下去 于是借着赵雪莉需要压制霍神珠 无法使用权力 想将霍神珠丢弃 但赵雪莉把霍神珠看得比自己命都重要 怕是不太愿意 但抱着事实的态度问了下 没想到赵雪莉居然真的同意了于乐的观点 画面一转 于乐赶忙跑去扶起赵雪莉 于乐埋怨道 一开始就说不要事了 害得自己伤得更重了吧 赵雪莉本以为自己丢了霍神珠后 回复一点法力或许能赢 但没想到反而导致伤势更重了 边上魔宗少主一脸不耐地说道 喂 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 什么把霍神珠扔了 扔哪里了 我去找啊 于乐直接说道 让我们俩离开 我就告诉你霍神珠藏哪里 听到这里 魔宗少主直接扑的一声 和身后的一群小喳喳笑了起来 轻烈地说道 这么简陋的手段 就想让我放人 你骗三四小孩呢 我对你们沿途路径一清二楚 害几个人不就找出来了 这种骗小孩的借口 你唬谁呢 然后自信满满地说 金安城到处都是我们的眼线 你要真把霍神珠送走了 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于乐于是开启了嘴炮大法 噼里啪啦一顿吹 最后还说 就算找到了 也被特殊装置锁起来了 没要是强行开启的话 霍神珠就会直接爆炸 魔宗少主问着 难道是密所宗的法宝开挂锁 强行打开毁灭万物 这话差点没让于乐无地自容 真的是巧妈妈给巧开门 巧到家了 瞎边的玩意 居然这个世界真有 紧接着搂着魔宗少主的肩膀 继续忽悠魔宗少主放了赵雪莉 最后无法 两人各退一步 签订契约 放赵雪莉走 于乐则留下带人去找货神珠 魔宗少主则想着只要拿到货神珠 那要杀赵雪莉还不是洒洒水 便答应了下来 两人也各怀鬼胎地签下了契约 于乐和魔宗少主两人各怀鬼胎 签下了契约 承诺只要送走赵雪莉 于乐就带着他们去找货神珠 然后对着赵雪莉说道 都搞定了 赵雪莉开心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 你没事就好 就在这时 于乐惊慌地大喊 飞 飞蝶 赵雪莉一脸疑惑地转头看去 只听见咔的一声 于乐一记手刀砍在赵雪莉脖子上 然后说道 原谅我 这是为你好 但赵雪莉一脸疑惑地活过头 问道 于乐 你干什么 只见于乐掏出一把粉末 就在赵雪莉疑惑之际 于乐吹了口气 原来这是刚刚找 魔宗少主拿的迷魂药 此时赵雪莉也明白了什么情况 一脸伤心地说 这和你之前 说的 故意 呀 话因为落变倒在了于乐怀中 于乐抱起赵雪莉 心想 只有这样就能让你安全离开 紧接着就将赵雪莉 放在一艘船上 心中想着一定要让他 活着回到问店里 只听见轰的一声 船直接飞了出去 可么这船速度也推快了吧 魔宗少宗主边上解释道 这船是修饰用的 可凡人的船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并且要于乐说出 或神猪下落 于乐望着赵雪莉离开的方向 说道 再等会再等会 魔宗少主说道 小子 不要得寸进食 赶紧说 于乐一脸无奈 只能双手合十 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骗了你 我压根不打算告诉你 或神猪在哪里 魔宗少主一听 脸上当场发青 怒吼道 你说什么 一个小小的凡人 竟然敢耍我 此时完美结局达成 送走赵雪莉 不让或神猪落入魔宗之手 挑衅手势 口中说道 你过来啊 此时魔宗圣主已经气得 恨不得将于乐 扒皮抽筋 凌迟车裂 大吼道 我要你生不如死 于乐一脸无奈 神磕磨必必 赶紧动手 早点狗带早点结局 只见魔宗少主拿出是魂翻大海 我要吃了你的三魂气魄 我要让你魂飞破散 不得轮回 于乐一听 双眼放光 终于要狗带了呀 但转眼一想 那你 魂飞破散 想到第一集的时候 系统说过 无数怨灵袭来 于乐被先飞出去 口中大喊 你TNB 会死 话音未落 于乐便两眼一番 然后怀中爆发出一道道金光 刷的一声向周边魔教众人袭去 魔宗少主望着金光 直接消散在空中 看着眼前这一幕 于乐直接心如死灰 这么完美的狗带计划 结果又支支了 下期预告 欢迎来到问剑门 他叫于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像狗带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 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光 就在刚刚于乐本来马上要狗带 开启龙傲天使的吓一声了 但万万没想到 魔宗少主居然要他魂飞魄散 结果在系统保魂杀敌的功能下 直接反杀 狗带计划又又又完美GG 自己也彻底陷入自闭 这是一旁响起赵雪莉的声音 猛然回头 居然是赵雪莉回来了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赵雪莉回道 我被一阵金光阵醒了 赶紧回来看一下 你怎么样了 魔宗的人呢 于乐叹了口气 魔宗全被金光碾成灰了 嘴里还碎碎念 垃圾魔宗 就这样还特么想一堵修仙剑 画面一转 于乐与赵雪莉回到了福莱客栈 原来之前将霍神珠丢到了床底下 因为赵雪莉伤势过重 于是于乐就先将霍神珠收了起来 但就在此时 赵雪莉中咳了一声 然后直接晕倒在地 于乐见此也大惊失色 一看只剩一口气 赶忙背上他跋山涉水 好不容易来到问剑门山脚下 但周围就一片荒山 哪来的问剑门啊 就在这时 赵雪莉指了指路边的石头 让于乐将它放下 只见赵雪莉跪在石头前 右手按住石头 将灵力输入石头内 石头发出一阵阵灵力波动 就在于乐感叹之际 问剑门凭空出现在山中 刚想感叹下宗门气势如虎 就看到空中飞来了三个人 只见三人迅速跑了过来 口中喊道 赵长老你终于回来了 然后二话不说就扶起赵雪莉 刷的一声飞走嘛 眼看人全部都飞走了 但没想到有个人又折了回来 口中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小兄弟 事情太多把你忘记了 感谢你送赵长老回来 于乐刚想询问对方身份 哪想对方腰间的石头发出 叮叮叮 然后传出了一堆的声音 好像都是照这个叫广长老帮忙的 只见广长老大吼了 不是说了我马上到吗 就在于乐一脸猛逼的时候 掌门传音要见于乐 于是带着他遇见飞行 来到这有点破旧的门口 还印着四个大字清心管欲 结果开门一看 还真他喵得清心管欲 于乐不禁怀疑你确定 这是掌门住处 而不是某个昏君的皇宫 看着这普世无华的大殿 广长老着实有点尴尬 还有特喵的边上这些侍女 都是什么情况 终于见到了宗主张军海 见到掌门后 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 这猥琐老头看着就不像好人了 随后把自己一路上精力告知 同时将霍神珠也一并交给了掌门 掌门因为于乐送回霍神珠 说可以尽量满足于乐的要求 于乐陷入沉思 广长老来的路上去处理的事情 一个弟子在执行任务时 被妖魔重伤直接GG 于乐想起那画面 直接说道 我想加入问剑门 心里暗暗窃喜 问剑门弟子死亡率超高 既然如此加入剑门 就可早日超生 直接激活系统 称霸天下 不管掌门如何贩卖焦虑 于乐依然不为所动 口中还说道 除魔味道危险重重 我有这觉悟 掌门只好让弟子带他去入门试试 广长老则好奇到 为何掌门如此抗拒他加入 掌门也很无奈 因为霍神珠一般人都顶不住诱惑 包括广长老看一眼 就露迷 但于乐却待在身上 根本不为所动 凡人的身体 天静的道心 加入宗门不知是福还是火 而且能达到天静道心的修士 从古至今只有四位 分别是五百年前的剑门 两千年前的太上道人 六千年前的无剑道人 最后就是剑门开山主师 东游子 他叫于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像狗袋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 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不得已想要加入 死亡率最高的问剑门 但考核的人不允许临时插板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紧接着听说 是掌门安排的双标嘴脸 立刻显现 掌门说的那没事 请进 于乐刚进入 不得不感叹 人真多呀 这是一个长老上台 宣布开始进行最后一道考验 登剑峰 这玩意在现代妥妥的世界奇迹啊 紧接着那名长老宣布规则 一个时辰内静和往上走 许前八十名者入门 途中不允许打斗 于乐一看 心想就这 于乐想到这具身体可是猎户出身 背着赵雪莉跑了一路都不觉得累 这爬一个小时山路简直就是 简单妈妈给简单开门 简单到家了 随着长老宣布考核开始 于乐踏上了登剑峰 但下一刻彻底尿了 直接受不了了 怎么爬个山压力都那么大 看着前面一脸轻松的众人 不禁怀疑他们上辈子是生产队的驴吗 但不管怎么说 必须得冲到前八十 此时几个长老正在观察考生情况 剑峰前两百阶主要是考验体力 后面两百阶之后开始考验到新 正说着 第一个到达两百阶的人出现了 左宇涵 西定国王私生女 不出意外 第一是他没跑了 另一位长老不认同 觉得内门长大的方清书 是个各方面都很优秀 这次考核必拔头筹 紧接着下一秒 左宇涵看着台阶 踏上第二百零一碟 直接陷入幻境 幻境中左宇涵成为了西定国国王 原来他的心魔就是想要救出他的母亲 幻境中他母亲已经被他救出 而现实中 左宇涵已经完全陷入幻境无法自拔 方清书一看 就这 也跟着踏上二百零一间 只见一群漂亮妹子出现在他眼前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只见方清书抽出宝剑 一顿乱侃直接全部团命 小小幻境不足为惧 接下来方清书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欲爹杀爹 完全无视幻境的干扰 同时其他考生也都来到了二百零一层 陷入幻境 而娱乐此时才到一百八十八头 看着前方停下来的众人 也管不了那么多 想着赶紧追上去 此时广长老也前来观摩 边上长老说到方清书第一四百二十一阶 第二名是三百九十阶的左宇涵 但广长老主要要想看看娱乐 是否真的如掌门所说那般厉害 一看居然在倒数第一位 心想掌门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 另一边 娱乐终于赶上大部队 手脚并用努力向前爬去 就在踏上第二百零一节时 怀里的乌龟不见了 整个人陷入黑暗的幻境之中 他叫娱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像狗蛋 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 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因为问剑门死亡率超高 所以娱乐参加了问剑门入门测试 刚爬上二百零一阶见风 娱乐陷入了幻境 此刻的他来到了男人的天堂 无数的妹子正在嬉戏玩耍 看到娱乐的到来 这群妹子开始向他发起了诱惑 却让娱乐感到满脸问好 在他迷茫之际 一个妹子突然朝他飞扑过来 可下一秒就被娱乐一拳给攻飞 看到这一幕 水下的妹子本以为娱乐想着休息 便说到休仙有什么好的 留在这里我们可以让你爽了 可还没等他说完 眼前就出现了一道身影 原来是娱乐 一个飞腿朝他脸上踹去 随后一个帅气的转身表示道 我才不是为了休仙呢 太粟浅了 我真正的目的是要狗蛋重赏 说完后 幻境瞬间破碎 回到现实 扑过幻境后的娱乐 看着怀里的阿龟那枚事 准备整装待发 毕竟不能让狗蛋计划支支了 接下来就开始他的表演 观看考核的长老 也发现了有人上来了 仔细观察后才发现 200阶以后的阶层 就好像对娱乐无效似的 他就像挣脱束缚的二哈一样 飞快地跑着上楼梯 看到这一幕的考官们顿时惊呼起来 一直落在最后 考核时间都过了大半了 怎么会走得这么快 难道幻境对他没有影响吗 正当他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娱乐突然停了下来 还好还好 还以为他会一直这么走下去呢 一堂的考官紧张地 擦着脸上汗水说道 不得了 好久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长教推荐的人确实还不错呀 350阶的成绩 虽然算不上惊世骇俗 但这样从最后一名 直追进前十的情况 可从没有过呀 此时广长老也发现了 有点不对劲 只见娱乐坐在台阶上 嘴里说道 有点累 有点饿 好想吃碗会面啊 刚刚看了一下前面 还有九个人 这样的话已经吻过考核了 要不就先这样吧 我也学学那些仙侠的主角 藏个桌 避免数大招风挂得快 可当说完这话 就打了自己一拳 想着 你藏个毛的桌 你怕挂掉吗 你怕吗 你压得不就是来找死的吗 压得 一不小心忘了有这个设定了 我这就往上爬 我要冲第一 接着二话没说又冲了上去 可他这样的举动 引起了考官们的注意 此刻的女考官一脸震惊喊道 他他他 怎么又开始了 不是被困住了吗 之前明明都已经停下了呀 他到底要冲到哪一街呀 一旁的山羊湖考官 开玩笑的说道 说不定超过方青叔 可他的这句玩笑话 让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 不不不 可能的啦 然而他们的话还没说完 另外一个长老就惊悚发现 于乐居然已经超过方青叔 只见于乐帅气的 从青叔边上跑过 看到这一幕的三位考官 今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连广长老都被吓得呆愣在了原地 他叫于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狗蛋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 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挖 刚参加问剑门考核 俗话说得好 树大招风死得快 为了早日能狗蛋 必须要争取拿到第一 然后于乐居然真的超过了方青叔 成为了第一名 直接经的长老门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关键是他还在走 他究竟能走到哪里 此刻广长老瞪大了双眼 看着于乐的一举一动 450接400年内最高记录 500接500年内最高记录 550接700年内最高记录 600接800年内最高记录 此时考官们现在的状态 已经被娱乐惊得和不容忍了 然而娱乐还在不停地攀升 620接900年内最高记录 650接1000年内最高记录 690接1300年内最高记录 此刻广长老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随着一声考核结束 然而此刻长老这边不禁感慨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我打赌他最少能爬到700阶 真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再加上绝顶天赋 踏入天境简直易如烦鸟 等等 他是什么天赋来着 一旁的女长老解释道 说到这他们才意识到娱乐的天赋 还不知道是什么 随后修的一声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紧接着娱乐就被他们给逼到 一个角落瑟瑟发抖 紧张地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 雅灭蝶 长老们一脸慈祥地说道 不要紧张 你的修道天赋测试还没做 现在来给你补上 听到这话 娱乐才放心 刚想让他们测试 但还没等他们 长老们便伸手将娱乐的衣服给扒拉开 随后拿出一根细针 直直地扎向了个胸口 下一秒便听到了熬屋的惨叫 然后将娱乐的血滴在一枚玉石上 此刻他们都一脸紧张盯着玉石 可下一秒 直接惊呆了 他们转过头愣愣地看着娱乐 并让娱乐先回去 乐哥满脸疑惑地问道 这么快就好了 马上开心地离开了 还表示总算完事了 好累啊 这腿今天是没法要的 等娱乐走远后 三位考官垂头丧气地跪在哪 伤心地说道 为何是下等了 不求绝顶天赋 但至少来个中等了 那么强的心性 怎么只有下等修道天赋呢 而广长老在边上看着众长老 庆幸不已 下等天赋连最初的考核都通过不了 画面一转 广长老正在想掌教禀报考核的事情 可掌教却表示留下娱乐 广长老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问见门从没收过天赋这么差的地子 掌教解释道 你对气运还是不够了解 气运不可轻易干涉 越是出手干涉就越会超出掌控 但广长老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道 可明明知道他是下等天赋 却要留下他 不算干涉吗 此刻掌教看向远方 意味深长地表示 他确实是靠自己通过了登剑峰考核呀 反而因为怕他招来祸害而摆他脑 亦或是贪图他的福气强留在身边 那就算是干涉 你要顺其自然地将他收下 和其他人一样成为记名弟子 五年内突破不了法径的话 我同样会让他和其他人一样离开 他叫娱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狗带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为了早日狗带 终于加入了问剑门 成功当上记名弟子 问剑门下院的新弟子宿舍内 娱乐悠闲地躺在那 想着总算可以休息了 随后手里拿出一块玉 想着 赵雪莉下午托人交给我的这 留影时 说是之后可以联络他 不知道这会他怎么样了 听门人说他倒心受损 已经送到什么药王谷治疗了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真希望他能早点康复啊 随后便起身来到记名弟子教室 刚到门口 就听到里面吵吵闹闹 议论昨天登剑峰考核 什么你过了十节 我过了二十节之类的 但马上有人说到 你有什么有本事 去和方亲书作语喊比啊 人家那可是官方认证的第一第二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一双手快速地伸了出来 嘴里还说道 玉儿 你是不是偷偷练了什么功法 让其他弟子看得是目瞪口呆 可就在这时 娱乐一把推开了大门 大声喊道 同学们好 但马上发现不太对劲 教室里此刻鸦雀无声 所有人愣愣地望着一旁 娱乐转头朝他们看的方向望去 此刻的娱乐也傻眼了 这年头都这么奔放了吗 就在这时反映过来的左语喊 大声叫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 娱乐赶忙解释 不好意思 刚才没看到你们在门口 姑娘你们继续 其他人看到进来的是娱乐 顿时议论纷纷 是他 那个登剑峰爬了690阶的奇才 他竟然和我们一起上课 我去 他就是登剑峰第一名啊 这么牛 好厉害呀 居然走了这么远 比第二名高出这么多 也太强了吧 大佬 你叫什么名字啊 当听到有人问起自己的大名 娱乐撩了撩头发臭屁地说道 我叫娱乐 客气了 由于周围的同学对娱乐不断吹捧这样 一旁的左语喊很是不爽 大吼的 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吗 直接将边上众人吓得呆愣在圆壁 只见左语喊继续说道 第一名 简直是笑话 最看不惯你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抽出武器指着娱乐继续说道 论心性天赋的综合排名 真正的第一名应该是方清书吧 可听到这话的娱乐哪受得了 反驳道 左姑娘 你这说的什么话 别不拿单科第一不当大佬好吧 那就拿出你的本事 话音未落 左语喊直接冲了上来 直接喊道 凭实力说话吧 突如其来的一想 让娱乐有点猝不及防 眼看娱乐马上就要中招了 但刀离他只有两公分的距离时 却被娱乐自身被动技能猎户闪迷给躲了过去 随后向前一冲电拉开了距离 边上的弟子惊讶道 躲开了 不愧是大佬啊 可此刻左语喊内心暗暗想着 一个没有修为的门外汉 竟然躲过了我的剑 可恶 今天一定要给他点苦头尝尝 随后一个转身拿着武器又一次朝娱乐出去 此时娱乐还在感慨 原主人的条件反射一如既往的点印 就是可惜了又没能苟待 当他发现左语喊再次冲过来时 眼珠子都差点吓掉了 左语喊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眼看躲不过去 只好闭上了眼睛 感慨终于要狗带了吗 无敌的人生我来了 他叫余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狗带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他马上就可以狗带了 刚进入问剑门 就在寄灵弟子教室遇见了惊人的遗物 而后左语喊居然拿着武器冲向了余乐 真是真的要狗带了 大家下不见了 全剧中 就在这时 方青叔突然出现挡住了左语喊的武器 余乐直接自闭了 又没死 只见方青叔对着左语喊说道 左师妹 你的剑不该对着同门师兄弟 应该对着魔门才是 看着方青叔的到来 此时的左语喊气不打一触 双眼冒火道 那又怎样 我还怕那群阴险小人不成 而且是你身后那个家伙先无礼 余乐此时嬉皮笑脸的说着 多谢方兄相助 都是误会了 都是误会了 方青叔一脸笑意的说道 余兄 你能够突破剑锋四百阶 向道之心坚定 日后不可估量 我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左语喊顿时就不乐意了 一脸气愤地说道 真虚伪 他六百九十阶的剑锋成绩 却配上各下等天赋 最开心的人就是你吧 方青叔意味深长地表示道 师妹 修道是为求道 而非语言争个名次 登剑锋时你被困在二百阶 就是因为你执念太重 我还以为你已经醒过 看来并没有 余乐见此一脸钦佩地想 这气度不愧是综合第一啊 然而左语喊却不依不饶 嚣张地说道 不借一名次 那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啊 就赌身为记名弟子的这五年 我一定会超过你成为第一 话音刚落 门外便传来一道声音 打赌没个赌注可不行啊 众人一脸惊讶 原来来的是广长老 只见广长老一脸严肃地说道 把万件门当成恶臭的赌注 那可得拿命来做赌注啊 余乐听了这话 直接两眼冒光 玩命的 醉在行了呀 画面一转 随后众人便被广长老 带到了一处独木桥 桥下则是生不见你的悬崖 弟子们来到悬崖便问道 广长老 这是什么地方啊 广长老便开始解释 这是本门独有的独木桥修行法 五千年前本门遭遇大解 大批高层修士陨落 在局势岌岌可危之时 当时的长教吉真道人 创出这极其凶险的独木桥修行法 可以让新弟子快速成长 行走于独木桥上 只要有一点分神 就会跌落深渊尸骨无存 可说是生死绝境 但只要克服独木桥的恐惧 成功走破 就可以磨砺到新提升修为 修行上提前个两三年 没什么问题 余乐站在悬崖旁心里 暗暗高兴 禁论剑门真是太对了 第一天修炼 就有这么棒的找死机会 只见广长老严肃地继续说的 你们不是很爱 争强好胜打赌起步吗 不用五年 走完独木桥 我就公认你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只要你们敢拿命来赌 广长老刚说完 余乐就跑了过去 一定要让广长老让他先来 就是想早点狗袋早点开挂 广长老看着余乐那副开心的样子 一脸不爽地想着 这压得丝毫没有犹豫 甚至还有一丝兴奋 难道这个余乐道心真的如此坚定 无惧险境吗 他叫余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狗袋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 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刚加入问剑门第一天 因为左语寒想要争第一 结果被广长老带到了悬崖边 谁要是通过了独木桥修行法 谁就是真正的第一 余乐心想 刚到问剑门第一天 就有这么好狗袋的机会 于是缠着广长老要第一个伤 此时左语寒也不肯了 直接说道 输给谁也不能输给这个下等天赋的 方清书见此 也应声道 广长老不如让弟子先来吧 此时余乐可不管谁先来 反正只要自己能上就好了 简直美滋滋啊 心里还想着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只见方清书先一步踏上了独木桥 左语寒无语的想着 居然被方清书抢先了 最先走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对后面来说 压力和恐惧都会聚增了 而方清书这边也很轻松的走到了中间 心想 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木板上 不要看下面 就不会受到干扰 随着方清书缓缓的走着 边上的弟子们议论纷纷 方师兄也太厉害了吧 这都走了快一半了 而左语寒却满脸着急 这不会真的过去吧 如果没什么意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方清书脸色大变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吓得脚下一滑 余乐与其他弟子都大惊失色 只见方清书掉下悬崖 一双发红的眼睛正俯视着他 这才看清他的样子 原来是一只巨型怪鸟 接着他便一口就将方清书吞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的弟子们惊恐万分 那是什么呀 方清书竟然被怪鸟吃了 不是只要走过桥就可以了吗 这是开的哪门子玩笑啊 而左语寒也给吓得连连后退 口中恐惧的男男道 广 广广长老 方清 清书他 而此时的广长老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们不是要打赌吗 你以为我说的赌命是开玩笑的 问见门是说笑的地方吗 真以为通过入门考核就万事大吉了 众弟子被说得哑口无言 老广继续道 这是你们在未来的修行中会碰上的最普通的情况 想要除魔味道 就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以后就把那傲慢的头 给我低下来认真修炼 做不到的话 现在就滚出山门 余乐直接踏上了独木桥反驳道 除魔味道的言论 广长老说的的确不错 可是走这条随意要人命的桥 是不是太草率了 广长老却说 胆小鬼可以不走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 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余乐说道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 广长老都不会出手吗 任由挑战弟子被巨鸟吃掉吗 此刻老广正关注着余乐说道 那是自然 若是怕了你也一样可以退回去 然而余乐这边 他看着眼前的独木桥 暗暗想到 方兄 抱歉了 虽然很想替你啪啪打广长老的脸 但是这是绝佳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看着已经走上独木桥的娱乐 老广暗自窃喜 独木桥修行法的根本是直面死亡的恐惧 在恐惧中前行 在惶恐中磨练 所以轻书才会在恐惧的瞬间坠落 一介凡人是不可能通过的 要是他掉下山崖 就此陨灭 问见门也就能免去内未知的灾难 这个男人一直想狗带 这次更狠 居然在悬崖边的独木桥上 跳起了魔鬼的步伐 他叫余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狗带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光 但无数次作死都没死成 直接走上了悬崖上的独木桥 心想着 这独木桥这么窄 掉下去太容易了 紧接着 嘴里还念叨着 哎呦喂 好大的风 还配合着晃动了起来 下一秒 他假装一个不小心 脚打滑 但这样子真的不会判为归吗 看着余乐掉落下去 边上的弟子们再次大惊失色 大喊道 要掉下去了 要掉下去了 见此广长老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可万万没想到 陈飞猎户的被动技能再一次发动 一把抓住了独木桥 紧接着一个旋转就翻了过来 直直又跳到了独木桥上 这特么可把余乐给气的 众弟子在庆幸余乐安然无恙 而广长老却满脸遗憾 但没想到系统直接弹出提示 你刚才是不是想故意踏空 此刻的系统死死地瞪着余乐 余乐赶忙解释道 哪能啊 只是刚走上来不适应而已 接下来一定认真走 系统再次发出警告 没有最好 我随时都观察着你呢 给我老实点 我走了 余乐心想还是不能太松懈 要是被系统判定为故意狗带 那就得不偿失了 没想到这么严格 不过按照方亲书的节奏 我应该很快就能挂掉 所以接下来他安稳地走着 可没多久 余乐一脸不可思议 什么鬼啊 这都快走完三分之一了 怎么还没有掉下去 反而越走越顺了 难道是我走得太专注 所以超常发挥了 心想着 不行 我得整点花火 增加点死亡率 就在众人一过余乐什么不动时 只见他右手兰花指翘了起来 两腿垫了起来 跳起了魔鬼般的步伐 这一幕看得广长老目瞪口呆 弟子们还以为娱乐此时在修行什么功法 但紧接着娱乐一个个超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众人都惊讶不已 都不怕掉下去的嘛 但只见娱乐完全没有消停的意思 广长老此时也被惊到了 感慨着 既克服独木桥的恐惧 不被吞噬时还能保持清醒 还做出这么高难度 他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娱乐这边 发现自己如此花样作死 系统居然都没有反应 心想着 是不是可以再玩点夸张些的 于是学起了迈克尔杰克逊 前倾45度 这一幕直接把全场都给惊呆了 娱乐这边正准备按照编辑说的 在这里做八个360度 超级回旋翻身完美立定条 但没想到下一秒 直接被地中海的竹笔老师一脚踹飞 竹笔老师觉得这话得太难了 感觉直接大结局好了 接着娱乐直接掉下了悬崖 众弟子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而在下落的娱乐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有点小激动 这是马上要开下一部漫画了 但娱乐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就好像被什么拖着一样 直至将娱乐拖到了对岸 成功上岸的娱乐满脸质疑 接着大声喊着 钢石谁他压得服的我 鸟呢 怎么什么都没有 然而此时的广长老一脸难以置信 原来刚刚娱乐居然是被他前一时救起来的 这个男人居然在悬崖的独木条上跳舞 这么做只是想要不小心掉下去 他叫娱乐 从第一集开始就想董拜 因为有个沙雕系统承诺下辈子给他开启无敌外挂 但万万没想到最后居然被广长老给救 索与涵见到娱乐走过了独木桥 又燃起了斗志 他握紧拳头 暗暗表示 不行 我不能输 娱乐都走过去了 我也一定可以 接着他想到 走这个独木桥不能和方青叔一样太古板 所以他选择了和娱乐同样的走法 但娱乐哪是他能学的 刚走没几步 便直直地掉了下去 周围的弟子已经吓得魂不覆底 又死了一个呀 第一第二都没了呀 娱乐看到这一幕 他也燃起了希望 准备再走一次独木桥 想着别人能挂台 难道自己就不行吗 紧接着 娱乐向挣脱束缚的哈士奇 边走边发出一声声怪叫 然而还在观望的弟子发现娱乐居然又回来了 赶紧对着广长老说道 广长老 娱乐还没等你接 他又自己跑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 广长老吃惊地想着 这家伙刚经过那么惊险的试炼 竟然还有余力走回来 他到底是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娱乐就已经跑完独木桥站在他面前 并且心里想着 黑幕啊 一定有黑幕 凭什么他们那么顺利就挂彩了 到自己这里就不行了 但马上娱乐就感觉脑袋上热乎乎的 还冒起了一阵白烟 看着娱乐头顶冒起白烟 一众弟子大声喊道 天哪 娱乐自然了 广长老剑词也跟着解释道 什么自然 这是独木桥修行法发挥效用 让娱乐成功升到人静一重天 平常按部就班的修炼要三个月才能达成 现在他只花半个时辰就达到 可有弟子不服气了 极度道 这也太犯规了吧 不公平啊 广长老一脸严肃 不公平吗 我给了你们同样的机会 是你们自己无法克服苦惧 而娱乐承受了这极大的风险 这就是他应得了 话音刚落 广长老便伸出手朝天上一只 一只怪异的巨鸟从悬崖飞了出来 接着他张开大嘴吐出来两个身影 仔细一看 竟然是方青叔和佐宇涵两人 原来这怪鸟是广长老提前安排的 所以才有了这一幕 躺在地上昏迷的两人也被广长老掉醒过来 紧接着表示 修道之人 死亡如风 长扮其身 问剑门从来都是除谋味道为己任 赵雪莉长老的事迹相信你们也都听说 争强好胜 御事畏惧为先 终究一步也迈不出去 更何况修炼 听到这话的两人也是一阵脸红 接着广长老跳到巨鸟头上说道 这杰克就到这里了 提醒一下 最好不要在没人的时候找死自己过桥 毕竟嘴上说着无谓 实际走上去是什么感受你们自己清楚 落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 说完便骑着巨鸟飞走了 修乐此时才想到 怪不得系统漏完一面后就再没有出现 原来他早就知道有广长老在 我根本就不会死 之前我踏空的时候肯定是广长老服的我 修乐还想着等没人的时候 一定要重新走一次独木桥 可突然边上冒出个金发妹 含情默默地说道 修师兄 难道你早就看穿广长老服会让我们死了吗 你好厉害啊 我以后可以跟着你修炼吗 修乐一脸疑惑地转身看去 疑惑道 你是 只见金发妹子说道 我是柳月啊 你的师妹 修乐心里暗暗想着 这就是修仙雕配的可爱师妹吗 可紧接着 修乐直接摆出了超帅的表情 直接拒绝了这柳月 心想着 我只想早日狗拜 和周围人有太多瓜葛 总归不好 尤其别在摊上高手了 而且身份也不能报 于是直接转身酷酷地说道 修炼是我一生追求 别爱我 就在娱乐疑惑怎么回事时 却又笑着对于乐说 没事 你努力修炼哦 画面一转 记名弟子也全都开始了 他们的修行日程 左宇涵气愤地说道 我看于乐就是失财傲物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后方的弟子应声附和 就是啊 叫他喝酒一次都没来过 他就是看不上我们 跟在后方的柳师妹 还想替于乐解释 但突然左宇涵他们就挨了一棍子 而打他们的正式广长老 此刻的他站在飞剑上说着 修道总共分为五境界 人 法 灵 道 天 其中每一镜又细分为石重天 因此修道的顶点便是天镜石重天 人镜修炼体魄 壮大气血 现在锻炼你们的体能 便是为突破人镜做准备 当气血锤炼至人镜石重天 抵达凡人极限时 就会生出一丝法力气 踏入了法镜 到了法镜才算是踏入修道的大门 方清书和左宇涵经历了独木桥事件后 两人谁都不想输给对方 可娱乐这边却不太一样 他正悠闲地躺在草坪上 想着 修炼 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的 但这时石头后方突然冒出一个身影 差点把娱乐给吓自毙了 原来来的是广长老 直接一棍子差点给把娱乐脸砸扁了 一边砸一边说道 独木桥生个 人静一重天就飘了吗 你还真指望天天跑去走桥 就能迈入天境吗 手无腹肌之力的喳喳 看到这一幕的弟子也议论道 我们还只是记名弟子 于大老就这么飘了吗 没踏入法镜也没通过本门的内境考验 是不会成为正式弟子的 那边的你们也要被鞭策鞭策吗 意识到不对的弟子们连忙逃跑 画面一转 三个月后 娱乐跪倒在独木桥边上 三个月走了450次独木桥 境界都到人静六重天了 这期间愣是没有出现一次意外 就在娱乐哭诉的时候 方清叔和佐宇寒躲在石头后面 听到娱乐来回走了450次独木桥 直探没天理 他们辛辛苦苦三个月才到人静三重天 此刻他们俩一脸生无可恋的坐在哪 只见方清叔说道 我本以为我跟他的差距根本不算什么 娱乐跳上了石头 疑惑地问道 你们怎么在这 两人也一脸尴尬地表示 我们是来看于兄弟修炼的 可边上的佐宇寒突然站了起来 问道 娱乐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自问自己道心坚定 实力也不弱于你 可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你能过那座桥呢 娱乐直接郁闷了 总不能说一心想着狗带吧 说不好会耽误别人一辈子 娱乐没办法 只能解释道 我其实没什么向道之心 我对修道本身就没什么兴趣 硬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大概就是我一向如此 然而听到娱乐的解释 两人也是一脸迷茫 但紧接着娱乐又说了一句 我一直信奉这么一句话 不风魔不成火 此时两人仿佛明白了什么 佐宇寒眼睛冒出一阵阵火焰 砰个一声 让他们俩豁然开朗 这个男人有点猛 别人苦修三个月 还不如他走几百遍独木桥 他叫娱乐 手里有个沙雕系统 但需要咸鱼地过完一生 下辈子才会开启 于是踏上了做死的道路 就在刚刚佐宇寒和方清书问他 道心为何如此坚定 而娱乐的回答居然是 不风魔不成火 画面一转 长教门口突然传来东的一声巨响 广长老大喊道 不好了 长教 下院的弟子们 可还没等他说完 长教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 你又来了 不用这么操心的 广长老惊恐地说道 不是啊 弟子们突然都着了魔了 镜头来到院外 众弟子举着旗子 旗子上赫然写着 不风魔不成火 而弟子也在大声呐喊着 娱乐 风魔 娱乐 成火 长教见此一脸开心地说道 这个娱乐还挺有意思啊 自从集到真人开创独木桥修行法 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干 而广长老气急败坏道 这场面分明就是魔教剧中闹事啊 别人还以为我们问剑门是什么魔门呢 而且全都无心修炼 跑去看娱乐走独木桥了 说到这里 广长老大惊失色 难道娱乐打算这样摧毁问剑门 让弟子全都无心修炼 最后毫无修为 长教听了一脸冷汗道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哎 你要是怕他们会影响修炼 就让他们趁机去秘境一层修炼下看看吧 广长老一脸惊讶地说道 秘境 现在进去是不是太早了点呢 而长教也被娱乐感染了 说道 不风魔不成火吗 问剑门秘境 十万年前开山祖师发现的悬崗之地 充满灵气和天才地道 所以才在这里创建了问剑门 不过秘境内危险重重 里面又无数的 吃魅王俩 蛇虫妖魔 但只要通过秘境的考验 修为就能大幅度提升 实战能力也远高于同境界的弟子 暗移王只能人进五重天才能进去 但这次特殊 不风魔不成火 可听到要去秘境考验 娱乐死咬住柱子就是不肯去 左宇涵何方轻松一人拉着一条腿 说道 于胸不风魔不成火 没理由错过秘境试炼 左宇涵也跟着说道 都怪你说什么风魔 结果最后全都被广长老伐了三天赔修 今天说什么你都跑不掉 他们只好阴着脸拿出容嬷嬷必杀技 看到这一幕 娱乐直接就怂了 我去 我去 多好的事 怎么能不去呢 刚才我和你们闹着玩的 看着他们在那胡闹 一旁的广长老不耐烦地说着 好了 你们挤得快过来 人静的弟子 由我统一带队进去 这次秘境试炼机会难得 你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在广长老的带领下 他们走进了这个紫色传送门 穿过传送门 他们便来到秘境 秘境每层都有许多关卡 每一关都有一个翠石 收集五枚翠石放入火山顶 就可以通关获得秘境的奖励 随着广长老一声令下 众人四散跑去 路上有着各种奇珍异兽 火系的 幽魂系的 弟子们也奋力抵抗 而娱乐却收到系统提示 禁止找死 所以只能拼命逃窜 此刻广长老看着秘境 暗暗想着 秘境一层的讨厌 大多是用来测试基础读物 这些弟子登建峰表现不错 一层对他们来说问题应该不大 没过多久 在众人的努力下 成功地集齐了翠石 并且还交到了广长老手上 眼看凑够了五枚翠石 而娱乐此时直接将手中翠石丢了 心想 不能再掌修位了 反正其他人已经集齐 可以通关了 其他弟子则议论纷纷 都好奇会有什么奖励 但就在这时 远处的火山轰隆的一声 直接开始爆发 大地突然颤抖起来 娱乐还以为是新的考验 可广长老突然大吼荡 快后退 所有人退到我身后 紧接着手上开始结印 抵挡火山爆发袭来的巨石 看样子秘境是出意外了 这个男主是个大忽悠 别人问他修炼秘诀 他却说不风魔不成火 结果全门派弟子全都着魔了 导致秘境提前开启 而且在事件结束的时候 秘境居然崩塌了 还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此刻在秘境的出口处 围绕着不少长老 其中一位长老大声喊道 一对负责接印四层撤退的法径弟子 二对继续搜索广长老和那群人禁地 三对负责查找秘境出世的根源 原来在秘境发生崩塌后 他们就无法联系到广长老一群人 无论是哪个天眼法阵都看不到 很有可能落入了其他试炼当中 又或者已经死于试炼之中 听到这话的山羊湖长老 一脸难以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 他们有广子于跟着 他可是道敬长老 但那名女长老说道 天眼捕捉到广长老处境不太妙 此时秘境内 弟子基本都已经负伤 大喊着救援的长老怎么还没来 妖兽太多了 我们不会就这样狗带了吧 而广长老这边不容乐观 无数猛兽成群结队朝他袭来 但广长老却一见一只怪 嘴里还说道 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 于乐见此想上前帮助广长老 左语寒何方亲书也不甘示弱 可广长老直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老是呆着 你们还嫩着呢 见此于乐想着 以广长老的个性 再跑出去找死 他肯定会使命救我 还是算了 这小说般的套路 这么多年没出毛病的秘境 怎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问题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引起了娱乐的注意 紧接着 地面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迅速地朝他们这边蔓延过来 广长老正想提醒他们 却被突如其来的猛兽 狠狠地咬住了左手 看情况十分危急 广长老提起大宝剑 直接解决了猛兽 但裂缝已经延伸到他的脚下 紧接着众人一起掉落下了裂缝 画面一转 左语寒睁开了眼睛 但眼前这一幕直接让左语寒满脸通火 紧接着啪的一下 给娱乐来得个如来神掌 当娱乐醒来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感觉脸上有点疼 可就在这时 边上弟子发现了广长老 大喊道 快来啊 广长老在这里 此时广长老已经重伤陷入昏迷 左语寒使出了不醒救狗 带只摇摇摇大法 广长老成功被唤醒 说道 没死 再摇就死了 方青树一脸慌张地指着广长老 说道 广长老 你的伤不碍事吧 广长老硬气的 说道 只是皮外伤而已 你们没事就好 娱乐此时也非常疑惑 我们这是掉进什么地方了 广长老在方青树搀扶下说道 探墙上的三魂七魄土 我们应该是掉进了灵王宫 专门试炼临近十重天的地方 众弟子大惊 什么临近十重天 我们都还只是人静啊 广长老马上安抚道 只是试炼三魂七魄而已 别忘了我可是道静 这个难不倒我 心里却想着 不过这里和一腾一样 也被什么东西屏蔽了 完全联系不上外面 娱乐听到三魂七魄 差点没直自闭 赶忙问道 如果没有通过考验 会不会魂飞魄散 广长老马上安慰道 魂飞魄散倒是不会 但是运气不好的话 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听到这话娱乐松了一口气 可他的身后却出现了一只果怪 眼看就要被吃掉的时候 娱乐却被人一把拉了开 就他的人正是广长老 但众人也被出现的鬼怪吓了一条 只见广长老解释道 那是临近十重天的考验 娱乐又又又遇到事了 本来参加仁静考核 结果柯南附体 全人调临近十重天的灵王宫 这里全是试炼三魂七魄的灵体鬼怪 分别是对应三魂的三只巨灵 和对应七魄的七个幽灵 他们会进入被考验者体内 争夺肉体的控制权 如果受考验者能护住自身 并到达对面的高台就算过关 如果没守住身体 就会被灵怪夺走 左语韩欲获道 这是夺什么 还未等广长老解答 七魄已经开始行动 直直地朝他们袭去 看到这一幕 广长老直接拿出大宝剑 眼神犀利地冲了上去 使出伏魔剑法 直接将这群小鬼消灭 然后喊道 有我在 别慌 可这就在这时 弟子提醒 广长老 危险 只见一只大手袭来 就将他狠狠地压倒在地 看到这一幕 娱乐也吓了一跳 方青叔则难以置信地说道 怎么回事 这些怪物怎么从灵体变成实体了 画面一转 问剑门这边 众长老议论纷纷 无论如何都推算不出他们的位置 匿名长老大喊 那可是道敬长老 还有千年一遇的天台啊 怎么会推不出来 这可是我第一次负责秘境试炼 不要给我搞这么大的事故啊 女长老赶忙解释道 应该有人把我们的推算屏蔽了 此时长老已经满脸汗水 自己的秘境能有什么东西 可以屏蔽推算 难不成他们都已经死了 秘境中此时已经乱成一团 灵体变成实体 追着众道处四散而逃 此时娱乐抱着方青叔也狂奔 后面还紧跟着一只怪物 就在这时一道剑气闪过 直接将鬼物拦腰斩断 一看居然使广长老发出的 无法联系上宗门 而秘境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必须加快通过试炼 把弟子们送出去 拖得越久越危险 可就在此时 被斩断的怪物发出嘶嘶的声响 被斩成两半的怪物居然慢慢恢复 看到再次向众人袭来的怪物 广长老也开始动真格了 直接提起大宝剑 使出剑诀横扫千军 只听见轰的一声 怪物化成几团火焰 广长老也发现了怪异之处 怪物居然在增强 可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鬼怪却朝左宇涵他们袭去 眼看几人就要支支了 眼睛都闭上准备等死 刷的一声 一个身影挡在了他们面前 可片刻后 当左宇涵缓缓睁开眼睛 却看到了广长老为了保护他们 应声声接下了这一击 只见广长老勉强地朝怪物挥出一箭 单手举起结翼 施展八卦平复照 一瞬间 八卦光照将一众弟子照了天 而于乐则愣愣地看着广长老出神 可广长老伤过重直接跪地 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 众弟子赶忙走向前询问情况 却见广长老还强撑着说道 没事 休息一会就好 可于乐一脸担心地看着广长老 心里想着 看这样子哪里像没事啊 这时金发师妹柳约而开始问道 广长老 救援一直不来 这里全是魔物 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广长老见词也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左宇涵站了起来 说道 受重伤 大不了红归于尽 都别这么没出息的样子 于乐赶忙安抚道 淡定淡定 广长老 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广长老迟疑了一会 说道 有 但必须要走到对面高台上 并且摇动震魂灵 这些鬼怪才会退散 而且最后扛住试炼台的雷电 这样出口才会打开 虽然他们有了实体 我刚才和他们交手时发现 试炼的规则并没有被改变 可现在鬼怪这么多 我要是直接去高台 鬼怪肯定会攻击你们 对上临近十重天的鬼怪 你们必死无疑 听到这话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于乐却一脸淡定说道 也就是说 只要能到对面的高台 我们就能出去了是吗 面对于乐的问题 广长老说着 是的 话音刚落 于乐就大声说道 我去 由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男人在找死 面对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 他决定亲自前去挑战一下 最好是能直接挂彩 只因为他有一个系统 但下辈子才能开启 所以每天不是在作死 就是在去作死的路上 可边上的广长老听到后大吃一惊 直接一巴掌甩在于乐脸上 说道 说嘛屁话呢 就你这小嘎嘎的修为 连法力都没修到就开始逞强 你信不信只要过去 你立马就会被鬼怪撕的粉碎 而且就算过去了 试炼台的雷电你根本的抵不住 一样死路一条啊 你说你咋不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呢 于乐质问道 那广长老你有啥子办法 广长老黑着脸无话可说 只见于乐继续说道 广哥呀 你为了救我们 伤得这么重了 而且护盾恐怕也不能一直维持 支援如果一直不来 等护盾拖了鬼怪进来 你还能护住我们吗 时间拖得久了 搞不好还会有其他变故 而且我运气一直很好 说不定就能通关打开出口了 话音刚落 娱乐内心出现另外一个自己 直直地插向他的双眼说 什么胡话 运气不能好 绝对不能好 不然什么时候才能挂彩呀 但广长老马上反驳道 你个小渣渣是我们中最优秀的 要去也是我去 左语寒不甘示弱道 一边凉快去 每次都抢第一 这次轮到我 周围的弟子们也开始起火 争着要自己去 娱乐见此赶紧阻止道 别傻了 我是弟子中心人王中王 也是唯一走过独木桥的人 我去比你们成功率高 你们都别抢了 听到娱乐这话 广长老难以置信 感觉之前对娱乐偏见太深了 随后广长老一脸严肃地说道 娱乐 你确定不怕吗 但马上得到娱乐的肯定答复后 直接说道 那好 我帮你护法 拦住那些鬼怪 给你批出一条路 直通高台 但最多只能维持不到伴助向时间 娱乐赶忙表示足够了 娱乐刚准备行动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们也去 娱乐立马转头正想阻止他们 却看到他们俩那坚定的信念 并且表示人多胜算大 可以为他掩护 看到这一幕的广哥邓大掩护 但也非常欣慰决定让他们一起上 此刻屏障破开 他们四人面对鬼怪冲了出来 只见四个身影飞速向试炼台冲去 别看娱乐此时气喘吁吁 可内心差点没乐风 这回死定了 就算能通过临近十重天的试炼 我也肯定小命难保 就在娱乐愣神之际 一只鬼怪静止朝他袭来 眼看马上就要原地狗带了 可下一秒 一双手将他推开 原来方清书在关键时刻推了他一把 只见方清书的手臂直接破了个口子 碰得他大叫起来 紧接着 娱乐也重重地撞在墙上 此时捂着伤口颤颤巍巍地说道 不用管我 娱乐见此 回想起之前 广哥奋不顾身地为他们挡下一击 停下脚步开始沉思着 一旁的左宇航赶忙喊道 娱乐 你压得快点 我撑不住了 此时娱乐才反应过来 开始拼命往试炼高台跑去 心想 这些人 为什么总是能这么毫不犹豫呢 为了不相干的人牺牲自己啊 终于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娱乐登上了试炼台 走到了镇魂林前面 看着镇魂林四周围绕着一股血气 看着像左宇航袭去的鬼怪 果断拿起镇魂林摇了起来 铃铛的声音响彻整个试炼 原本习向左宇航的鬼怪 突然停了下来 左宇航愣愣地想到 这是成功了吗 这个男主有多狠 都被卷成麻花了 内心却还无比开心 就在刚刚娱乐摇响了镇魂林当 看着鬼怪停止动作 刚松一口气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鬼怪的手环缓动了起来 直直地朝左宇航袭去 娱乐也当场急了 不断地摇着镇魂林 嘴里喃喃自语 咋办啊 咋样才能停下来啊 压的 有点反应啊 可这时镇魂林出现裂缝 紧接着砰的一声 直接炸开了花 娱乐精的眼珠子都凸了出来 但面前出现了一个 冒着蓝光的佛珠 看得娱乐一头雾水 广哥在下面惊恐地大喊闹 那玩意是影响鬼怪的魔物 别落在鬼怪手里啊 周围鬼怪已经放弃其他人 转向是炼台 娱乐也意识到不对劲 看着自己身后冒出的鬼怪 在这条件紧急的情况下 兄弟我只能先吃为敬 然后直接将佛珠吞进了肚子 此时不管是鬼怪还是广哥等人 全都傻眼了 而鬼怪也慢慢消散 但娱乐这次是做了大死 直接悬浮在半空之中 身体不断冒出邪气 广哥看着情形 艰难地捂着伤口说道 玩犊子 娱乐压得被当成考验者了 他们境界差得有点多呀 鬼怪变成实体 现在又被娱乐吞了下去 不知会发生什么 没过一会 我们乐哥直接变成了杰哥 在那手舞足蹈 看得众人一脸黑线 索宇还忍不住 敲打娱乐的头 说道 娱乐你醒醒 你可不能变成傻子 广哥见状说道 没受伤前还可以试一试 现在铃铛都玩犊子了 能不能撑过去就看他自己了 他们只能默默地 看着娱乐在哪发疯 此时娱乐精神世界 娱乐的灵体 看着鬼怪全都被珠子吸引 进入自己的身体 心想着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至少外面的大伙们 应该都安全了 就在娱乐想着 终于可以安心地等死了 而在外面 大伙震惊地看着娱乐说道 这牙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竟然内卷成这个样子 会不会要支支了 原来在娱乐体内 他被一群鬼怪分食着灵魂 心想着 你们这群喳喳就不能轻点吗 有点晕乎乎的 神志仿佛不是自己的 广哥说他们只抢夺肉体 不攻击灵魂 希望不要出意外 可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出意外了 这时想起一阵阵邪象 娱乐抬头看去 一只巨丑无比的鬼怪 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只丑不拉击的鬼怪 虽然有点糟不住 不过能死什么都好说 可接下来的一幕 娱乐差点崩溃 只见鬼怪放出气息 将娱乐围绕起来 尝试着攻击娱乐的灵魂 娱乐见此 一脸无奈地说道 又特抹完犊子了 本来你能得到身体 我也能顺利转生 现在好了 就在这时 听到B的一声 宝魂杀笛启动 一道蓝光闪过 鬼怪直接灰飞烟 而外面原本活蹦乱跳的娱乐 也在瞬间停止了下来 左宇涵连忙问起广哥 怎么停下来了 这又是哈子情况啊 可还没等广哥说话 娱乐直接变身超级赛亚人 一阵惊光差点没亮瞎众人的狗野 左宇涵缓缓睁开眼睛 惊讶的发现通关大门打开了 但就在这时 试炼的洞内开始崩塌 广哥大喊 快点跑 凌王公要他了 娱乐此时还在因为宝魂杀敌而自灵 但紧接着一道系统警方响起 就在娱乐郁闷系统怎么突然冒出来的时候 系统提示道 检测出宿主有找死倾向 请在三分钟内解除警报 否则判为违规 将解除系统绑定 然后显示出三分钟的倒计时 这个男主一直想找死开启系统 但这次他不得已为了保命奋力狂奔 原来刚刚系统提示 宿主有找死的违规行为 在系统倒计时下 娱乐差点自闭 原来系统没给出接触警报的方案 随后煽动的破裂 娱乐的意识这才回到了本体 此时他正被左雨晗拖着跑 根本不清楚外界的情况 左雨晗也发现娱乐已经醒来 一边跑一边解释道 你终于醒了 凌王宫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崩塌了 边上的方清书也赶忙说道 不过多亏了老于你啊 通过考验打开了通关大门 随着凌王宫慢慢崩塌 马上要被活埋 娱乐再次收到系统提示 检测到凌王宫正在坍塌 现在对宿主进行求生考验 宿主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余下的时间成功地逃出隧道 二证明自己的求生意志 此时娱乐当场傻眼了 紧接着刷的一声 整个人化为一道闪电 从左雨晗两人边上飞过 没看清光影的两人惊讶地说道 是啥玩意啊 不会又是鬼怪吧 只有广哥看清了那身影说道 我来个去 是娱乐 娱乐用尽毕生最快的速度 向出口跑去 心想 按照系统的条件 要是不能安全逃出去 哪怕被砸死在这里 也还是算违规 所以这次不仅不能找死 还要拼了命地逃出去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出口也近在眼前 眼看距离出口只有不到五米 不出意外跑出去肯定够了 但不出意外还是出意外了 洞顶一块巨石直直地朝娱乐砸来 眼看马上要挂了 时间也只剩最后三秒 突然间一双手出现在娱乐身后 紧接着刷的一声 他就被推了出来 这时还好时间还剩最后一秒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通过考验 警报解除 看着眼前被巨石封住的出口 娱乐呆愣了一会 痴痴地说道 刚刚推了我一把是谁啊 此时宗门内的长老们 终于找到遇难弟子所在的地方 可发现居然只有娱乐一人 赶忙问道 去救援的人类 怎么还没到六层 弟子答道 凌王宫坍塌 救援队被拦在了半路上 他们正在清理通道 还需要点时间 见此情景长老急道 老山羊 你俩看好阵法 我亲自去救 正当他准备行动的时 女长老说道 你怎么也跟他一样冲动 这里还得有人坐镇指挥呢 听到这话 两人才停下脚步沉默着 女长老继续道 看样子他们都受了伤 无法行动 得赶紧指挥救援弟子定位才是 可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见娱乐居然往回走 而系统也想起了警告 系统判定宿主有找死倾向 这个男主有多猛 为救同门师兄弟 直接入对系统 就在刚刚娱乐被一双手推出了煽动 就在他起身准备回去救人的时候 系统想起警告 判定宿主有找死倾向 而娱乐见此直接爆发 大吼道 找什么死 我是要去救人的呀 系统却反驳道 宿主说出不符合咸鱼的言论 实施救援 严重超出正常人的乐于助人的行为 娱乐却还想着和系统理论理论 有人被石头压住了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还有其他人到现在都没出来 肯定也被困在里面了呀 系统确议 宿主与要救援的对象并无羁绊 的理由直接驳回 娱乐咬牙切齿地大喝道 违规去你呀的违规 那也是算在娱乐头上 和陈飞毛事情 而且让一个正常人见死不救 你CPU烧坏掉了吗 说完娱乐便冲向山洞 嘴里还说道 我不知道你究竟为什么会选中我 也不知道我闲鱼对你有什么好处 但是这家伙可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让我别管 我做不到 如果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们的话 其他人我也一样要救出来 你并不希望我就这么死掉吧 巧了 现在我也不想这么快挂了 系统见状同样无话可说 娱乐奋不顾身地跑进跑出 可看着隧道坍塌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系统提示 你就剩两分钟了 这里会全面崩塌 只剩最后一位广长老 你要是作死在这里 本系统一定会算你违规 娱乐见此自信地达到 你没这个机会 娱乐扛着广哥在洞内奋力奔跑 眼看就要全面崩塌 广哥让娱乐将自己放下逃命 而娱乐却说道 广长老 不想我受伤的话就别说话 顺便委屈你一下 娱乐此时体力已经到达极限 而听到娱乐说的 广哥也满脸疑惑 只见娱乐将广哥举过头顶 用尽全力将广哥丢出洞外 直直地撞在巨石上才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头顶一块巨石开始掉落 等娱乐回过神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巨石落下 只听见轰的一声 娱乐挂拳巨中 而在外面的广哥一脸担忧地望着洞口 心想着 我一直视你为洪水猛兽 总认为你会给问锦门带来灾难 也打心底里不希望你待在门中 可是你却舍命救了师兄弟和我 你压得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你肯定玩犊子了 算了 大不了开号重练吧 这时再次响起轰隆声 无数碎石朝他砸下 望着崩塌的隧道 心里默想着 没想到想活下去的时候反而变成这样子 石头最好调得准一点 往脑门上砸 最好一击毙命 别让我走得太痛苦 只见这巨石仿佛回应娱乐 静止朝娱乐脑门袭来 这个男主运气好 在救了无数同门后还被灵气灌体 修为连跳树集 就在刚刚娱乐躺在隧道内等死 眼看巨石就要扎到脑门上时 一道剑光闪过 巨石直接被击碎 只见洞口出现一道生意 娱乐艰难地起身向洞口望去 原来是宗门长老救了他一命 只见长老说了句 娱乐 你安全了 娱乐便直接瘫倒在地 心里还想着 垃圾系统 早该知道 真有危险绝对不会走得那么潇洒的 画面一转 问剑门的救援队员终于来了 围在洞口紧急救援着伤者 而此时广哥担心娱乐安危 胆忙问道 娱乐他怎么样了 只见救援队地回答道 这个程度的伤洒洒水了 你放心吧 听到这里 广哥也终于安心下来了 而娱乐此时才意识到 系统特么是玩预判的 玩预判的心里都贼特么脏啊 可娱乐还没开始骂娘 只见一道闪电直直地朝他劈来 直接将娱乐劈得全身香气肆意 娱乐心里恨恨道 系统你除了雷击就没有别的玩法了吗 系统此时一脸猛逼 啥玩意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时 娱乐全身浮现一层能量 也意识到不对劲 这不是系统 紧接着他开始慢慢膨胀起来 一下子就变成了个气球 直接昏迷了过去 画面一转 娱乐缓缓醒来 只见自己的乌龟和长老在身旁 疑惑地问道 这是哪里啊 其他人呢 只见边上长老答道 这是本门医药堂的病房 其他人都在接受治疗 别担心 他们伤势还好 在医药堂的治疗下很快就能恢复 娱乐疑惑地问 我记得当时自己被雷劈红 好像有什么东西灌进了体内 感觉就要炸了 此时长老扶起娱乐解释道 当时可真够凶险的 凌王宫那些 本该给予临近十重天的奖励 一下子都给了人尽了你 这之间的修为跨度太大 就像把一只大象塞进小猫的嘴里 差点直接暴体而亡 幸亏医药堂的长老们及时赶到 在他们对弟子的爱和医术下 才使其慢慢浸润你的灵魂 才减轻了你的肉体负担 可听到凌王宫的奖励 娱乐一脸迷茫 长老继续解释道 因为你舍己为人 主动走上高台接受考验 凭借坚强的意志与天静道心 搞定了考验 开启了大门 娱乐一脸迷茫地想着 这货在说啥玩意 只见长老直接将手搭在娱乐肩上 继续说道 凌王宫给予的奖励都是你应得的 而且后来你还冒着生命危险跑过去救人 然后用力一拉 将娱乐搂在怀里 说道 娱乐 我为问见门友你这样的弟子感到骄傲 而娱乐赶紧一脸嫌弃地推开长老 问道 那我现在还有啥子隐患目有啊 然后长老开始唐僧附体 没有隐患 好处还很多 紧接着继续噼里啪啦 阿咪豆腐一顿狂吹 就在愉快接近崩溃时 双手握住娱乐道 总之用一句话总结 那就是你直接可以开始从临近开始修行了 娱乐此时直接傻眼了 双手握拳说道 我累了 让我休息一会吧 长老刚走 娱乐直接笔划出了国际友好手势 直接崩溃大喊 那我不是更难死了 这个男主运气有多无敌 每次快死的时候总是今天逆转 这次还获得灵气贯体修为飙升 就在娱乐还在为修为飙升更难死表示苦恼时 医药堂外 大多数弟子伤势都已经恢复 唯有我们广哥伤势过重需要修养 很多弟子也都开始潜心修炼 而此时 左宇涵拿着秘制的白跑生鸡丹 满脸羞涩地感谢娱乐在试炼中的救命之恩 而娱乐却一脸不以为意 心里想着 他压的 都已经升级了 再叠个半 那不是更难死了 然后一脸随意地说道 况且你也在永道里救了我呀 平时和我那么不对付 却还毫不犹豫地救了我 说罢只见左宇涵满脸通 头顶冒出一阵阵热气 转过深奥娇地说道 不要算了 我那会只是觉得你更有机会 死两个还不如死一个 此时方清书边上看得一清二楚 笑道 这还要口是心非呀 于兄 你也别怪他 我与他相识比其他师兄弟早 之前就没少半嘴 我们也是凡人 遇到比自己强的 自然会嫉妒 会更求上进 但无论怎么样都追不上 心里无论是人与否 总归对强者存有一丝敬佩 时间久了 敬佩就会变成仰慕的了 娱乐听到这话心想 我只想求死 却误打误撞打击到他们了 左宇涵强行解释道 我生在王宫内院 甚至必须尽一切力量 抓住一切机会往上爬 人生十八载 一直如此行事 并以此为好 本以为纵然有人 天资背景远胜于我 却绝不会似我这般拼命 直到遇见你 我才明白自己错了 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人 还有这种境界 可还没等他说完 娱乐就打断了他 你没错 然后一脸肯定地说道 你的确有比旁人 更坚韧的心性 左师妹 你一定能在门内 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听到这话 左宇涵顿时间释然了 一堂的方亲书也说道 他可算明白了 可这话左宇涵就不爱听了 哐当两拳就是朝他们脑袋砸去 少肉麻了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对不起 说话就说话吗 怎么还动起手来啊 画面一转 灵王宫内 长老们在一处岩壁上 发现了一个长日 秘境试炼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并且法力高深 至少是天境修士 这个结论让他们震惊万分 进入这地方的只有广长老 和那群人近弟子 画面一转 娱乐他们满脸疑惑的被带了出来 娱乐疑问道 不是说养伤期间最好不要动吗 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 只见长老回答道 不用紧张 就是和你们说下调查密境的结果 我们发现这次事件幕后黑手 就在你们中间 娱乐见此惊讶道 什么幕后黑手藏在我们当中 是谁查出来了吗 只见这位长老马上介绍 边上一名老者 这位是仇长老 他会给你们示范一个法术 无必害怕 这是本门特有法术 施法者能看到 被查者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以此来找到那名幕后黑手 这话让左宇涵想起了小时候的重头 左宇涵激动地说道 那我们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怎么可以这样 而金发师妹问道 进入凌王宫的这里 怎么只有我们四个人 原来其他人已经被长老 带到别的房间 只见仇长老直接伸手师吧 第一个目标就是娱乐 而娱乐也一脸无所谓 心想反正也和自己没关系 就在手快要碰到的时候 心中一惊 突然想起 一旦记忆被看到 陈飞的身份就暴露了 想要重启咸鱼系统 只有两条路 第一是以陈飞的身份 老老实实当条咸鱼 寿终正寝 第二是披上娱乐马甲 以娱乐的身份想办法挂掉 可一旦被搜魂 不管是穿越者的身份 还是陈飞的身份都会暴露 以娱乐的名义做的事 全都会算在陈飞头上去 这算哪门子咸鱼啊 此刻娱乐坐立不安 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瑟瑟发抖时 丑长老看着娱乐问道 紧张什么呀 娱乐刚想开口解释 却被丑长老直接打断 比这种有难言之隐的我见多了 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完了 要暴露了 娱乐坐在那瑟瑟发抖 感觉马上要完蛋了 可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 在娱乐他们惊讶的目光中 房屋开始倒塌 而边上的长老感觉到这气息 居然是来自天津高手 这个男主已经快吓死了 差点就要被发现 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但就这时 边上轰的一声 飞出一道紫色深影 山羊湖长老大惊失色 是丁修远 他就是幕后黑手 娱乐满脸疑惑 丁修什么 什么修远 丁什么远 记名弟子中有这号人吗 而此时这道 被紫色灵力包裹的声音 终于露出了真身 只见边上长老大声说道 我们用法术看到 他毁坏灵王宫的过程 他身份是霸天门叛徒 天涯冷流白 长老们大为疑惑 冷流白已经天静 整个修真界也算一流高手 为什么要混入问贱门呢 只见冷流白漂浮在高口 冷冷地俯视着下方 口中说道 都怪你 我费尽心思进入问贱门 找到秘境中的传承宝物 却被你的二五仔吞进了肚子 娱乐此时一脸猛低 之前吞下去的那玩意 是上古法宝 紧接着只见冷流白 化为一道紫色闪电 直直地朝娱乐袭来 长老们连忙站在娱乐身前 准备施法抵挡 然而直接被冷流白轻松打破 只见几道剑气冲向娱乐 就在娱乐感慨着 意外之喜到来的时候 远处一道蓝光飞速袭来 直直地将剑气击散 这时清明剑转向冷流白飞去 冷流白只是挥了挥手 无数只乌鸦前扑后继地冲了上去 远处的长轿站在山顶 直接开始祭出大招 长老见状赶忙大海 是三龙九零剑气 快护住眼睛 此时的清明剑逐渐变亮 发出一道道蓝光 直接将乌鸦给击溃了 然后向冷流白洗去 轰的一声 一道巨大的光束淹没了冷流白 这一幕看到娱乐有点无语 此时冷流白应接这一记后 还一脸邪笑地说道 抓我 你们休想 说完他便全身冒起白光 嘣的一声 他竟然选择解体自爆 这一幕直接让娱乐惊得合不拢嘴 边上的左宇涵也感叹道 长轿也太厉害了吧 仅仅一把剑就将磨到的天晋高手逼得自爆 掌门这时也从山上飘落下来 刚刚落地 只见一群弟子直接跪倒 想跟着长轿学习法术 而娱乐此时却觉得事情太巧了 关键时刻凶手居然跳出来了 感觉像专门帮人背波的一样 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手便搭在他的脉搏上 也不知啥时候 长轿就来到了娱乐身旁 紧接着直接对着娱乐一顿突突突的乱点 完事后娱乐摸着身体 满脸疑问地看着长轿 只见长轿解释道 我刚听到摩修说你吞下了魔物 怕你扛不住 没想到你竟然丝毫不受影响 不过要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将魔物取出狠来 我便将它暂时封印在你体内 以免以后再有什么不测 而边上的长老也对着长轿一顿点 门一转 问键门又恢复了瓶颈 休息时一名弟子对着金发师妹说道 月儿师妹该喝药了 金发师妹毫不犹豫 端起药直接一口闷了 边上的师姐笑道 真厉害呀 这要汤苦的药面 从没人能像你喝得这么果断 听到这话 月儿笑着表示道 和我以前吃的苦头饼 这不算什么 一转眼来到了深夜 一面镜子传出了声音 功法拿到了吗 而镜子前赫然坐着的是柳月儿 只见柳月儿回答 弟子无能 任务失败了 冷流白死了 这个女人是卧底 潜伏在问剑门 想要夺取魔道至宝 柳月儿原本是原魔宗 收留的一群孤儿之一 在其十分年幼时 并被诱管到了原魔宗 年幼的她本以为 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家 本以为只要听话 就不用挨恶受冻 那时的她还沉浸在 对未来的憧憬中 可没想到这里噩梦的起点 无数的伙伴惨死在这里 脑海里不断被灌输着 要杀了所有人成为圣女 要效忠至高无上的宗主 只有如此才不会遭受抛弃 终于在最终宣发 获胜成为圣女 获取了魔宗继承人 职位的资格 并且被指派进入问剑门 而在这几个月中 魔道发生巨变 迷魂宗作为魔道大派 直接被灭门 其他魔门分刮了 其领地和资源 但有因为分赃不均 魔道开始混乱 就在娱乐等人 进入秘境前夕 柳月儿再次接到 原魔宗任务 原来原魔宗宗主 当年被追杀时 将一半法力 留在问剑门秘境内 需要其将它拿回 如此原魔宗宗主 就能恢复法力 一统魔道 柳月儿心想着 宗主天境七重天修为 居然只有一半法力 也应下了这次任务 但问题是秘境 乃是问剑门根基 根本找不到机会进入 这次恰巧因为 娱乐的不封魔不成活事件 长教允许 不分寄名婢子 提前进入试炼 在和冷刘白商议过后 在秘境一层引发地震 利用秘境原有的通道 让弟子全都掉入灵王宫 人多才能更好的隐藏身份 但成也风云 败也风云 费尽心思找的法力猪 居然被娱乐一口吞下 而一旦回到门中 无数间是法阵盯着 完全没机会动手 所以必须在秘境内 解决娱乐取出猪子 于是就有了冷刘白 震碎灵王宫的一幕 本想趁机结果了娱乐 取回佛猪 但万万没想到 娱乐逃命本是超一流 而且百分百躲避落实 本想追上去暗中出手 但奈何运气气差 一旦靠近娱乐 就被一大堆落势击中 最后快要得手时 还刚好被巨师击中倒地 最可恶的居然还顺势推了一把 将娱乐推出了洞外 当时情况紧急 无法及时清除痕迹 直接导致任务失败 冷刘白死了 而夜里柳月儿 联系上云魔宗宗主 云魔宗宗主因计划失败 而且还损失了 冷刘白大发雷霆 吓得柳月儿瑟瑟发抖 柳月儿强行解释 如果问剑门决心调查 冷刘白必定会被发现 只有柳月儿的体制能躲过追查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拿回法力 献计冷刘白这样的天定强者 也会将低问剑门的戒心 而且冷刘白的秘密也经过修改 绝对不会暴露原魔宗的存在 但云魔宗宗主却不听这些解释 并且让柳月儿必须拿回法力 柳月儿当场归地求饶 并且承诺一定杀了娱乐 拿回法力 而此时的娱乐一脸迷茫地躺在床上 想着天竞高手要保护的到底是谁 这个男主为了找出卧底 名思苦想一晚上 根本想不到卧底 居然是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的 金发师妹柳月儿 无奈地躺在床上想着 天竞的高手自爆挂了 还要保护的人 难道是徒弟或者子女 但马上又否定了 这完全不符合魔道的人设呀 那只可能是来自一个宗门或者组织的 并且另外一个卧底身份 肯定高于冷留白 让他不得不牺牲自己 想到这里娱乐一个鲤鱼打底 直接坐了起来 想着只要找到那个卧底 然后找出来 威胁他 那自己基本就死定了 但他压的卧底到底是谁 完全一点头绪都没有 而且连长老都没看出一点端倪 还有谁能识破呀 就在这时 娱乐突然想到了 自己还有系统啊 想起凌王宫里的警报 和倒计时惩罚那么突然 现在仔细想来 系统除了让自己嫌于死亡后 天下无敌的能力以外 其他看似不起眼的辅助能力 也强得离谱啊 回想之前每次提示 九死一生 必死无疑 还有警告 每次都能给出 当前情况最正确的判断 凌王宫倒塌的时候 按系统的尿性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我去救人 但最后也没有阻止 这说明 这压的就是玩预判的 还有之前杜河口 迷魂宗被错捕杨徽之时 当时系统说 赵雪莉独自前往必死无疑 而两人一起去救又一线生机 当时还不明白 必死之举哪来的生机 直到最后那少宗主抽出是魂番 我特么才知道一线生机是什么 明明我没见过那个杀雕少主 也不知道任何信息 但系统却一惊二楚 还给出九死一生的结论 如果不能对事情了如指掌 又怎么可能得出那么精准的结果呢 这份强盗可怕的消息收集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全知吗 所以系统绝对知道凌王宫事件真相 想到这里 娱乐直接召唤系统 飞声扑向系统 口中大喊 小童童 我来了 只见系统快速一闪 躲过娱乐的飞突 口中说道 讲人话 别抽风 然后扑通一声娱乐直接扎进了墙里 但也不忘问系统 大佬 你能告诉我冷留白保护的是谁吗 只见系统冷冷的表示不能 但娱乐这时大喜 本来只是猜测有这么个人 系统这回答那就是实锤了 这时系统也反应过来了 绝必是被娱乐套路了 赶紧说道 太晚了 赶紧休息吧 但娱乐哪里肯放弃 直接喊住系统说道 睡什么睡 起来嗨 说不说 不说我就不客气了 直接娱乐直接将系统立东在墙边 这差点给系统准不会了 但奈何系统直接移到雷电法王杨永信的大招 直接将娱乐差点垫成了渣渣 看着娱乐浑身散发着迷人的烤肉问 系统说道 系统开启之前 这类问题的你没有直接访问的权限 但娱乐怎么肯放弃 既然没权限直接问 那就间接地问好了 毕竟好不容易发现个金手指 怎么着都得蹭一蹭不是 此时系统也是一脸无语 只见娱乐说道 我想以我现在实力来玩个情景假设 如果我和广哥决议死战 那结果怎么样 只见系统回答 必死无疑 娱乐紧接着问道 方清叔 左宇涵 汤师傅 香飘飘 等等 这里好像混进来啥玩意了 只见系统统统都回答娱乐获胜 但问到柳月儿时 系统却突然回答 必死无疑 这下直接把娱乐精棱在了原地 心想 柳月儿 必死无疑 广哥到尽强者 必死没毛病 但柳月儿区区远禁 单挑的话怎么都不可能必死无疑啊 娱乐恍然大悟 另外一个黑手就是柳月儿 而且还隐藏了实力 但问题是怎么曝光她的身份 又能在她被抓之前 将自己搞死呢 她叫娱乐 一直计划着让自己意外死亡 没错 因为有个系统让她闲鱼过完一生 下辈子就能开启无敌外挂 但经历过无数次作死失败后 这次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 就在刚刚 娱乐通过系统辅助功能套出了还有一个握笔 那就是金发师妹柳月儿 而且柳月儿还隐藏着实力 但无论怎么问系统就是不说 于是娱乐继续开始套路系统 问道 如果我修炼道法 进去找柳月儿一决生死 结果怎么样 但没想到结果还是必死无疑 生至临近都必死无疑 于是刚刚问道 那我苦修道道境总没问题了吧 但系统居然再次回答 必死无疑 娱乐惊讶地表示 那如果天进一宠我能赢吗 这次系统终于回答 赢 此时娱乐已然得出结论 柳月儿至少道境而且实力绝对不低 但转念娱乐想了想 不管是不是冷流白同 隐瞒实力进入问键门 肯定有问题 但无论什么目的 只要用暴露卧底的身份威胁他 那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弄死自己 于是娱乐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暗暗开始计划 首先第一步 找个小树林 把人单独约出来 第二步 敲咪咪地揭露他卧底的身份 第三步 直接被他击杀 顺利狗蛋 进入下一世开启无敌系统 就在娱乐沉浸在完美计划的喜悦中时 系统直接看不下去准备闪了 但娱乐想了想 就算真的死了 但还是得想办法把事情通知下长调和长老啊 娱乐躺着想了许久 最终决定写下封遗书 然后塞在床底下 这样只要有人收拾遗物时 就能完美发现 那接下来计划的重点来了 如何接触柳悦 想着好像自己完全没有撩妹经验了 上学时埋头作业 工作时愣是干到穿越 找本子找资源没啥问题 找妹子啥得太难了 娱乐感觉万分无奈 好像也只能找人求助了 想和柳师妹深入交流下 你能帮我不 方青叔一脸邪笑 两眼冒光 深入交流 柳师妹 嘿嘿 娱乐刚想解释 哪想方青叔无嘴笑的 懂得懂得 你只是单纯想要和他认识 大部分人开始都是这样说的了 娱乐心想 这玩意不是从小住山里吗 咋就比懂王还懂呢 只见方青叔一脸认真的说道 放心了 我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的 然后继续说道 比起救命之恩 这算麻子啊 画面来到女弟子宿舍 只见方青叔挥手 向柳月儿道别 说道 就这么病了 我这就去告诉于兄啊 赫然方青叔已经搞定柳月儿 而柳月儿此时还想 真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 嗯嗯就有人给递指 居然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自恋的喃喃自语着 我咋就长了这么一张 昭桃花的脸呢 娱乐这是要坠入爱河了吗 不 这只是他作死的一部分计划 娱乐这次又制定出了 完美作死计划 这次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部分已经通过 方青叔协助完成一半 心里极为默契地想着 方青叔安排的地方确实不错 这么偏僻并且无人打扰 是个毁尸灭迹 杀人灭口的好地方啊 娱乐边上口不对心地夸奖道 今天真漂亮啊 娱乐心里暗暗想着 肯定不能直接暴露她是卧底 如果这样的话 系统指不定又会死到 这种完全就是找死行为 还好昨晚就针对 道径能识破谎言的特性 进行了周密且合理的特训嘛 按计划行事 让她知道自己暴露 此时的柳月儿因为娱乐的夸奖 装作羞涩地说道 谢谢 心里却暗暗想着 之前拒绝的她压得那么干脆 现在又主动找上门 肯定有鬼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你必死啊 这时边上娱乐打断道 师妹 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和你说 柳月儿在娱乐背后凝聚法力 假装疑惑地问道 啥事情啊 师兄 只见娱乐缓缓开头道 我怀疑伪装成丁修远的冷留白 还有帮凶在寄明弟子里 柳月儿听到这话 内心一惊 连凝聚的法力也无法维持 直接消散 故作惊慌地说道 神 什么 娱乐也假装关心地说道 你咋啦 没事吧 柳月儿心怀鬼胎 假装惶恐地表示 长老不都说没事听了吗 怎么会还有卧底呢 但内心却暗暗心惊 连道近长老都瞒过去了 应该不可能被一名人禁弟子发现 只见娱乐继续说道 我也是意外发现的 而柳月儿却表示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不告诉长老们啊 娱乐说道 我没证据 门派不可能凭借一面之词 就大动干堆的 而且那人瞒过长老的搜查 能力肯定不小啊 随意我想找你一起查查 而柳月儿假装疑惑问 为什么是我 难道你不怕我是卧底吗 只见娱乐答道 不怕 你内心和外表一样美丽善良 怎么会是可无可憎的卧底呢 柳月儿此时表现得一脸羞涩 内心却想 你压得才可无可憎呢 不过这家伙肯定有鬼 必须要试一试看看 于是羞涩地问道 那你觉得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是最可疑的呀 只见娱乐想都不想直接说道 左宇涵 而柳月儿则疑惑 左宇涵 看起来很正常啊 怎么就让你觉得可疑了呢 只见娱乐一本正经的胡扯道 他长得很邪性 柳月儿听到这话 也感觉有点不对 特么这完全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耍人的吧 只见娱乐继续说道 剩下的人有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知道 但目前就怀疑左宇涵 而柳月儿心想 前半段真话 后半段假的 这压的是个老油条啊 于是问道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只见娱乐答道 监视左宇涵 寻找蛛丝马迹 你们都在女生宿舍 你去监视比较方便 我希望你不要受到伤害 所以前往不要独自行动好了 而此时柳月儿嘴上答应了下来 但用密法感知娱乐去说的全是广别 让自己去监视左宇涵 还让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真正怀疑的人估计是自己的 这个男人发现了宗门里的卧底之后 留下一封遗书 准备约出卧底 然后让卧底将自己杀死 就在刚刚两人已经开始进入 各怀鬼胎的约会环节 柳月儿已经察觉娱乐开始怀疑自己了 但却不知道娱乐到底知道多少 而且感觉娱乐连自己的境界都已经摸清楚了 而此时的娱乐感觉气氛已经变化 知道对方已经察觉自己发现了卧底身份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动手结果的自己 但柳月儿心想 娱乐明明怀疑自己 却让自己去监视别人 到底要做什么呢 而且必须得搞清楚哪里露出的破绽 而是轻轻地叫了声 师兄 紧接着上前搂住娱乐的手 此时娱乐心想 踏压的 魔修都是这样动手的吗 这样估计得流血而亡吧 只见柳月儿贴着娱乐的耳边轻轻说道 师兄 你要人家帮忙 那可以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卧底的不 娱乐心想 踏压的 问这玩意干嘛 不是应该直接要了我小命吗 见娱乐没有回答 柳月儿将手搭在娱乐腿上 嘴里说道 连这个都不愿意说吗 是不是长老探查灵魂的时候 娱乐赶忙回答 不 不是 柳月儿继续诱惑道 难道还要早一些 而柳月儿的这动作 直接将娱乐下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反手直接将柳月儿推了出去 口中赶忙说道 别瞎想了 说了你也不会信他 心里暗暗想着 赶紧动手了 再不动手真要扛不住了 此时柳月儿心想 难道比灵王宫还要早 但之前完全没有接触 但突然反应 人进弟子突然多一次觅进机会 娱乐如此张扬引起注意 难不成 是为我创造机会 娱乐见柳月儿呆愣在原地 疑惑地问道 师妹 你这样看着弹马 心里暗暗想着 特压的 活修就这点脑子 难道还要暗示得再明显一点吗 而此时的柳月儿 直接残毒婆婆附体 不知道的可以去看十三集 柳月儿想着 估计第一天修行独木桥 真实的实力八成超越人静 根本就是为了让长老们获利 这家伙该不会第一天 就知道记名弟子里有卧底吧 但娱乐在边上看着却一脸疑惑 柳月儿继续脑补 看着表情掩饰得太明显了 感觉不太可能 或许是在进入凌王宫之前 发现记名弟子里有卧底的 敢忙问道 师兄是不是早知道 我们会跌入凌王宫 娱乐赶紧解释 你在瞎想什么呀 心里却想着 求别脑补了 上个董王 脑补地残毒婆婆 都把自己脑补到大西北冷冻去 柳月儿心想 这家伙在逃避 果然都是设计好的 现在事情都如他所愿 所以开始进一步试探自己了 我多久没遇到这种老奸巨华 宛如毒蛇一般的敌人了呀 就在柳月儿脑补之时 娱乐却想着 看着迷茫的样子 不会还没明白吧 看来得加把劲啊 于是赶忙说道 师妹啊 你好像很紧张啊 我帮你推秋千把 你好好放松下 想想我 一定能了解我的意图的呀 柳月儿听到这话 再次陷入脑补 果然有所图谋啊 他所图为何呢 于是试探地说道 师兄这么大费周章的 真的只是为了抓卧底吗 娱乐站在后面表示 不然你觉得我是闲着无聊吗 多探查下卧底信息 对宗门也有意啊 心里却想着 这次已经在违规边缘蹦的 这他压得还不明白 只见柳月儿说道 没想到平日里 对修行不感兴趣的于师兄 心里也念着宗门啊 但心里却想着 我之前猜测是对的 他在试探我 而且回答模糊不清 分明就知道我是道静了 娱乐一脸开心地回答道 那是自然 现在问键门是我最关心的 心里却暗暗想着 这下总要动手了吧 而柳月儿却还在秋千上 心里想着 娱乐到底在图谋什么 忽然感觉自己大概开道 心里暗暗惊讶 此人野心居然如此之大 居然图谋整个问键门 我原魔宗计划早就暴露了 他不告发是为了警告 我不要对问键门出手 问键门是他的 想到这里 脚直接落地 停了下来 娱乐刚满上前查看 还在娱乐想着 这柳月儿是个啥情况的时候 直接一掌击出娱乐口吐鲜血 连带吞进去的珠子也吐了出来 然后直直地掉落下了悬崖 看着掉落的珠子 柳月儿拿起来后 一脸阴森地望着 深不见底的悬崖 全剧中 娱乐试探卧底柳月儿 故意让柳月儿 将自己打落悬崖找死 虽然被柳月儿脑补了一堆 但还是被打入万丈深渊 画面来到悬崖底部 只见娱乐落在悬崖下 不知生死 此时边上传来 哒哒哒的脚步声 而娱乐并未按预想地 直接狗呆 只见娱乐坐了起来 背后传来一个女声 希望 我出去的希望 就在娱乐还在疑惑 这是哪里的时候 背后冒出一道黑影 娱乐缓缓转过后 只见一双闪着红光的眼睛 确定过眼神 这是对的人 娱乐直接被吓尿了 只见这个女人脖子和双手 被铁链束缚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要 不要害怕 不是 坏人 娱乐见此一脸诧异 转头看了看四周 心想 这家伙是啥情况啊 只见女人身后拖着长长的铁链 娱乐疑惑地问道 莫非是你救了我 这时女人疯狂点头 嘴里说道 嗯 我看到你 掉下来 然后解释道 之前看到有人正疯狂下落 眼看就要落地身亡 就用灵力化作巨手 在落地之前抓住了 然后拽到了洞里 娱乐此时已然身无可恋 心想 踏压的 难怪系统那么淡定 这特么又坠崖 又是被囚禁的室外高人 一看就是送外挂的 隔壁风信的穿越者 刚穿越就靠囚禁的老祖那绝世神功 这套路别想骗我修炼 就在娱乐愣神之际 一只手直接抓住了娱乐 只见女人嘴里说道 少年 看你修为低下 天赋不佳 我将功法传授与你和好 娱乐见此哪肯愿意 直接将女人推开 嘴里大喊 果然是这个发展 只见娱乐飞速躲到一边 口中大喊 别搞我 我真的不想再找修为了 再说了 前辈你哪位啊 只见红发女子双手插腰 傲娇地说道 我名泰淑丽 是一名天静十重的修士 娱乐见此也是一脸诧异 只见泰淑丽继续说道 少年人 你天赋这么差 拿到我的功法 修炼起来一日千里 那些同门再也不会瞧不起你了 可娱乐哪能愿意 赶忙摆手说道 同门没有瞧不起我 而泰淑丽说道 他们表面对你客客气气 暗地都在嘲笑你吧 娱乐见此表示说 他们都挺崇拜我的 泰淑丽不肯放弃 继续说道 你修为这么低 同最好的弟子相差甚远 境界什么的也慢于他人 但娱乐是谁啊 赶紧解释说 没有差距 我是最好的记名弟子 比第二名还要高级重天呢 泰淑丽见娱乐不想修炼 脸色也渐渐阴沉了下来 手中凝聚伶俐 直接冲向了娱乐 口中喊道 我等这一天 等了六百年 直接一击将娱乐击倒 口中继续说道 今天你不学也得学 这个男主有多老套 故意找死 结果在牙底碰到高人 还硬逼着他学习功法 不学直接被一击打倒 只见泰淑丽边上说道 你可是我出去的唯一希望 我怎么舍得要你的命呢 今天你不学也得学 我们慢慢来吧 嘿嘿 然后完全不顾娱乐感受 只见用铁链将娱乐捆了起来 画面来到柳月儿房间 只见柳月儿看着桌子上的桌子 心想 咋回事啊 没有一点法力 就是普通的玉石啊 难不成 法力转移到娱乐身上了 而画面再次回到牙底 娱乐看着泰淑丽 只见泰淑丽拿着石头在牙壁上刻画着 嘴里难难道 我已经多久没见过外面的天空了 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 泰淑丽被人追杀 被追杀至悬崖边上 走投无路 眼看后面的追兵马上就到 看着悬崖 心想被抓到的弹撞 他咬牙决然 纵身一跃 跳下了悬崖 后方追兵也赶到了 口中还大喊着 快 前面是悬崖 他没有地方跑了 可当他们来到悬崖边 却没有发现泰淑丽的身影 其中一人口中说道 左屎都看过了 这里没人 他应该是跳下去了 只见左屎说道 前面是问剑门的地盘 有护山大阵 不能硬闯 边上的妹子不满地表示 可恶 难得找到个合适的 白费老娘两年功夫 差一步就能将她练成单样 没想到这丫头 连脱皮秘书都学会了 只见左屎表示 她是魔戒百年来难得的天才 出身魔修世家 又修遍了大部分魔门的绝学 想要困住她 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完 她便伸出双指 用神识探测着整个悬崖 可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动静 边上妹子问道 如何 结果左屎说道 没动静 凉透了 眼看没有办法 他们便匆匆地离开了 但万万没想到 掉入悬崖的太书立 竟然没有死 只见太书立缓缓站起 奄奄一息地向前走着 心想 散尽了修为才逃出来 现在却跑到了 魔修四敌问剑门的地盘 他们若是还敢追 本姑娘就算摇也要 咬死那群王八蛋 随后缓慢地走进了一个洞穴 可洞穴里面的东西 直接让他惊呆了 只见洞里堆积着 无数的金银财宝 法器 功法 见此太书立竟直走向财宝 随手抽出一本秘籍 上写的赫然是赤阳魔君 这直接让太书立高兴地 瘫坐了下来 万万没想到 被他误打误撞找到了 第一魔修存放 传承功法的地方 有了他们 我一定能重回巅峰 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道道锁链朝他袭来 紧接着他的四肢便被绑了起来 就在太书立一货锁链 从哪里来的时候 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团火焰 化作一个人形 口中说道 别挣扎了 修为没有天境 十重天是争不开的 听到这话 太书立怒吼道 别再想困住我 混蛋 看着眼前的太书立 火人解释道 不要害怕 吴就是赤阳魔君 吴设下这处阵法 是为了帮你平地外界干扰 安心的在此修炼 吴生前帮过楼椅脱离苦海 却遭受正道设计 被上百天境修饰为功 剩下这一缕残忽 太书立见此一脸紧张 但赤阳魔君继续说道 此阵会将吴的所有修为 都传给你 你登鼓其家 不出百年便可达到天境 学完你就可以出去 屠杀问剑门满门 为吴报仇 说完赤阳魔君便消散了 而太书立即得口中大喊 喂 别走啊 放开我 越想越气 口中再次大喊道 什么问剑门 我只想撕了那群 抓我的王八蛋 放我出去啊 这个女人有多惨 被当成炼丹的药材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有被磨到第一修饰逼迫 困在崖底修炼 不到天境无法出去 太书立没办法 只能在崖底修炼 山中无岁月 也不知道修炼了多久 突然某一天 太书立睁开了眼睛 浑身爆发出惊人的气势 过了许久 才缓缓落下 然后口中大喊道 臭老头 我学完了 天境十重天 都三百年了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只见远处飞来一缕火焰 传出一道声音 你果然天赋异禀了 工具炼成 吴终于可以报仇了 太书立呆呆地望着赤阳魔君 只见赤阳魔君继续说道 无死前呕心沥血的挖山洞 射阵法 留宝物 你觉得是为了什么 太书立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紧张地望着赤阳魔君 只见他继续说道 不过天境十重确实可以震碎所炼 但也会放出魔器 问剑门上下会第一时间知道你的位置 太书立大声志问道 我现在可是天境十重 就算问剑门的人来了 也可以一站了 只见赤阳魔君大笑道 当场无都没躲过一劫 更何况你 你以为无真要助你修炼 等着你去为无报仇吗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一辈子躲在山洞里 要么自暴殒身 引你天境十重的修为 可以一波带走整个问剑门 太书立见词也直接贪软在地 在经历过不知道多少个春夏秋冬之后 终于在大概三百年后 太书立躺在洞中 想着难道真要一辈子待在洞里吗 口中还大喊 我要洗澡 我要吃好吃的 我要穿漂亮衣服 忽然脑中灵光一现 既然身体出不去 可是灵魂就不一定了呀 于是想到了替身傀儡 可以和别人魂魄互换 接下来就是等一个冤大头 然后就是先前发生的娱乐 被柳月儿打下悬崖的那一幕 太书立在崖底听到娱乐掉落的声音 于是就发生了救下娱乐的那一幕 而此时的娱乐就像被炸干的样子 而太书立则坐在乐哥身上 哪有按着别人传法力 可由于以为娱乐修为只有仁静 实在是太弱了 想要对他灵魂互换 必须先花上很长时间 但又不能让娱乐也被困在这里 而且仁静会被饿死 还有完成法术也需要骗娱乐配 不过首先要让他回去提升修为 到达法界 再按计划慢慢来 太书立俯身看着娱乐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小肚子胀胀的 好像有什么要涌出来一般 他的这个动作让娱乐有点挺不住 太书立心想 传魂通道搭境完成 虽然只能传过去一点 再恐吓一下他 让他努力提升到法界 就可以完善通道了 于是说道 哈哈哈哈 你完了 我刚刚在你身上下了血树 你已经是我的傀儡了 听到这话娱乐有点猛逼了 随后太书立挥了挥手指 娱乐立马坐了起来 紧接着转了下手指 娱乐直接像一条脱缰的哈士奇 围着太书立打断 太书立高兴地说道 生杀雨罗 姓归我手 你怕了吧 而娱乐满脑子问候 想着 这家伙控制我的身体要干嘛 可又仔细想想 这家伙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现在又突然控制我的身体 为什么呢 身体 灵魂 难道 于是开口问道 前辈你想出去 只见太书立像个二哈士的疯狂的 娱乐随即说道 您被这么大劲传功 是想借我逃出去吧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做不到 需要我达成某个条件才行吧 太书立听到这里也是大惊 心想 啥玩意 居然被看穿了 这年头问见门弟子都这么聪明了吗 眼看被娱乐发现 他只能坦白说出了一切 我就明说了 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我的话 按照我说的修炼 而娱乐却想着 怎么办 一个天静的魔修 若是离开这里极有可能危害事件 可我坚决不帮他 按现在情况 系统必定会判定我找死 没等到娱乐回答 太书立急切地喊道 你小子为什么还不答应我 然后好像发现了什么说道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要那个吧 这个男主有多惨 为了作死开启系统 故意被打下悬崖 但狗血的是崖底高人救了他 还准备给他超级功法 但无论如何娱乐也不愿意打 这可把太书立急坏了 但好像发现了什么说道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要那个吧 只见太书立掏出一大箱金银财宝 葵花宝典还说得过去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七龙珠 路飞的帽子 过分的是 特么这还有数码宝贝的游戏机 只见太书立抱着宝箱对娱乐说道 这些宝物都给你 秘籍也可以帮你修炼到法径 里面还有我几百年琢磨出来的修炼功法 只见娱乐赶忙摆摆手 说道 前辈不要这么热情啊 我不想再长修为了呀 而且这些都是摩修功法呀 听到这话 太书立直接把宝箱甩开 扑向娱乐嘴里说道 你是在担心这里呀 我有一门独创的双修之法 可以帮到你 来吧 我现在让你感受摩修的乐趣 娱乐一脸不情愿地推开太书立 嘴里说道 姑娘 前辈 姑奶奶 我求你了 这玩笑不能乱开呀 娱乐此时只能大喊 求放过呀 而太书立哪肯放弃这出去的机会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太书立好像又想到了什么 但这表情直接让娱乐感觉有点不妙 只见太书立神色低沉地表示 原来功法必须得要三修才可以 可随后他嘴角微微扬起 说道 不过无妨 这六百年来太无聊了 所以我琢磨出了一个化身 然后二话不说便将娱乐用铁链困住 这弄得娱乐有点错不及防 可早已为时已晚 原来太书立所说的三修功法 是由彼此的真元经过彼此的身体调制一番后 再回转到本体身上 这种来回贯穿的感觉会让人欲罢不能 此刻太书立已经爬到娱乐身上 而娱乐唯一能动的只有他的小手 嘴里只能挣扎地喊道 别啊 别 住手啊 眼看就要开始三修了 就在这紧要关头 娱乐使出了洪荒之力 直接将太书立推开 然后连忙跑到远处 五体投地地恳求道 前辈啊 俺错了 俺不用传功 也不用换什么魔修体制 我回去一定好好修炼 求放过呀 而被推开的太书立此时十分疑惑 但随后好像心怀鬼胎地说道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 那我也不为难你了 然后伸出手 对着娱乐说道 那你上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修炼哦 这样我就能重新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一定要记住哦 但这动作差点给娱乐都整不回了 这个男主有多爽 掉下悬崖遇到美女前辈要教他修炼 而且还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三修功法 但作为正直的主角 娱乐这么可能会接受呢 太书立眼看没法说服娱乐 没办法只能放弃三修的想法 但好像有想到了什么主意 说道 那个谁谁谁谁过来 我教你用这些法器 娱乐赶忙说道 前辈 我有名字的 太书立拿着法器问道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娱乐坐在那无奈地回答道 我叫娱乐 可下一秒直接让他原地炸裂 只见太书立笑道 哈哈哈哈 好蠢的名字 娱乐崩溃的大喊 不是你要问的吗 一顿玩闹之后 娱乐将宝物工法装装满了几个袋 心想着 带这么多应该够了 反正也不想练 但嘴里还客气地对太书立说道 前辈 那这些法宝秘籍我就带走 听到这话太书立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带走吧 带走吧 反正我也用不到 于是娱乐直接躺起一麻袋 宝物朝洞口走去 太书立看着娱乐远去的背影 喊道 快点回来啊 我会等你的 然后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转身看向宝藏 其实早就已经谋划好了一切 而娱乐这边 此时也抵达到悬崖底部 探着高耸露云的悬崖 乐哥想着 这悬崖应该能直接上去了吧 随后他准备试试看 双脚用力这么一蹬 只听见哒哒哒的直接跳了上去 此刻来到半山腰的他突然停了下来 心想着 修仙还真是他压得方便啊 而且前辈传给我的功法还挺 可还未等他想完 就发现不对劲 他的手脚不知道怎么了都不停手了 紧接着于乐身体中窜出一道灵魂 灵魂大笑道 六百年了 我终于又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娱乐看到背后冒出的魂体 差点眼珠子都吓掉了 大惊道 这声音 钱 前辈 你你你你 只见太树立的魂体解释道 我的完整体确实要等你了 但分出点灵体见你身体 见你所见 听你说听 还是没啥问题的了 还特意警告娱乐 你要是把事情告诉剑门老头 我也可以用这一次灵体杀了牛 明白不 听到这话娱乐也是一脸无奈 心想着 特别要是告诉长教 又变成一个自主找死的行为 系统啊 啥时候能宽限点权限啊 但这些也都是后话 还是得先回去再说 只见娱乐用力一灯 整个人直接飞了上去 可就在这时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现意外了 当的一声 娱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一下 正在疑惑的时候 上方传来一个女生 是你 娱乐定睛一看 好家伙 居然是柳月儿跑下来了 娱乐修为达到天晋石虫了 原来就在刚刚 还在问剑门休息的柳月儿收到消息 原魔宗暗影已经查到娱乐的身份了 回禀圣女 那娱乐并未有太多信息 不过根据残毒婆婆本人所言 此人乃万魔祖师之子 听到这话 柳月儿脸色立马阴沉下来 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 回想起娱乐之前的事情 她已经有点相信这娱乐的身份了 但突然反应过来 随后连忙跑出休息室 如果娱乐真是万魔祖师之子 那么她师尊的伴术修为 怕不是被娱乐归为己有 所以她现在要做的事 尽快找到娱乐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于是便来到了娱乐掉下去的地方 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 想都没想便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可在下落的途中 不知撞到了什么东西停了下来 当柳月儿回过神探向碰撞的雾眼 发现竟然是娱乐 此刻的她全身散发着红光灵力 而这灵力让柳月儿嗅到死亡的气息 随后大惊失色 没有错 此刻娱乐的表面的修为 居然是天进石虫 吓得柳月儿把腿就跑 差那间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边跑还边想着 她不展露实力 果然是骗我自己送上门 她要干什么 杀了我吗 我还逃得掉吗 然而此时的娱乐却被太疏离控制 动也动不了 娱乐赶忙问道 前辈 我又动不了了 不要擅自用我的身体啊 紧接着太疏离从娱乐身体中冒了出来 惊慌失措地说道 完了 我被发现了 她一定去禀告问键门了 我还没逃出去就要死了吗 娱乐尴尬地说道 前辈出息点了 别慌 她也是个魔修 这直接让智商不是很高的太疏离疑惑了 问道 啥 那你们衣服怎么样啊 娱乐见词也开始解释 将事情原委大致地说了一遍 没想到最后居然还被太疏离嫌弃辣机 被一个倒进的小丫头打下悬崖 还说没有自己出手 就真的死定了 而娱乐一脸郁闷 想着 怎么要不是你坏我好事 我现在都已经重生开挂了 镜头来到弟子宿舍 此时柳月尔对着镜子里的魔尊 讲述了娱乐的事情 害怕被迁怒 还特意强调 突然发现猪串上的法力被娱乐吞掉后 想下去看看能不能拿回来 但意外撞见娱乐的秘密 要是跑慢一点 恐怕就要被灭口了 而原魔宗宗主听到法力居然被吞了 刚想发火 但柳月尔胆忙说道 前些日子让人调查娱乐 有消息说他是万魔祖师之子 原魔宗宗主见此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不 残毒大概弄错了 娱乐爵不是万魔祖师之子 万魔祖师失踪前绝无任何子次 他失踪至今仅有二十余年 真有孩子也未满三十 练不了他的万魔爵 不可能到得了天境 娱乐绝对不是雨水欢的儿子 哪怕雨水欢昏了头 牺牲一身修为也不可能 柳月尔听到这里 一脸迷茫地问道 那他到底是 而魔宗宗主说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大概就是万魔祖师本人 这个男主永远都是别人的脑补对象 之前被脑补成万魔祖师之子 这次更是李普妈妈给李普开门 直接被脑补成了万魔祖师本人 面对原魔宗宗主的脑补 柳月尔陷入沉思 只见原魔宗宗主继续说道 魔道天境石虫的强者 就我们几个人 谁都不会跑去问剑门 只有二十年前失踪的魔道祖师最有可能 而且他失踪前 说是亏到了天境以上的境界 现在出现在问剑门 估计是问剑门能助他进一步突破 而且根据他故意接近你 当说到这里 原魔宗宗主再次化身董王 说道 那位师董啊 他就是图你可以先魔同修的身体 他要用你的身体先魔同修 可就在此时 一只手推开了门 左雨晗突然打开大门 直接吓得柳月儿瑟瑟发抖 还以为被发现了 缓缓转过头叫道 左 左师妹 而左雨寒满脸疑惑地说道 你没事吧 大白天躲在屋里干嘛 长老找我们集合呢 这是原魔宗宗主也赶紧掐断了视频通话 画面来到另外一边 只见一份信在被缓缓燃烧着 原来是余乐回到了寝室 烧着之前的遗书 在那里想着柳月儿的事情 可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小子 你在烧什么呀 原来是太书利 在余乐回宗门后便没了动静 还以为他睡着了 还顺便告诉太书利 最近最好藏起来 过几天人进弟子有个考核 到时候被长老盯着 露出破绽就不妙了 太书利被困六百年 有点兴奋地说道 人进弟子考核 那是啥玩意 好玩不 余乐赶紧解释 那是问贱门对新入门弟子的考核 考核不通过就得下山了 心里想着 本想着进入问贱门找死比较容易 但居然失败了这么多次 这次一定得要把握机会 回想起自己身上 还有凌王宫奖励的粉丽 还有那一道被长教封印的珠串法力 必须得想办法破掉 再加个debuff 而太书利居然还不刀到 我感觉你身体里有两股很强的法力 让你到深道邻近洒洒水啊 一个考核而已很简单就搞定了 这话一出 娱乐当场差点直接自闭 只求太书利不要再说下去 画面来到记名弟子大讲堂 只见方青叔坐在娱乐边上开始八卦 看样子不太顺利啊 但娱乐心思完全不在这边 眼神犀利的盯着柳月儿 想着柳月儿居然冒着被揭发的风险还留着 出了要杀自己 估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可娱乐背后太书利突然冒了出来 也开始八卦道 呦吼 你小情人也在啊 看见太书利出现 娱乐也吓了一大跳 连忙说道 前辈啊 现在不是你出场的时候啊 而柳月儿此时也瑟瑟发抖的想着 没告发 还知道我是卧底 装作和平时一样 师父果然没说错 然后想着他师父说的计划 先留在问剑门 刺激引于乐露出马脚 然后让问剑门的人 从手杀了娱乐 而且要用自己的身体做修炼容器 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这个男主又要继续秘境试炼 之前已经出了那么多次意外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等待 记名弟子大讲堂内 长老正式宣布 三日后人近四重以上弟子 将再次进入秘境考核 听到这话 堂下的记名弟子议论纷纷 本以为上次意外能直接划水头 但没想到居然又来了 而面对这次考核 左与韩和方清书都是信心十足 刘悦儿却害怕的瑟瑟发动 想着必须弄死于乐 弄死了于乐就不用干净受怕烦 可长老的一声安静 又回到了秘境讲解时间 虽然秘境照常开启 但这次秘境有点变动 以往在秘境中只要收集起五枚翠石 投入火山内就算完成考核 不能多拿 也禁止抢夺他人翠石 五枚翠石的灵力 对人近弟子来说虽是很丰厚的奖励 但是本质上对优秀弟子很不公平 无利于培养人才 所以本次考核 门内决定适用新规则 将在秘境中投放211枚翠石 听到这话 于乐几人惊呆了 既不限制每人获取翠石的数量 还允许互相争夺 抢夺的翠石越多 修为提升的也会越高 战斗要做到点到为止 并且考核期间会有巡逻修饰 这样避免你们失手杀人 这一次的新规比以前激进很多 看来是前段时间秘境考核所影响 只开始议论纷纷 想要提前组队制衡娱乐他们几个高手 而柳月儿听到这话心里想着 一群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 一群修饰护着不能下死手 还只能在秘境内争夺 能培养个鬼的人才啊 这次不能太折腾 如果再露出一点马脚 估计会招来邓凶猛的调查 但上一次秘境中意外发现 火山口下面有一处不受监控的密室 而且那里还有各道镜妖兽看守 刚好可以逼娱乐暴露 只需要将娱乐引入密室 再趁机偷袭妖兽让他狂暴化 最后将密室洞口锁死 让娱乐与妖兽在密室里厮杀 面对妖兽 只要动用魔道法律 温健门的高手就会闻风赶到 那娱乐就必死无疑了 但重要的是 该如何将娱乐引进密室 画面一转 于是柳月儿将方清书佐宇寒叫了过来 原来他想借方清书之手 将娱乐引进密室内 想让方清书在考核过半的时候 将娱乐叫过去 方清书还以为柳月儿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柳月儿双手无脸 故作羞涩地说道 我想知道他到底有多重视我 会不会为了我抛开试炼 为我冒险 方清书想到之前娱乐和柳月儿的事情 也没多想 就答应了下来 虽然柳月儿嘱咐他们不要告诉娱乐 但没想到转眼 方清书就找到了娱乐 直接将柳月儿卖了得干净 将柳月儿的计划告诉了娱乐 然而这一幕却被远处的柳月儿 看得一清二楚 想着 我特么找你们帮忙珍视 倒霉妈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娱乐有点尴尬地说道 设下考验 来确定真心 谢谢你们特意告诉我 但也已经意识到 柳月儿是想弄死他 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你觉得这次娱乐能成功死掉吗 这个男主在这追蝴蝶 但实际上是被怪物追杀 温健门考核已经正式开始了 面对着大屏幕 看着考核中的弟子 经过上次的试炼 弟子们的进步非常大 弟子已经能直面鬼怪了 但看向娱乐 这祸像发情的公斗 到处东奔西跑 看着长老们只叹息 这个娱乐啥情况 听说最近早恋了 是不是懈怠了 但广哥觉得 以娱乐天静的道心 不可能被这种事情影响 说道 我倒觉得他是有意为止 虽然一下子不知道原因 但答案肯定会出现在 这次试炼中 然后众长老看向 柳月儿这边 此时他已经来到了 计划中的火山口 朝着沸腾的熔岩中 不断地寻找着什么 终于找到了机关 成功打开密室 谁也想不到机关 会在岩浆了 上次发现 有只道火熔岩 被人用法阵隔绝 而且实力接近道尽 实属罕见 寻常的道火熔岩 最多也就法径 柳月儿走进密室 看到一只沉睡的 道火熔岩 被人用法阵控制住 虽然他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不能进击 刚好可以用来对付娱乐 于是赶紧在 熔岩边上来回跑了起来 没过一会 便布置好了阵法 接下来就差将娱乐 引过来 然后刺激熔岩 使其狂暴化 自己在趁机 用传送阵逃离就完事了 但突然想起 还没画传送法阵 到时候密室唯一的门封场 只能用传送法阵出去 而且这种一次性法阵 用完一次就自动销毁 接下来就差引娱乐入敌了 镜头来到娱乐这边 只见娱乐 从一处草丛窜了出来 原来从考核开始后 娱乐便被太书立控制了身体 不停地在这里溜达 是为了摸索环境 原来太书立听到柳月儿 要在火山测试娱乐 想趁机在火山 设下陷阱杀了柳月儿 这样就不会去告灭了 然而娱乐哪会愿意 心里想着 柳月儿的暗杀大忌 只能由自己来守护 太书立继续说道 你怎么能相信魔教卧底啊 他随时可能翻脸 只有杀了 还能安心 你再叨叨 我就用你的身体 在那些监控下跳脱衣物 听到这话 娱乐赶紧就妥协了 比起大型射死现场 还是杀了吧 于是问起了 要怎么样布置陷阱 只见太书立控制娱乐 写笑头 既然他把地点 选在了火山内部 我们当然就要阴地置疑 用岩浆烧死他 娱乐想到 火山听起来很危险 自己也许一下子 也跟着遭殃了 但太书立马上说道 等一下你可能要吃点苦头 然后手指指向额头 娱乐本来还疑惑 这是要干嘛 可下一秒 他直接大吊起来 钱 前辈 你做了什么 我的头好疼了 只见太书立说道 你忍忍哈 只是把用法术 收集的信息 全部灌进了你的脑 但马上娱乐就不疼了 太书立一下就惊道了 仔细检查了下娱乐脑部 检查完直接愣了 娱乐脑部空间内 太书立疑惑地说道 你的魂魄不是人尽该有的强度了 但紧接着就不去理会了 直接逃出一个火山模型 说道 这是之前收集的信息 火山内部结构图 阵法分布 而之前送的法宝太虚品 能隔断法力流动 现在确定火山里的地下和阵法分布 等一下只要找到关键点 用太虚品引起法阵纹乱 引出岩浆 就能直接战掉柳悦儿了 这个男主是个精神分裂吧 不 只不过他体内有个灵魂 太书立刚刚已经探索了整个秘境 似乎发现了可以坑杀柳悦儿的绝佳地方 这样处于灵魂状态的娱乐很是无语 太书立发现火山内有许多阵法 每个都是陷阱 只要触发便能立马刺激到中间那头盗火熔园 这妖兽虽然温顺 但被惹怒不咬死个把人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在这层层叠叠的阵法里 直接将整个密室封锁的密布透风 只要把柳悦儿引进来 他就死定了 太书立还在疑惑 是谁布置得这么完美 娱乐心想 这绝必是柳悦儿布置得了 突然太书立还在火山内发现了传送法阵 只要等密室封死后 这个传送法阵就是最佳的逃跑路线 属于灵魂状态的娱乐一想便知道是柳悦儿的杰作 可现在身体被太书立控制着 要是太书立干掉了柳悦儿 自己不是死不掉了吗 看来要再拿回身体前 保住柳悦儿的性命才行 于是赶忙和太书立说 这个计划有漏洞 单纯的太书立完全没有意识到 娱乐在忽悠他 娱乐接着说道 使用魔道传送法阵 会造成法力波动 这样会被问贱门发现的 太书立觉得有柳悦儿都没啥问题 但娱乐说道 他们要是查看我们的记忆 你的身份会暴露啊 上次秘境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所有人都被抓起来调查 掌门还亲自出手逼的一个天津高手自报 听到这话太书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思考片刻后 他决定不用这个传送法阵 说完手指指向传送法阵施展法术 这让娱乐有些猛逼 随后太书立解释道 好了 我略施小数 将这个传送法阵报废了 然后锁死密室和后门 那个小内奸照样死定了 听完娱乐直接崩溃 怎么还有个后门 画面一转 只见太书立控制着娱乐的身体 快速地奔跑 此时还是处于灵魂状态的娱乐 刚才白忽悠了半天 得想想别的办法 绝不能让他碰上柳月儿 紧接着灵光一闪 娱乐想到了办法 说到 前辈柳月儿神秘失踪 火山内又出现密室和传送阵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或许有着某种联系 或许柳月儿来 火山布置考验时 恰好碰到了打开密室的神秘人 于是神秘人 可太书立直接否定了娱乐的想法 因为连他在秘境中杀人都要小心翼翼 如果出了人命 问剑门必然追查 他怎么可能敢直接动手 听到这话娱乐说道 没错 所以我猜神秘人把柳月儿藏在了隐蔽之处 我们应该优先去人际稀少的地方找吧 奔跑的太书立突然停了下来 似乎觉得娱乐说的有些道理 娱乐心想着 接下来只要把太书立的时间耗完 柳月儿的小命就保住了 连太书立都觉得优秀的陷阱 这种人才 自己挂掉之前绝对不能挂 正当他们要去火山后方没有人地方找找 边上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便是柳月儿 只见柳月儿一记飞龙探云水 将朝娱乐袭来 一眨眼的攻步 身上的袋子便被他给抢走了 抢到袋子的柳月儿还停留了一小棍 似乎在嘲笑他的无能 然后刷的一下钻进了草红直接消失了 太书立见到东西被抢 直接气得原地爆炸 发誓一定要杀了柳月儿 你敢相信堂堂天晋时中的顶级强者 竟然被人偷袭连身上的东西也被抢走 甚至还嚣张地站那挑衅了下 似乎在嘲笑他的无能 直接把太书立给气得原地爆炸 一定要柳月儿死无葬身之地 画面来到另外一边 在秘境一处山谷 只见两道身影正分配着翠石 原来是左宇涵和放轻书 而他们身后还有一大群弟子 这群弟子都是奔着他们两人手里的翠石来的 但只听见砰砰砰的几声 结果一顿激烈的争斗 只见左宇涵毫发无伤地站那嘲讽他 就凭你们几个还敢来抢碎石 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看着众弟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左宇涵和方轻书表现无疑是最抢眼的 广哥在监控法阵前对着重长老说道 之后互相争夺的大混战 才是这次试炼真正的考核 就看他们能不能守得住身上的翠石了 但娱乐的身影怎么都没法找到 画面来到娱乐这边 只见柳月儿猜想 娱乐为了隐藏身份 肯定会积极地参与考核 把他收集的翠石都抢了 肯定会乖乖地跟上来 结果也和他想的一样 只见太树立控制着娱乐的身体在后面狂追 而灵魂状态的娱乐在还在劝说 前辈啊 前面就是火山密室了 别追了呀 但一点用都没有 柳月儿和太树立都想着对方进入密室 然后要了对方小命 没过多久他们便互相追逐地来到了洞口 此刻柳月儿站在法阵之上等待着娱乐的到来 太树立也没辜负柳月儿的期盼 直接追到了阵法边上 柳月儿直接开始触发法阵 激怒阵中的盗火龙元 随着嗡个一声 法阵直接启动了 火山内的出口全部关闭 太树立这时也意识到不不对劲了 只见阵法中的盗火龙元缓缓睁开眼睛 并发了风势的不断从口中喷出火球 此刻太树立控制着娱乐不断躲避 娱乐也提醒他赶紧想法子离开 柳月儿这时兴奋地想到 娱乐 你就乖乖在这等死吧 紧接着就准备启动传送阵法离开 但他不知道的是阵法早就被太树立破坏了 此时空气都突然安静了下来 柳月儿满头大汗地想着 到底啥情况 怎么会没反应呢 盗火龙元此时还在疯狂地喷射着火焰 越来越多的火球从天而降 柳月儿大骂阵法垃圾 但马上柳月儿就发现不对劲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阵法上多了几笔 这才让阵法无法启动 可就在这时 柳月儿发现不对 转身一看 只见余乐挥着砂锅大的拳头向他出来 眼看马上就要挂了 柳月儿吓得大喊 不要啊 不要杀我呀 但太树立根本就没想现在杀了他 只是感觉之前被抢了袋子很丢人 所以感觉还是得抢回来 柳月儿还因为余乐不杀他 是因为密室被锁死了 需要他帮忙找出口 可万万没想到 转眼余乐就像脱缰的二哈直接就跑了 嘴里还喊着 你就在这里喂大蜥蜴吧 柳月儿这才反应 原来余乐居然找到了一个后门 直接从后面跑掉了 有句话叫no做no die 自己设计的陷阱就要把自己坑杀了怎么办 在线等 急 就在刚刚 柳月儿本以为余乐这次落到自己的陷阱里了 但万万没想到 传送阵被破坏 余乐还从后面直接溜走了 走了就算了 居然还把门给关起来了 看着被关闭的石门 柳月儿此时有点欲哭无泪 本来想坑杀余乐 结果怎么会这样啊 而此时火山顶上 几颗碎石掉落到岩江里 紧接着爆发出一阵蓝光 有人用翠石提升了境界 仅仅用了三颗翠石就将实力 从人进四重提升到了五重 众长老看着监视法阵 有弟子说道 关卡内的翠石已经快被拿光 就是回收慢了点 而广哥关心到弟子们能否通过这次实战 提升实战能力 而变上的长老笑道 紫鱼啊 你这爱操心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呀 而此时的太书丽正在逼问余乐 感觉余乐早就知道了 眼神阴森地看着余乐的灵魂 问道 那个小内奸一路引我进密室 还启动法阵惊醒到火龙园 他就是那个神秘人 可话音未落 只见太书丽口中冒烟 直接倒了下去 余乐刚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还没等反应过来 体内传来一阵犀利 将余乐的灵魂吸到体内 然后直接获取了身体的权限 这才反应过来太书丽时间到了 身体回来了 但必须得赶快就柳悦儿出来 余乐赶紧起身推动诗门 但无论怎么用力 诗门都纹丝不动 余乐此时有点难受了 这门锁死了 柳悦儿可真的是厉害了 自己挖的坑居然自己得跳进去了 马上余乐好像想到什么办法 需要柳悦儿配合 但隔着这么厚的眼笔 完全沟通不到啊 但这时脑中内传来声音 余乐求求你了 只要救我 我就把身子给你 余乐听到这话 心里一阵无语 啥 先是太疏离 现在柳悦儿 怎么个个都缠自己身子呢 这修仙也太危险了吧 但余乐马上反应过来了 不对啊 特么怎么柳悦儿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脑袋里呢 而在密室内的柳悦儿 此刻的情形不容乐观 柳悦儿急忙让余乐先别管那么多 先就自己出去 此时柳悦儿被盗火荣源 已经追得到处跑 但以盗火荣源的实力 哪是那么容易躲的 只见一个大火球 直接击中柳悦儿 然后冬的一下砸到了石壁上 这直接让余乐差点没急死 赶紧大喊道 鸭的 你没事吧 还活着吗 而柳悦儿此时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想着 堂堂道尽石虫的修为 却被追着了 要不是怕使用法力被问贱门发现 早就干掉他了 只能靠着手中的传音符联系余乐 但在柳悦儿意识里 这一切都是余乐所造成的 甚至觉得他为了得到自己的身体 故意设计将他关在这里 所以他想好了 于是大喊道 余乐求求你 只要就问出去 我一定把身子给你 但心里缺响的 出去后一定要杀了余乐 但听到这话的余乐一脸猛低 完全不知道柳悦儿什么意思 这事倒是怎么了 太疏离要献身子就算了 他柳悦儿怎么也来凑热闹 是自己干了什么 让他们产生了误会 难道悬崖变了运晦 让他误以为自己对他有意思 又或者以为自己没曝光 他卧底身份 让他觉得自己想用这个来要挟他 就在余乐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再次想起了柳悦儿的彩跳 当下还是先将他就出来再说 他觉得自己涂他身 涂就涂了吧 现就了再说好吗 只见余乐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瓶子 时不时还调侃一下柳悦儿 怎么个给法呀 来详细说说看 柳悦儿躲着火焰 听到这话 赶紧回答道 你想怎么样都行啊 听到这话余乐惊讶地继续调侃道 难道说你经验很丰富吗 不愧是魔道 说着打开了刚掏出来的瓶子 之前设置的门被封死了 想救人必须得出现开个新口子 柳悦儿这时被火焰追得已经快扛不住了 赶忙说道 怎么可能啊 除了你 谁还敢对我动这种心思 这个男主桃花运有多强 在崖底被活了600年的天晋强准 窥是身子 结果上来了 但没想到柳悦儿却说 只有余乐敢对他动这种心思 余乐还闷闷 这个魔修还挺矜持的呀 但问剑门为了维持火山稳定设置了不少阵法 太虚平刚好可以控制阵法 终于在余乐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投影出整个火山的模型 现在只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还好太疏力把陷阱计划全塞进了余乐脑中 用来救人还是挺方便的 没用多久就将阵法拆解完成 但只不过第一次用 能不能救柳悦儿估计只能看运气了 而在密室内 柳悦儿不断拍打着被烧着的衣袖 要是余乐再不救他 他只能撑到师父把那东西送到才行 可这时传来余乐的声音 把你具体的位置告诉我 柳悦儿也没啥犹豫 赶紧告诉余乐 我在你刚刚出去的门旁边 但刚说完 外面就没了动静 眼看到火熔圆蓄力准备释放大招 柳悦儿开始慌了 连忙问道 余乐你死哪去了 还未等柳悦儿说完 一记超大火球朝他袭来 眼看就要挂惨了 急得柳悦儿大喊 狗东西啊 我要死在这里了 狗余乐 眼看火球马上就要砸到柳悦儿了 这时传来的余乐的声音 来了 出口应该在你附近 听到这话 柳悦儿似乎看到了活下来的希望 立马转身逃跑 可没跑几步 火球就到了 只见轰的一声 柳悦儿直接被鱼波炸飞了出去 可逃出来后 柳悦儿想着 这么差点没忍住出手了 雨水欢 终有一天我会抱 可还没等他想完 只见出口居然出现在原来的位置 而余乐无奈地说道 没办法呀 因为你的封印法阵 出口打不开 只能在别处开个口子 自作孽 知道不 可柳悦儿这想着余乐 居然不用法力就开了个通道 这功力真的是深不见底啊 之后要小心才有机会杀了他 堵上身体也无所 可就在柳悦儿准备离开 这倒霉催的地方的时候 身后似乎出现了一丝异常 转身看去 只见火焰似乎发生着什么巨变 看着已经暗处的火焰 柳悦儿直接冷了 火焰居然开始变形 而看着火焰 柳悦儿彻底惊讶了 只见火焰慢慢变化形态 慢慢地幻化出一张巨大的嘴巴 还发出一声声幕吼 这情形直接将柳悦儿看冷在了原地 而余乐传音问道 卫卫 安全了吗 但出手的柳悦儿哪有空回答 赶紧逃命才是最重要的 边跑边说 安全个锤子 盗火荣源也跟着跑出来了 余乐还以为自己将动态的太大 但柳悦儿紧接着说道 不是啊 那护士流出来的 这回答直接给余乐整傻了 柳悦儿只好一边逃跑 一边和余乐传着音 毕竟现在能救她的只有余乐了 自己要时刻给余乐报位置 柳悦儿跑到一半 发现自己前面竟然是死路 赶紧传音说道 现在前面死路一条 退路也被盗火荣源给挡住了 赶紧给余乐说了情况 就在这时 边上的墙壁开始出现裂缝 紧接着裂缝慢慢扩大 但后方传来一响 柳悦儿转过身看去 轰的一声 冲击波让柳悦儿感觉到难受 等烟雾散去 她缓缓睁开眼睛 惊讶地发现 自己眼前竟然出现了一条隧道 并且还听到余乐叫她赶紧从隧道逃出去 紧接着柳悦儿二话不说 便往隧道里跑去 心里却想着 余乐可以随心所欲 在火山任何一处地方打开通道 并且不需要任何法力 简直就是神迹 到底是如何办到的了 而脑补的过程中 身后的盗火荣源也没显着 而身后的盗火荣源此时也开始蓄 只见一道能量光线 从盗火荣源口中射出 直直地朝柳悦儿袭来 眼看就要再次攻击到柳悦儿时 柳悦儿差点给吓死了 但还好反应过来 直接一个闪身 这才艰难地躲开了 这时候柳悦儿收到余乐的传音 让她不要停下 继续向前跑 因为身后山洞开始倒塌 只见无数巨石掉落下来 柳悦儿为了躲避巨石也泪堪在地 当她转身看向身后的被封死的出口 又开始脑补娱乐强大的实力 想着整座火山都能随意操控 但师父却让自己杀这种人 怎么可能杀得掉啊 因为娱乐的各种秀出天际的操作 更让柳悦儿相信娱乐是万魔祖师 而且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杀得死呢 而这是因为刚刚的一顿操作 娱乐已经定位到柳悦儿的位置 但这玩意就是有点废脑子 接下来她还是得认真引导 柳悦儿就能安全跑出去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娱乐的脑袋突然剧痛 柳悦儿被卡在火山关卡 想联系娱乐获取通关岩浆的秘诀 但娱乐一直没任何反应 柳悦儿气得不停呼叫娱乐 可就在这时 只见隧道尽头出一声巨吼 柳悦儿意识到不好 道火荣源竟然追上来了 但无论如何呼叫娱乐 娱乐都没任何反应 就在柳悦儿因为娱乐没反应而刚到疑惑时 娱乐这边只见一撑着地面 半跪在地上 大口喘得粗气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娱乐依然想着得赶紧去救灵悦 可头痛让娱乐完全没任何余力 甚至还突出了几口鲜血 娱乐嘴角流着血 但这感觉让娱乐有点熟悉 赶忙呼叫系统 但系统却没任何反应 这是要死了吗 但想着柳悦儿 娱乐手颤颤巍巍的伸向石门 嘴里喘着粗气 但马上就坚持不住了 直接倒在了地上 画面来到佐宇涵和方青叔这边 只见两人精疲力尽地躺在地上 脸上还有不少挨揍的痕迹 原来是因为其他弟子为了抢夺 翠石给斗了 虽然满身的伤 但好在因为两人合作 翠石才没被抢走 在监视法阵这边 长老对于佐宇涵两人能胜出毫无意外 但广哥这时说道 现在试炼场内还有105枚没有被收回 单单他们两个手里就有近百枚 单靠人进六重的修为 就能有这样丰硕的成果 他们两人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另外一个长老说道 试炼也接近尾声 这一次试炼最优秀的应该就是他们两人 广哥看着法阵 有些担心地说道 毕竟这次和以往的试炼不同 是允许全力出手抢夺 而且还不需要心存顾忌 但这两人有点太天真了 边上的长老还疑惑 为什么会太天真呢 只见广哥继续说道 从试炼开始只有20人通关 5人重伤5人昏迷 而参加试炼的寄名弟子 却有将近5试人 如今绝大多数碎石都落在 他们两人手中的情况下 剩下没有通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估计全在最后等着吧 而广哥也没猜错 只见佐宇涵两人来到火山顶 佐宇涵发现有人隐藏 只见边上出现一群弟子 并且要求他们交出翠石 但方青叔和佐宇涵又怎么会乖乖救范呢 只见那群弟子直接准备动手抢了 一群弟子直接冲向了方青叔 但方青叔拿是这么容易对付的 只见方青叔挡住袭来的长垫 直接一脚踹出去将那名弟子踹飞 但就在这时 边上又冲上来一个弟子 眼看方青叔就要挂在这个弟子手上 千军一发之际 边上冲出一道身影 原来是佐宇涵 只见他双手撑地用力一跃 一脚便将那名弟子踢飞在地上 但因为围攻的弟子太多 佐宇涵还是觉得赶紧先跑为妙 但哪群弟子怎么会这样放弃呢 只见一群人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 此时的柳月儿还在紧急呼叫于乐 无论是说把身子给他 还是当于乐的实验品都可以 但于乐就是没有一点 边上再次传来倒火荣源的吼叫 柳月儿此时真的紧张了 还以为于乐现在已经想杀了他 而此时于乐正在灵魂空间内 完全没办法回忆 但于乐完全不慌 看着双手凭借多次作死惊艳 想着这次好像真的要死了 赶紧呼叫系统 让系统将奖励拿出来 好让他开启无敌人生 没过一会 便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终于特么的要转世重生 开启无敌外挂了 于乐感觉现在就如雨水滋润着的大力 一手插腰一手摇 心里内含 无敌来眼 但当于乐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自己居然站在原地 没有前往新世界 系统对是一脸嫌弃的回答 你还没有死 刚刚明明已经痛死了 肯定是系统开启恢复了生命力 不然的话完全没法解释 系统这时严肃地问道 你是不是对死太积极了呀 然后答道 你刚刚完成了爽灵的退化 因为你用太虚瓶耗费了巨大的能量 你修为完全撑不住 所以导致你头痛难忍 意识消散 有了冰死的感觉 为了应对这非原道的脑力挤压 所以需要大量的法力支撑 而于乐还在疑惑自己完全没有法力呀 但系统继续说道 你的魂魄中恰好有之前凌王宫奖励的大量法力 所以这才缓解了你冰死的状态 现在的你已经能媲美法径三四重的修为 对于你来说也算是走了狗屎运 听到这些话 于乐顿时心里一群羊驼奔腾而过 整个人都差点崩溃了 恶么的居然又仗修位了 这不是更难死了吗 这个男主运气有多好 无数次死里逃生 但这完全不是于乐想要的运气 就在刚刚他再次因为这无敌的运气 完成了爽灵的蛻变 此时于乐已经崩溃 心想着 特压的系统 回我青春 误我前途 就在于乐崩溃之际 脑中再次传来柳月儿的呼噪 这时于乐才想起来柳月儿还等着自己去 刚坐起来拿出了火山地图 突然觉得阵法变得简单了许多 应该是爽灵蜕变的原因 既然如此 那他就想着干脆来拨大的 只见于乐拿起太虚屏 当他用力将太虚屏插下去的时候 突然听见柳月儿说 不想杀他了 彻底认输了 只要救他出去 他压得这还有啥好救的 都不打算杀自己了 而此时柳月儿面前的地面突然断裂开来 柳月儿紧张地望着眼前的情形 看着坑底的样子 再次脑补 我一认错 他立马就行动 所以他当时通过沟通就听出我还想继续杀他 这才故意不帮我的 可就在这时 坑底再次传来吼叫声 此时柳月儿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必须得尽快逃出去 柳月儿还在沉思的时候 旁边的岩壁便轰得一声炸了开来 从烟尘中隐约能看见一个人影 当烟雾散去 此人正是余乐 看着余乐的身影 柳月儿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 此刻只见余乐笔直地朝他走来 一边走一边问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说再也不会想方设法杀我 是不是真的 听到这话 柳月儿哪敢否认 赶紧点头说 这当然是真的 余乐冷冷地说道 你确定不再多考虑一下吗 可是现在的柳月儿 哪还有半点杀他的心 吓得快被吓死了 听到这话 余乐的内心再次崩溃 养废了 养废了 我他娘的那么努力地救你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的身子吗 就在余乐无语的时候 道火荣源已经沿着通道向他们袭来 看着这个道火荣源 余乐想着 他压的 费了那么大敬仰的工具人 居然一招被吓得回到解放前 气得余乐恨不得直接干死他 余乐直接挥舞着太虚平 控制阵法 弄出了一堆巨石 轰了一身将道火荣源直接给埋了 柳月儿看到这一幕想着 这绝对是杀鸡警红 要自己以后乖乖臣服 不能有一点反抗 而余乐却以为柳月儿是被道火荣源给吓的 完全不知道是被自己给吓坏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火焰从落石堆冲了出来 就在他们疑惑不及的时候 这道火光降落在他们面前 原来不是道火荣源 而是一个类似手环的东西 居然是一个法术 其身体可以随意变形吧 难怪那荣源实力远超同类 只见柳月儿解释道 密室的岩浆里画着聚灵阵 法力通道另外头就链接在法阵上 将法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火荣源体内 维持它的存在 而通道是它的极限 所以才被迫停在这里 这个荣源估计是秘境最重要的考验 估计之前没人发现而已 余乐听着觉得这个小东西又能变身又能战斗 应该挺有收藏价值的 柳月儿健壮 非常有眼力进的直接递给了余乐 而余乐也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东西 说到 试炼也差不多了 我发现火山内有个空洞 我们从这里出去吧 这个男主有多牛 出场就差点把一个集品妹子吓傻了 当余乐出现在柳月儿面前时 柳月儿自行脑补了一堆 但余乐也不想管了 反正这次肯定又死不掉 还是先出去再说 而此时监控法阵上显示着 通关后在火山后休息的弟子 秘境翠时的位置连长老都不知道 人禁的弟子需要避开护山法阵 还要战胜妖兽确实不容易 虽然是方清书和佐宇涵用了点想技量 但火山口出一堆惦记着他们的弟子依然没有放弃 他们准备死守在这里 到时候方清书和佐宇涵想要通过 肯定得上门送快递 其中一个弟子还想提醒众人显心意 可话还没说完 边上就传来动静 原来佐宇涵从正面向他们冲来 嘴里还说道 邱哥 坐收鱼翁之力这事可不好啊 长老都看着呢 起码拿出点实力啊 看着佐宇涵 带头的弟子说道 居然刚正面冲突 完全看不起我们了 可他们刚想迎击佐宇涵 方清书就从天而降 直接一脚结果了一个弟子 那弟子直接被踹的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方清书口中说道 十几个大老爷们追击一个女孩 不光彩啊 过来我陪你们过过招啊 面对方清书的挑衅 带头大哥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 命令弟子一半去追击佐宇涵 一半跟着他拿下放心书 说上就上 一半的人马追着佐宇涵 但发现佐宇涵居然不是往出口方向跑了 可他们哪管得了这么多 其中一人拿出鞭子 直接抽了出去 没意外的话就要攻击到佐宇涵了 但确实没意外 下一秒直接将佐宇涵击倒在地 然后还将其捆了起来 完全没想到能如此轻松的就将佐宇涵抓住 此时佐宇涵缓缓爬了起来 抽出武器将绳子割断 然后转身继续向远处跑去 后面的弟子见佐宇涵还在挣扎 全都追了上去 而佐宇涵边跑边想着刚刚和方清书的计划 还有两刻钟 只能正面突破 被拦截是肯定的 但只要带着他们兜圈子 远离入口 至少能撑一刻钟 方清书这边此时也被众多弟子包围 为了摧食 众弟子也是拼命阻止方清书进到入口 带头大哥也来到他的身后 但方清书哪是这种小垃圾能比的 直接一个翻滚 躲过了攻击 差点没气死带头大哥 众人也大行 还有不到一刻钟的时候 一起上 不要留守 另外一边弟子们对佐宇涵依然紧追不舍 没意外的话估计要追到天荒地老 但没意外还是发生意外了 忽然佐宇涵停了下来 众弟子还以为佐宇涵打算放弃抵抗 随后只见他拿出一袋装满东西的袋子 说道 师兄想要翠石那便给你好了 话音刚落就将袋子丢向空中 等袋子打开后 而袋子里散落的确实无数的小石头 砸得众人一顿凹脚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翠石是假的 自己被佐宇涵给骗了 并且看向刚刚的位置 佐宇涵已经消失不见 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让佐宇涵给跑了 以为翠石在方清书手里 赶忙向火山口跑去 可就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在悬崖处发出了咔咔咔的声音 原来佐宇涵趁他们不注意 跳下悬崖 用武器插在悬崖上挂着 逃过了他们的追击 这个人有多狠 为了躲避拦路的弟子 直接自己跳下了悬崖 就在刚刚 佐宇涵用装着石头的袋子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趁机跳下悬崖 挂在了悬崖边上 那些弟子则全跑去火山口 找方清书的麻烦去了 而方清书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 只见方清书此时被一名弟子 拿着棍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差点内脏都被打出来了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但作为南恩号的方清书 怎么可能就这样挂点 只见他撑着大宝剑 缓缓地站了起来 说道 他压的 下手也太狠了吧 只见带头大哥回答 人不狠站不稳 不然没办法制服你这个D啊 此时边上传来一个声音 说道 邱哥 佐宇涵手里的翠石是假的 剩下的应该都在方清书手里呢 带头大哥听到这话 嘴角流露出邪笑 说道 清书 已失散了 赶紧交出来吧 而方清书此时一脸严肃 看向边上 望着那火红的岩浆 大吼道 那我也不装了 摊牌了 然后直接将手中的袋子甩了出去 众弟子看着飞出去的袋子 想着这绝对是翠石了 可就在这时 边上冲来一个身影 直接抓住了方清书 原来是佐宇涵回来了 口中还说道 真没用啊 把自己搞成这副熊样 方清书一脸笑意地说道 彼此彼此啊 而带头大哥这边已经拿到了袋子 倒出来一看 直接特么差点气炸了 居然石头混着玉石 而方清书和佐宇涵这时 已经来到出口 将翠石丢入容颜 这时带头大哥才反应过来 自己一群人完全是被骗了呀 逆境外面 山羊湖长老看着他们的表演 欣慰的大小 这计谋确实不错 这样的话两个人 应该能到人静石虫突破的边缘了 边上长老赞叹道 佐宇涵引开半数人 又误导弟子以为方清书丢出去的事 全部玉石 转移注意力 一举通光 有胆识啊 而此时距离试炼结束只剩半课中 方清书也疑惑 怎么都没有见到娱乐 而镜头来到另外一边 刚刚被投进岩浆的翠石 随着岩浆飘到了一人脚下 原来是柳月儿和娱乐 看着脚下的翠石娱乐也是一脸疑惑 想着 这特么又是闹哪样啊 这个男主运气有多好 爷的弟子各种算计 甚至不惜跳崖都想要获取的翠石 居然自己跑到了娱乐的脚边 看着眼前的翠石 娱乐冷汗直冒 想着 不要慌 先搞清楚眼里 才能躲开升级棒 于是转身对着柳月儿问道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而柳月儿听到这话 想着 这特么啥意思 万魔祖师怎么可能这个都不清楚来 肯定在算计啥玩意 或者在考验我是不是还有点价值 然后随手在空中画起一道道法阵 想着让娱乐知道它还是有点作用 然后解释道 此阵法名为巨灵大阵 是个能将灵气转化为灵力的阵法 我们宗门也有个小的 不愧是伪君子的宗门 表面苦修建道 实际上却有如此多的财富 建这么大的灵阵 于乐听到这话 想起之前刚来问剑门的那一幕 这和长教的那些装修比起来 不都是洒洒水吗 然后只见柳月儿继续解释道 秘境可以收集的翠石上 有着具灵阵相同的阵法 顺着岩浆流向各地 弟子们翠石投入火山口 落回灵阵后 就可以得到灵阵奖励的灵力 于乐见此直接表示 这不就是兑换币吗 那岂不是一直投放就能获得无限的灵力 只见柳月儿继续解说 人静弟子道心不稳 魂魄强度不够 吸收有限 如果强行吸收 容易被灵力撑死 我们现在就在聚灵阵下方 以我的经验 大阵外围一定有防御阵吧 碰到必死 就在柳月儿解释的时候 岩浆突然开始剧烈的沸腾 于乐赶忙问道 宗门突然躁动起来了 柳月儿见状 马上自动了视大阵不稳 已经有倒塌的迹象 必须快些出去才是王道 只见于乐一把抓过柳月儿的手 说道 跟我来 然后直接拉着柳月儿走进了阵法 而画面来到火山上方 只见广哥也遇见而来 看着前方还在吸收灵气的两人 直接开口说道 你们已经人静石重天 不时即可突破到达灵境 成为问剑门正式弟子 而左宇涵和方亲书才反应过来 原来长老来了 但广哥马上表示 他们是这次试炼的MVP 可左宇涵却疑惑道 MVP 那娱乐呢 广哥无奈地说道 他还没到 现在秘境就剩下一颗翠石 他失败了 可以好好炫耀一下 但方亲书却认为 娱乐当初说的不风魔不成火 不可能会这样 肯定还有变数 左宇涵听到这话 瞬间大惊 问道 变数 还能有什么变数啊 就在这时 火山口传出轰的爆炸声 广哥赶紧安抚了下惊慌失措的弟子们 并且释放了防护法术 但却非常疑惑 顾山大阵也没啥一场 火山这么会变得不稳定呢 但突然发现了两道黑鹰上 说得非常快地朝山顶飞去 当看清楚来人 居然是娱乐 只见娱乐面目猙獰的在空中飞来 然后一头直接扎在了广哥的法术上 广哥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乌 赶紧回收收起了法术 只见娱乐扑通一下掉落在地上 而火山也开始趋于稳定 但随着娱乐的掉落 散落了一地的翠石 看着这一幕 方亲书疑惑地问道 于兄 你从哪弄来这么多翠石啊 而此时娱乐满脸郁闷地想着 玩犊子 逃生口咋就在火山口呢 该咋解释自己为了救一个魔秀 滑水了一整个试炼了 这时候 广哥走了过来 直接问道 正常考核没见着人影 现在还整这么一出 说吧 你做啥了 但娱乐下一句话 绝对把众人整崩溃了 只见娱乐说道 我就是闲逛 因为不想变得更强 让同门显得更惨 这是何等的凡尔赛 直接将方亲书和佐宇寒两人气的 差点连递去世 这个男主有多惨 全世界都和他在作对 只因为他有个系统 需要下辈子才能开启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死不成 而且每次修为都能暴涨一大劫 就在刚刚 娱乐带着200多枚翠石 从火山口冒了出来 虽然说着是在闲逛 但广哥怎么会这么容易相信呢 闲逛还能触发大阵 带出200多枚翠石 还说出那种凡尔赛的话 怎么可能是不愿意变强 完全是不满足区区变强啊 只见广哥说道 你一定早就知道大阵的位置 想要独自获得210枚翠石的灵器 娱乐听了这话 真的是吴宇妈妈给吴宇开门 吴宇到家了 只是想划划水 怎么就又跑来的脑补地呢 此时柳月儿却在边上害怕 娱乐把她的事情全都给抖出来 但边上山羊湖长老马上接到 子鱼啊 你是不是想多了 月儿不是和他一起出来的呢 娱乐看山羊湖长老这么伤了 马上说道 是啊是啊 我是和他约会来着的 这没想要啥灵器啊 只见广哥继续脑补 连接口都想好了呀 你的谋划真的是滴水不漏啊 听到这话的娱乐已然无语 广哥继续补刀 在所有翠势回收之后 你刚好出现 既确保无人竞争 又能最大化获得翠石 如果不是提前谋划 怎么可能实际抓得这么准呢 边上的方清书和佐语 还听着广哥的分析 十分崇拜地看着娱乐 然而广哥的脑补却完全停不下来 继续说道 而且你爽赢去已经纪念完成 魂魄强度达到法径中层水平 足够应付200多翠石 虽然娱乐很想否让广哥的推理 但广哥这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脑补 人竞根本无法修炼魂魄 想要短时间内增强 唯一的办法就是折磨心智 娱乐一定对自己做了地狱般的折磨 才能到这种程度的 而娱乐也想起了山洞中差点挂掉的那次 估计就是那个时候吧 而山羊湖长老也开始相信 感觉娱乐完全是有备而来 连柳月儿都被广哥说服 感觉娱乐在帮助他逃跑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规划路线 边上的长老赶紧提醒了 娱乐呀 赶紧把翠石收集起来通关 免得慢一步功亏一篑呀 虽然娱乐极力否认 但已被广哥洗脑的众人 这么可能会相信 而广哥却老神在在地说道 还不快去 等着我给你延长时间呢 娱乐内心此刻犹如上午头羊驼呼啸而过 感觉这个世界都对他充满了恶意 想死这么就这么难了 最后没办法准备通关了 广哥居然还补了一刀 还要送他一枚翠石 画面来到火山口 娱乐将所有翠石丢入其中 只见火山口发出轰轰轰的声响 众人大惊 以为又要出现什么变故了 只见火山口冒出一整蓝色的灵力 然后分化成一个个能量球 飞速朝娱乐袭去 冲进了娱乐体内 直接再次将娱乐整成了大气球 为啥说再次 好像之前一次试炼已经被撑过一次了 娱乐两眼泛着蓝光 口中含糊地说道 这我要死了呀 就在和危机时刻 广哥冲了上去 直接一记千年杀 击中娱乐命门 而娱乐内肯放弃这么好狗带的机会 敢忙大喊 快停手啊呀呀呀呀呀 但广哥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说道 这点痛算什么 忍住了 只见广哥手中汇聚其一道灵气 哄个一声 直接将娱乐的通脉打通 看得众人也是愣在了原地 只见娱乐所在的位置 因为刚刚广哥的法力爆起一盘烟雾 等烟雾慢慢散去 娱乐该愣在了原地 而长老门纷纷大惊失色 表示居然直接越过了人境 直接晋级到了法庭 而娱乐此时一脸呆滞 脑海中只有特么一个念头 呵呀的 居然又没死成 如果一个美女对你说 救我出去 我就把身子给你 你会救她吗 此时的娱乐虽不相信柳月儿的说辞 但是依然秉着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的原则 把之前一心想要除掉 自己的柳月儿救出来 娱乐一心求死 想让柳月儿杀死自己 这样自己就能重生 转世之后就能成为 一个雄霸一方的强者 于是对柳月儿说 虽然我现在的修为晋升为了法径 但你之前该做的事情可不能忘了 柳月儿一听 以为是娱乐想要自己特殊的血液来提升修为 但转念一想 事情不太对 现在的娱乐的修为已经到了法径 已经不需要自己的血液修炼了 那她为什么要说不能忘了之前的事情呢 除此之外 娱乐还能图谋什么呢 正在沐浴的柳月儿身体一阵 猛然想到 难道娱乐误会了 之前在秘境说把身子给她 只是说可以抽取自己的血液帮助娱乐修炼 难道娱乐以为是要把身子给她 柳月儿想到这 又羞又恼 而与此同时 娱乐正在去找泰淑丽的路上 因为救了柳月儿 柳月儿承诺不会再杀娱乐 这让娱乐的如意算盘被打破 现在的娱乐只能去找泰淑丽 希望依照泰淑丽的暴脾气 能快速地把自己解决掉 泰淑丽一看到娱乐来了 立马飞身向娱乐攻击 并大声则问道 在秘境里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掉那个卧底 既然是卧底 还想要害你 你为什么阻拦我杀掉他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 娱乐心里一惊 心想要是自己说 想让那个卧底杀掉自己 无论是谁也不会相信这个说辞吧 不过正好 暴怒的泰淑丽应该会很快就结果了自己吧 娱乐刚张开嘴想解释 此时的泰淑丽吃惊地问 你的修为怎么一下子到了法经 娱乐尴尬地笑了笑 试炼的最后关头 拿了不少翠视通关 得到的灵气奖励有点多 修为就咔咔上去了 拦都拦不住 泰淑丽一听 心里很是开心 只有娱乐的修为上去了 自己才能在娱乐身上完成生魂替换之法 自己才能脱离这个困境 娱乐看着邪魅一笑的泰淑丽 有点懵 问道 前辈笑什么 要不我接着讲秘境之诗 结果泰淑丽一把抱住娱乐 开心地说道 娱乐 你真是太棒了 这波操作把娱乐整晕了 刚刚泰淑丽还要杀掉自己 现在怎么态度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泰淑丽赶紧开始着手制作逃离计划书 娱乐看着如此反常的泰淑丽 弱弱地问了一句 前辈 要不我先走 泰淑丽头也不回地说 好的好的 你快回去吧 娱乐转身就走了 在爬悬崖的时候 娱乐明显感觉到比上次轻松很多 看来修为提升了 好处不止一点半点了 娱乐正在心里暗自得意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娱乐 你在这干嘛 来人是广长老 娱乐心里一惊 立马在心里找借口 说道 那个 我是来呼吸新鲜空气的 这个骗鬼的话 广长老自然不信 淡懒地戳穿他 于是继续说道 我正好要去找你 你现在已经是法径 可以搬离下院了 你的新房间的钥匙 以及上院的规矩都在这里了 广长老说着 在手上就浮现出了一个卷轴 递给了娱乐 娱乐一听 心里很苦恼 要是搬走了 就不方便见到柳月了 那他就没机会下手杀掉自己了 岂不是白白救了他 于是娱乐说道 可以不搬吗 我不想搬离下院 这么快就和小伙伴们分离 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毕竟我是很念旧的 此时的广长老一听 反问道 念旧 那你可还记得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随之叹了一口气 说道 罢了 此时与你无关 你只管安心修炼吧 娱乐心里一惊 难道是赵雪莉有危险吗 赵雪莉到底出什么事了呢 咱们下去继续 你敢相信吗 这一个小小的玉佩 竟然还是一个呼叫器 看来在玄幻世界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东西 此时的娱乐 想要知道赵雪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伸手去拦住广长老 不让他走 但没想到广子于体内凝聚一股力量 连头都没回就直接把娱乐弹飞出去 并大声呵斥娱乐 好大的胆子 冒犯长老可是要受罚的 娱乐尴尬地解释道 广长老误会了 因为我是赵长老带来的 所以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身体恢复了吗 此时广长老腰间的玉佩亮了起来 这是长教在召唤的信号 广长老看着娱乐说 这件事与你无关 你一个下院弟子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只管安心修炼吧 说完就飞升而走 留下娱乐自己一个人在那忧心 娱乐听着广长老的说辞 知道一定是赵雪莉出了一些事情 娱乐觉得也很纳闷 自己既然送赵雪莉回来 那问一下她的情况 这个有何不可 至于遮遮掩掩吗 娱乐觉得此事一定有猫腻 自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与此同时 柳月儿竟然收到了一个魔宗快递 这里毕竟是正派的问贱门地盘 被别人看到 知道自己是魔宗的人 那就大事不妙了 柳月儿赶紧打开一看 原来是师尊专门给柳月儿找的一枚灭魔丹 是专门用来对付娱乐的 柳月儿一看 心里想到 那个娱乐喜怒无常 万一哪天对我霸王硬上弓 那就坏了 看来我得先下手为强 柳月儿在心里盘算着 如何才能骗娱乐吃下这枚灭魔丹呢 而此时的娱乐恰巧过来找柳月儿 看着出神的柳月儿问道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柳月儿吓了一跳 没想到娱乐会突然出现 结结巴巴解释道 没 没什么 就是一些家乡特产 你什么时候到我身后的 娱乐看着慌张的柳月儿 心里有些疑惑 但是没有继续深究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于是说道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何在不动手的情况下 让一个人对你说实话呢 柳月儿一听 以为是娱乐知道了自己 还想要杀他的秘密 内心一片慌乱 但是过了几秒 心里就镇定下来 现在自己手里有灭魔丹这个宝物 还怕娱乐 分分钟就可以要了娱乐的姓名 想到这 柳月儿故意说道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先进来吧 在外面不太方便 娱乐那么在外面有啥不方便的 但是依然跟着柳月儿进入了房间 柳月儿把东西放好 转过身之后就开始宽衣解带 然后对着娱乐说道 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这波操作把娱乐惊到了 瞪直了双眼 过了半晌才缓缓说道 我只是想问问你 怎么样才能从广子鱼那里套出警报 柳月儿一听 很是尴尬 说道 啊 是 原来是这样啊 娱乐说道 在秘境时你不是还欠我一个约定吗 这件事你要是帮了我 就当还我人情了 此时的柳月儿心中大喜 机会来了 自己可以借助剑文之手除掉舆论 于是说 可以制造谣言 营造一出宗门 你长老因不愿被高层潜规则 而遭到囚禁的悲惨故事 迫于舆论压力 到时候王子瑜就不得不出来解释 赵雪梨到底在哪里了 但是娱乐可不是傻子 一听柳月儿就有可能再挖一个坑 让自己跳进去 于是说道 换个说法吧 你长老爱上下院弟子 却遭霸道长教百般阻谋 现实版的牛郎与织女的故事 柳月儿一听 娱乐没有跳进自己的坑 于是又心生一计 说道 你这么晚来找我 真的只是为了这个吗 难道不想做点别的吗 说完又开始宽衣解带 娱乐看着主动送上门的美女 会怎么做呢 咱们下期继续 如果一个身材超辣的美女 在你面前宽衣解带 邀请你一起干点不可描述的事情 你会怎么做 娱乐看着眼前一丝不挂的柳月儿 有点不知所措 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柳月儿拿出面膜单对娱乐说 这是我家乡的特产 对男人来说是大补之物 可登极乐先进 娱乐也是一个正常男人 看着如此有物 还有这枚仙单 有点想接受 但是还得矜持一点 柳月儿看着脸红的娱乐 继续娇媚地说道 来吧 娱乐 你可以体验一下极乐先进的乐趣 结果娱乐接过仙单 快速地说 那我就先收下了 娱乐的事就拜托你了 然后转身就跑了 留下柳月儿一脸懵 面对送上门的美女 娱乐竟然跑走了 这是个正常男人吗 画面一转 第二天整个宫门 开始有了闲言碎语 赵雪莉长老因为爱上了 一个下院的弟子 被囚禁起来了 当然这种留言 还是有一些理智的人 不太相信的 哪里来的小道消息 这种留言飞语 最是不可惜 还有人附和道 就是赵长老乃是天津高手 怎么可能会和一个 下院弟子扯伤关系 结果有一个人 拿出一张赵雪莉受伤之后修养的图 说道 有图有真相 现在你们还不相信吗 然后这个人接着说 我问你们 赵长老可是知名的长老 你们最近有谁见过他吗 有谁知道他最近的消息 其他人一听 觉得说的确实有道理 不会真的被关押起来了吧 此时在远处的柳月儿 正在密切关注着事情的动向 心里暗想到 不愧是花五块临时雇来的 效果不错 那个人继续说道 听说 赵长老和广长老早有婚约 赵长老一亲别恋 而这个广长老是长教的私生子 所以才把赵长老关押起来了 有些人而躲的弟子说道 岂有此理 堂堂问剑门是名门正派 怎么能囚禁一名长老 宗门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而这些流言飞鱼果不其然 传到了广子鱼和长教的耳中 广子鱼说道 娱乐那个小子为了打听雪莉的下落 竟然想出这么下贱的法子 长教说道 雪莉如今到心受损严重 修为也已经跌落到法境 虽无性命之忧 但最好让他与娱乐见一面 也许对雪莉的好转会有帮助的 广子鱼当然不答应 说道 长教 我与雪莉一同入门 是其为之交好友 之前娱乐和柳月儿 在秘境优惠的事情 已经被传扬开了 此时让娱乐去 我怕适得其反 长教一听 心里也有一些犹豫 但心里终究担心雪莉的伤情 于是说道 但是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可以让娱乐去事实又有何妨 广子鱼一听 知道阻拦不了长教 于是说道 但这个事是观雪莉一生的修行 不得不谨慎一点 那就让娱乐去见诗台 如果他敢去 并且能通过 就可以去见雪莉 长教一听 眉头一皱 知道是广子鱼故意为难娱乐 但是长教知道广子鱼一直爱慕雪莉 也没阻止 只是说道 现在娱乐刚入法境 就让他去见诗台 你不怕毁了他吗 众所周知 这个见诗台是问剑门 第一代老宗主的坟中所在 传言说里面有老宗主的传承 但是只有道心问剑者 才能窥探其中奥秘 目前历届弟子想要窥探奥秘的 轻则道心崩溃 重则堕入魔道 无意成功 王子瑜是想以此来吓唬住娱乐 不想让他去见雪莉 雪莉是自己心爱的女人 怎么可能让一个矛头小子染指 娱乐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他能为了见到雪莉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咱们下期继续 如果一个美女主动对你投怀送抱 还送给你一个 有助你登吉乐先进的仙单 那你可得小心了 这个柳月儿假意哄骗 娱乐要与他做一些不可描述之事 让他吃掉这颗面膜丹 借机把娱乐除掉 也许正常的男人就中计了 可是娱乐还算是证人君子 心里已经有了赵雪莉 这种移情别恋的事 娱乐暂时还不打算做 就因为没起色心 娱乐就幸运躲过一劫 没有中了柳月儿的美龄纪 娱乐走后 柳月儿通过魔镜里 自己的师尊报告情况 师尊请放心 面膜丹已经交给了娱乐 师尊一听 满意的说道 很好 只要把这个万魔祖师除掉 你就是大功一剑 娱师就不仅可以得到 那串念珠上的法力 还能把他那正魔同修的功法 无数珍藏宝物据为己有 很有可能娱师就能一举突破 天境的智骨 幻想完毕之后 师尊又冷言道 听着 灭魔丹这种顶级宝物只有一枚 这次你可不能让我失望 柳月儿回答道 是 但心里很是苦恼 如果娱乐不吃那颗灭魔丹 那到时候有事的就是自己了 对于娱乐 柳月儿实在是不明白 娱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自己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可是娱乐就是不上功 如果三天之内不除掉娱乐 那师尊饶不了自己 自己只能想办法跑路了 而此时的娱乐 正在为如何见到赵雪梨而苦恼 王子余为了不让娱乐去见赵雪梨 故意设置难题 让娱乐去见诗台 成功出来之后才能去见赵雪梨 现在刚入法定的娱乐 基本没什么胜算 娱乐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于是想去问问太书丽 有什么速成大法 而此时的太书丽 太书丽正在熬制神魂收纳单 熬制成功后 就想办法让娱乐吃掉 娱乐的魂魄就会吸收到里面去 到时候娱乐的身体成为空壳 太书丽就可以进入融合到她的躯体 就能摆脱这个牢笼了 至于娱乐 只要在神魂收纳单在融化之前 放入太书丽的体内 这样就会完成神魂替换之法 虽然有点对不起娱乐 但太书丽为了摆脱这个困境 只能出此下策了 太书丽在那幻想 要不然和娱乐一起吃火锅 认识这种丹药 就在太书丽在那畅想的时候 突然听到娱乐的声音 前辈在吗 有事找你 此时的太书丽正在熬制神魂收纳单 要是被娱乐看出端倪就糟了 暴脾气的太书丽有点抓狂 慌乱之中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太书丽跳了进去 娱乐进来看到这一幕 差点吐了出来 说道 前辈 你泡在这发霉的液体里不嫌恶心吗 太书丽很得意自己的机制 虽然味道确实有点难闻 但是假装不在意的说道 你少管美少女的事 你找我干什么 娱乐并不好奇太书丽到底在干嘛 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于是言归正传 说道 前辈你有法径的玉器速成之法吗 我需要去见试太试炼 我现在只是出入法径 我必须变得更强大才能通过试炼 太书丽一听 大为震惊 原来对修为毫无追求的娱乐 竟然主动想要变强了 而且也意味着自己与娱乐进行 生魂替换的事情又更进了一步 于是欣慰的说道 我需要你付出一些代价 娱乐一听 只要有希望就好 立马说道 只要让我三天之内变强大 在剑十台能够顺利通关 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能接受 娱乐到底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到底是什么厉害的功法 竟然让娱乐三天之内就迅速变强呢 咱们下期继续 你敢相信有人竟然邀请别人附身在自己身上吗 娱乐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剑十台的试炼 去找太书丽想办法 看看有什么神秘功法 能够让自己只有法径的修为 迅速提升 太书丽一听 立马想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主意 对着娱乐说道 在我们魔门 有一门秘法是同心传功 这个秘法可以让你能顺利通过剑十台的考验 但是需要付出代价 娱乐一听 即使付出代价 也要通过试炼 这样才能见到心心念念的照学力 于是说道 没问题 什么代价 太书丽一听 心里一阵窃喜 接着就开始给娱乐讲解 这个功法到底如何操作 说道 你需要让我操控你的身体 我用你的身体连续重复地施展同一个法门 这样灵力在经脉的游走路线 时间一长就有了经脉记忆 到时候我不在你的体内 你的身体也能助你自己施展这个功法 娱乐一听 对着太书丽说道 你竟然知道这么厉害的秘法 太书丽一听 得意地说道 我毕竟是前辈嘛 在我面前小意思了 太书丽也暗自高兴 自己能提前体验一下新的身体了 正在太书丽一想时 娱乐已经弄懂了自己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于是说道 前辈在我身上留下法力纹路 那对身体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磨损 是吗 太书丽一听 害怕娱乐不敢答应这么做 于是故意说道 这是你自己想要的 怎么 不敢了 结果没想到娱乐顿了顿说 前辈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进入我体内的时候能从正面吗 太书丽一听 差点没晕倒 随后又感慨 这个娱乐确实很有魔道精神 为了变强 竟然连这个秘法都能接受 但对于娱乐来说 对身体有损伤 那就更好了 如果早早的透支身体 就能进行系统重生了 一重生就是世界霸主 岂不美哉 转眼来到第二天 那门弟子们都在闲聊 听说了吗 张师兄前几天刚从剑石台出来 今天又进去试炼了 又有人说道 听说娱乐那个小子 要在三天后也去剑石台试炼 有的人一听 立马惊讶地说 谁给他的勇气 他就是刚刚进入法径 现在就要去挑衅法径第一人 此时的方清书 左宇涵 也听到了娱乐要去剑石台的事情 方清书对左宇涵说 选拔剑石的地方 于兄前几天才刚入法径 现在就要去挑战吗 左宇涵虽有点诧异 但是也不太意外 说道 之前咱们在进行独木桥修行的时候 娱乐就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心性 像他这种道心坚定的人 去挑战剑石台也不是 不可能 方清书这个书呆子 虽然羡慕娱乐 但没有一点嫉妒之心 说道 是啊 想当初娱乐和咱们一样都是下院弟子 可是一转眼 于兄已经赶去剑石一针高下了 于兄竟然有如此心境 当真是值得我们花费一生去钻研 就在方清书看向天际 感慨人生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人影 一画而过 那个人竟然是娱乐 此时的娱乐体内有娱乐的泰书里两个魂魄 泰书里看着快速逃跑的娱乐 好奇地问道 娱乐 他们为什么追我们了 难道刚刚我暴露了我的魔修身份 此时的娱乐 快被泰书力气吐血了 谁让你去女修浴池和人家打招呼的 拜托前辈 我可是男儿生 再说你好端端地偷人家衣服干嘛 同门师兄弟看到 岂不是要笑掉大牙 正在娱乐拼命逃跑的时候 泰书力突然说道 奇怪 这里明明是名门正派 但前面的山峰怎么隐隐有魔器存在 到底这里为什么会有魔器存在 难道还有另外的魔修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可真狂妄 竟然不把自己的师兄看在眼里 还主动挑起战端 此时从剑气里走出来的是张师兄 他是问剑门公认的剑子 虽然还没有得到剑灵的认可 但是无论是长老还是门内弟子 大家都已经把张师兄认定为下一任剑子了 只见张师兄一脸伤痕的出来 但是仍然掩饰不了萨爽的婚姿 说了一句 可惜了 结果下一秒扑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 汗着脏兮兮的衣服以及满身的伤痕 张师兄坐定之后 下一秒就浑身积具能量 用清洁术让自己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还颇为自得地甩了一下飘逸的头发 对着一脸关切的众人说道 我已经过了剑子五关 其他群演立马奉承道 宗门剑子中只有张师兄以法径修为就能对抗剑子 张师兄不愧是法径第一人哪 张师兄心里很是得意 但嘴上仍然故作自谦地说道 哎 可惜最后没有得到祖师配剑的认可 张师兄说完就打开自己的剑十台挑战记录手册 把这一次挑战的情况记录下来 就在此时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大家下午好了呀 众人一惊 问道 此处是剑子试炼之地 你是谁 静胆到此处 此时的娱乐无视众人 说道 你管我是谁 而张师兄已经察觉到此人是谁 对他说道 法径初期 难道你就是要来参加剑子试炼的娱乐 娱乐一听 没想到他竟然能猜出自己的身份 娱乐转头看向张师兄的时候 正巧看到张师兄的剑十台挑战记录手册 于是口无遮拦地说道 你居然失败了十二次了 这么弱 为什么还要参加呀 张师兄虽然很想发飙 但是还要在众人面前保持自己优雅的风度 强忍愤怒继续说道 我已经通过了前五关 现在就差得到宗师配件的认可了 结果娱乐继续口出狂言 既然人家都不认可你 你还厚颜无耻去找人家干嘛 娱乐看着手册上的记录 继续说道 你竟然因为一脚被人划破了就认为自己失败了 你莫不是有病吗 此时的张师兄再也忍不了了 说道 师弟 你不懂礼数 目无尊长也就算了 你这样一次次羞辱我 是挑衅吗 娱乐继续口无遮拦地说道 挑衅你 我为什么要挑衅一个弱者 一个输了十二次都要记录下来的弱者 值得我挑衅吗 张师兄一听 大为震怒 于是说道 如此说来 师弟是不屑于师兄的实力了 那不妨来比划比划 为什么娱乐如此张狂呢 原来此时的娱乐身体里有着两个红破 而现在的娱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书立控制自己的身体 口出狂言 激怒张师兄 娱乐现在还没见到赵雪莉 可不想死得太快 于是弱弱地说道 前辈 要不咱道个歉 太书立这个暴脾气怎么可能会道歉 回道 道个屁 只有被揍的人才会道歉 张师兄以为娱乐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于是说道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的道理 但师兄愿意奉陪到底 此时的太书立借着娱乐的身体对张师兄说道 把你揍哭了可别找我 张师兄一听 愤怒地说不出话来 直接在体内蓄积力量 说了一句 看见 张师兄挥出的剑气立即汇聚成一把强有力的利剑向娱乐袭来 而娱乐轻蔑一笑 钻紧拳头用力一挥 只听当的一声 这个剑气凝聚成的屏障立马碎成渣 娱乐得意地看着张师兄 有点咯瑟 张师兄看着眼前的娱乐 不敢相信他只是用拳头一锤 就击破了自己的剑气 张师兄会怎么做 他会甘愿认输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只是用一拳就打碎了张师兄的巨剑术 围观的群演很是惊讶 虽然张师兄有伤在身 但是挥出的这一剑 至少也是法径中期的威力 而娱乐只是前几天刚入法径 怎么可能只用一拳就击碎了 而此时的娱乐继续凝聚力量 挥动拳头 朝张师兄攻去 而张师兄似乎毫无招架之力 直接被打飞 张师兄捂住胸口 心里很吃惊 他觉得娱乐的拳法很古怪 在拳见交锋的刹那 竟然感受到了很霸道的锋芒 明明只是一个拳头 却好像一把没有锋刃的宝殿一样直射心神 娱乐看着悬浮在半空的张师兄 并没有打算收手 对着张师兄又是一击 这一次直接把张师兄给揍晕过去了 而此时晕倒在地的张师兄 脑海里想到之前练习九转弧膜剑时 里面记载的只有72剑 但长老却说他有73剑 当时长老说第73剑就是用手当剑 此时的张师兄已经清醒过来 站起身问娱乐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拳法 而娱乐不屑一顾的说 揍你还需要用什么拳法吗 瞎揍就行了 张师兄听后以为是娱乐故意不说 于是愤怒的说道 普通的拳头只是能破开我的法术 怎么会让我感到直击心神的压迫 你的拳头中包含了气 娱乐和泰树丽一惊 担心是一体两魂的事情被发现 那就糟了 结果没想到张师兄继续说道 你的拳头难道是锋利的剑吗 你之所以不出剑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练习如何用手当剑吗 泰树丽和娱乐一听 放心了 原来没被发现 泰树丽借着娱乐的身体说道 你胡说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拳头 再说揍你这么弱的 还不需要用剑 结果张师兄自己一直在那脑补 说道 无论如何 我都要谢谢你 终于让我明白了剑道的真谛 我误了 然后就开始凝聚力量 准备使出九转伏魔剑法的第73剑 娱乐一看到张师兄竟然不自量力还想攻击 于是说道 不长记性 这可是你自找的 张师兄这次果真以手为剑 向娱乐进攻 泰树丽也感受到了剑压 说道 厉害呀 这个小子的剑一已经有突破法径的趋势了 而就在这时广子鱼恰巧来到了剑石台 娱乐看着眼前的剑压越来越猛 正在想如何解决眼前的这个麻烦 突然剑压停止向前了 与此同时张师兄从剑石台跌落下去 在这危急时刻 一把飞剑稳稳接住了掉落的张师兄 原来是广子鱼救了张师兄 对他说 你强行收剑遭到了反噬 我先来给你疗伤 此时的娱乐想让泰树丽抓紧时间 回到自己的本体当中 要是被广子鱼发现 问剑门还有一个魔修存在 不能再继续留在问剑门了 但是泰树丽却不同意 石台里的宝贝我还没拿着呢 现在让我走 不可能 我一定要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宝贝 此时张师兄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起身说道 多谢长老为我疗伤 只是我没能得到宗师配剑的认可 没能成为剑子 有负长老的期望 而广子鱼一听 说道 你已经成为剑子了 那个宗师配剑已经受到魔器的侵蚀 必须得到认可这个规则 在500年前就已经不适用了 众人听到 堂堂名门正派宗师的配剑竟然会受到魔器的侵蚀 都很吃惊 太树立一听却是很得意 余乐 我没说错吧 那太好了 咱们去会会他吧 于是对着广子鱼说道 让我去试试吧 余乐能得到宗师配剑的认可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实在太悲催了 明明是一个普通人 结果被别人当成是万魔祖师 还要置他于死地 此时的柳月儿正在通过魔镜与自己的尊师汇报情况 尊师问道 月儿 有传言说万魔祖师要在三日后去见诗台挑战剑子试炼 这是可属实 柳月儿说道 这的确是真的 我刚听说的时候也是吓一跳 成为剑子就会被掌教官以正道之气吸水法骨 更可怕的是以后必须以斩杀魔道为目标 作为万魔祖师竟然以后要斩杀魔道童族 徒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柳月儿的师父说道 我让你给万魔祖师吞下的灭魔丹 最是害怕天进是从 的正道之气会被化解掉 那咱们就功亏一篑了 柳月儿心里一惊 问道 如果他真的成为剑子 那灭魔丹就奈何不了他了 师父说道 没那么简单 灭魔丹服下之后在暴毙之前不会出现任何一样 他三天之后才去挑战剑子试炼 在这三天里他有可能会随时暴毙 而此时的柳月儿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其实自己并没有哄骗于乐吞下面魔丹 师尊以为万魔祖师已经吞下丹药 如果自己实话实说 照师尊的脾气 那自己可能小命不保 魔镜里的师尊继续说道 难道这个万魔祖师是想改头换面 修正道上瘾 从此之后成为正道人士 或者是想借助宗门之力提升修为 无论怎么样 他接下来必定会进行斩杀魔道的任务 对我们魔道重修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看来必须另外想继撤除掉他了 柳月儿也想不出堂堂万魔祖师为什么这样做 纳闷地说道 难道只是一个幌子 会不会三天之后就逃走呢 就在这时左宇涵直接推门而入 说道 月儿你在吗 柳月儿吓了一跳 如果被左宇涵撞破自己是魔道中人就糟了 师傅立即切断两人的联系 镜子恢复正常 左宇涵进入房间继续说道 你知道吗 娱乐今天就要去剑十台试炼了 咱们一起去给他加油吧 柳月儿一听 大惊 难道娱乐真的想成为剑子 要走正道修炼 放弃魔道吗 而此时的娱乐 正要进行剑子挑战的试炼 太叔历借着娱乐的身体还大言不惭地对着广子鱼说道 那个古怪剑灵 好好揍一顿就会乖乖听话了 再说了宝物不就是谁打赢了就是谁的吗 而广子鱼内心却很是惊讶 本来让娱乐进行剑子挑战的试炼 是为了试探他的心智是否坚定 但是刚才的比试 刚刚进入法径几天的时间 竟然就与高产打得不相上下 怪不得长教如此看重他 确实很有能耐 不过心性有点过于浮躁 于是广子鱼对娱乐说道 你既然想去挑战剑灵 那就试试吧 其他群演一听 立马惊讶地说道 如果娱乐挑战成功 那不就是史上最年轻的剑子啊 太厉害了 娱乐一听 心里很是开心 就好像自己已经成功了一样 厚颜无耻地说道 算你们有眼光 说完就飞身进入配剑里的一方世界 站定后发现前方有一把被火焰团团包裹住的剑 娱乐体内的泰书丽说道 小意思 看我拿下它 结果碰一下被弹回到地面 别说拿 连靠近都没办法做到 娱乐的魂魄担忧地说道 前辈 你怎么样 还好吗 太树丽没想到一开始就被打脸 有点垂头丧气 说道 没想到竟然不让我过去 说完起身大骂 混蛋 又是一记猛攻 但是同样的被重重弹回摔向地面 娱乐的魂魄有点无奈 对太树丽说道 前辈 这想想也知道不是能应讨的吧 面对第一关 就是如此艰难 娱乐和太树丽能闯过去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有多奇葩 为了闯关成功 竟然把熊熊火焰吞到肚子里去 娱乐进入配件中后 在前方有五个试炼时台 在时台的终点就是宗式配件 面对第一关娱乐体内的太树丽想直接硬闯 但是屡战屡败 他来硬闯不是一个好办法 太树丽仔细观察眼前的五个试炼时台 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于是走向第一个时台 结果立马有无数火球袭来 只见娱乐张开大嘴 把这些火焰都悉数吞入身体内 此时娱乐的魂魄 大吃一惊 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 问道 前辈 你在干嘛呀 此时娱乐的身体感觉要被火焰撑爆了 说道 你不明白了吧 这个试炼时台一共有五个 一看就是以五星五方设计的 火属心脏主怒 想要过这一关 就要平心尽气 不可动怒 只要一关整洁 战胜烈焰 分分钟就能过关 娱乐的魂魄继续问道 那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这样了 太疏离一听 有点不好意思 我吸收了所有的火焰 这样就能战胜它了 不过我暂时只能用法力压制着 这些火焰必须在一炷香的时间内灭完 要不然在你体内爆发 你就完了 虽然娱乐一直想死掉重生 但现在没见到赵雪莉 可不想死得太早 于是气愤的大喊 前辈 你这是在亡火自焚吗 太疏离正想安慰娱乐 可是没想到下一秒 直接有一条金龙袭击而来 眼看着金龙已经到了娱乐面前 张大嘴巴就要把娱乐吞掉 此时的娱乐也张开嘴 呼的一下 把体内的火焰向着金龙喷射 而金龙被火焰击中 消退了下去 一口气对着太疏离的魂魄说道 我还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 太疏离得意的说道 放心 火刻金 火焰能压制住金龙 再说不管是什么 一把火烧了就是了 此时第二个石台上 只剩下一个小的金龙悬浮在空中 娱乐的魂魄对太疏离说道 前辈你一个魔道中人 怎么对问剑门剑子的试炼这么熟悉 太疏离一听 更加得意 我同没听过什么剑子试炼 但我是天才 没办法 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再说了 无论是正道还是魔道 不都是按照阴阳五行八卦 引气入体 提升修为吗 说完立马抓住这条金龙 而金龙立马变成了一把剑 同时说道 各门各派修行的道理一样 出题的道理自然也就那么回事 这有什么难的 说着 身体就跳向了第三个石台 一踏上去 眼前的景象立马来到了深山野林 娱乐的魂魄问道 前辈 这又是哪里啊 太疏离的魂魄解释道 这第三个石台 五行属木 是生机之地 应该是考人格 娱乐的魂魄一听 好奇地问道 难道这一关 只要表现得足够仁慈 就能通过了吗 太疏离的魂魄继续解释道 应该是这样 只要是不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就会通关 看来这关是用来休养生息的 但是按照娱乐了解的太疏离 估计他不会乖乖照做 说道 前辈 那你是不打算这么做吗 太疏离的魂魄立马得意地说道 当然 体内立马开始汇聚能量 然后用剑向四周扫射 眼前的树木山石 立马碰的一下破碎四散 同时在山崩石裂之间 出现一个眼冒红光牛头怪物 抬起脚就踩向娱乐 太疏离的魂魄一看 觉得小意思 拿起剑一挡 然后用剑一批 牛头怪物就被击中 往后倒去 正在太疏离得意之时 娱乐的魂魄说道 前辈 好像怪物越来越多了 结果抬头一看 越来越多的怪物往着聚集 太疏离和娱乐面对这么多的牛头怪物 怎样脱身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真是狂妄至极 本来安安静静待着就能闯关成功 结果非要显摆实力 拿着剑一顿乱挥 这下好了 出现一堆牛头怪物要把它吃掉 本来以为只有一个红眼的牛头怪物 太疏离还觉得小意思 借助娱乐的身体 把灵力灌注到剑上 用力一射 那个牛头怪物就领了盒饭 但面对一群牛头怪物 太疏离也有点心惊 娱乐的红破问道 前辈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怪物呢 还是太疏离有文化 对着还是小白的娱乐说道 这些怪物是从你受伤的地方 吸取法力和生机 只要你在战斗中受伤 那就会越来越多 绵绵不断 娱乐一听 傻眼了 那杀到下辈子也杀不完了 难道自己就要领盒饭 然后进行系统重生了 太疏离冷笑一声 说道 杀不完 那就吃吧 吃 谁不会啊 不宜会功夫 娱乐的肚子就撑得圆鼓鼓的 还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娱乐的魂魄有点无语 太疏离的恶趣味有点太惊世害俗了 这个也能下去嘴 不过那个张高禅竟然毫发无伤通过这一关 确实有两把刷子 太疏离休息了一下 接着说道 好了 咱们去下一关吧 距离那个宗师配件越来越近了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物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魔器 当娱乐踏上第五个十台时 面对的竟然是另一个自己 太疏离也被惊到 不由地说道 这一关可能要比我想象的难一点 娱乐也很吃惊 不相信地说道 前辈 那对面站着的是我吗 我没看错吧 太疏离向娱乐解释道 没错 这一关五行输水 而水应照万物 所以这关必须要突破自我 才能通关成功 娱乐看着太疏离背后背着的剑 说道 前辈金生水 那这把剑是没法在这关用的呀 太疏离边往前走 边说道 不光这把剑没法用 水克火 我擅长的法术也没法用 娱乐一听 内心一顿臭骂 问道 那前辈怎么还往前走 太疏离边攻击边对娱乐的魂魄说道 别害怕 我可是很强的 对付他 我只需要一拳 结果 在挥出拳头的刹那 另一个娱乐 用手轻轻一握 就抵挡住了太疏离的攻势 此时娱乐的魂魄对着太疏离 挖苦道 厉害呀前辈 不是说只需用一拳吗 此时太疏离大喊一声 然后开始体内蓄积力量 用法术幻化成了女魔头 娱乐大惊 他被泄露 赶紧提醒太疏离 前辈 不能用法术 万一暴露了就麻烦了 太疏离说道 没事 现在在另一个空间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然后就开始蓄积力量 向另一个娱乐发动攻击 太疏离此时已经是用尽全身灵力 本来以为能够结果了那个镜像人 结果那个镜像人也学着太疏离使用法术 幻化成一个超级酷炫的人形强者 娱乐的魂魄此时看着这个幻象 自己都有点心动 说道 我难道一直是这么帅的吗 太疏离忍不住泼冷水道 你帅个屁 你就是一个菜鸡 那是因为你体内的两股力量 加持到镜像身上的外化效果 那个镜像人开始发动猛攻 直接蓄积力量向太疏离攻去 没想到这一击 太疏离直接飞出去 连接招的余地都没有 太疏离这几百年来哪受过这种屈辱 大声骂道 混蛋 结果此时的镜像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太疏离看着越来越近的镜像人 大喊一声 不自量力 然后开始快速发动灵力 准备开始进行反击 这一次太疏离能够成功击败镜像人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太悲催了 剑子试炼竟然自己挑战自己 关键是那个镜像的自己还会跟着学 太疏离在娱乐的体内凝聚灵力 使用法术 幻化成一个女魔头 可是那个镜像人竟然也跟着学 使用灵力同样幻化成一个超级酷炸的人形强者 没想到这个镜像人竟然实力比太疏离还厉害 像太疏离一个猛攻就把他踢飞 结果还要来下一轮攻击 镜像人手持剑 浑身散发强大的力量 直直地坦向太疏离 此时的太疏离体内蓄积灵力 打算使出全身灵力 把镜像人击败 两股力量碰撞的刹那 在水面激起千层浪 而此时的太疏离直接被打回原形 之前灵力幻化的女魔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娱乐的魂魄对着太疏离说 前辈 你竟然被打回原形了 难道你打不过他 太疏离这个暴脾气怎么会承认自己输了 于是说道 怎么可能打不过 只是我输送到你身体的灵力有限 所以发挥不出我的实力 再说那个镜像人体内有两股灵力加持 自然是厉害 刚说到这 太疏离突然灵光一闪 说道 那两股灵力我也可以用啊 然后就开始内查 找一下体内的那两股灵力在什么位置 娱乐很纳闷 问道 前辈你到底在找什么呀 太疏离没好气地说 你体内还能有什么灵力 就是灵王宫和念珠的灵力啊 说着的时候 太疏离已经找到这两股灵力的所在 于是开始在体内慢慢吸收转化 然后把所有的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说道 一笔之道还笔之身 滚回水里待着吧 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竟然敢打刀砍我 你这个不应不扬的镜子人 结果真的一击把镜像人打倒 然后继续猛攻 把他打到水里 那个镜像人毫无招架之力 直接扑通一下沉到水底 娱乐的魂魄惊出一阵冷汗 没想到太疏离这么厉害 也没想到灵王宫和念珠的灵力是如此强大的 太疏离把镜像人击到水底之后 不无得意 看起来整个人都高大威猛了很多 而且手里还拿着一块蓝色的金石 娱乐的魂魄好奇地问道 前辈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太疏离和娱乐解释道 那个镜像人只是暂时被我击退了 估计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而这块金石就是水属的核心 如果想要通过这关 必须把这块金石灭掉才行 娱乐想到刚才的镜像人都如此厉害 太疏离结合了灵王宫和念珠的灵力 才把它击退 那这个水属的核心岂不是更厉害 于是问道 前辈 那这个金石怎么样才能毁掉啊 太疏离冷笑一下 说道 吃掉 吃吗 谁不会啊 接着一口把金石放进嘴里 吞了下去 虽然已经见识过太疏离的口味是很奇葩 可是娱乐的魂魄还是有点受不了 说道 前辈 你怎么又吃了 我的身体能消化的了吗 太疏离安慰娱乐道 哎呀 小意思了 你放心吧 还能给你增加灵力呢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还有啊 你身上的这两股力量确实还挺好用 虽然加起来才能勉强打个倒进中期 不过也暂时够用了 娱乐的魂魄一听 没想到这两股力量有这么强 但是娱乐有一点点不开心 虽然这个剑子试炼通关的可能性更大了 见到雪莉的机会更有可能了 但是自己更难死了呀 自己进行系统重生的日子难道又要无限延长了 此时 太疏离说道 我们来到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面对的又是什么厉害的强者呢 太疏离和娱乐这次能顺利通过最后一关吗 我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有点太惨了 为了见自己心爱的女人 不得不参加剑子试炼 好不容易来到最后一关 眼看着胜利在望 结果一下就被打回解放前 此时太疏离和娱乐已经通过了前五关 来到了最后一关 太疏离经过前几次的教训 知道不能轻举妄动 于是这次老实了一点 先仔细观察了这一关的机关设置 发现与五行并没有什么关联了 于是对着娱乐的魂魄说道 怪不得那个张高禅反复进行剑子试炼12次 前面五关都是按照五行设计的试炼 可这一关竟然与五行无关 对张高禅这个巧破症来说 是有点难受啊 此时这一关还并未出现什么守护者 只有现在头顶的一把宗师配件 之前广子余说过 这把配件也是有名字的 叫做虚元 自从祖师作画之后 这把虚元剑已经历经数千年 竟然诞生了灵志 想要得到虚元剑的认可 本来就不是一件意识 史上也没几个人收服虚元剑 最近有人得到他的认可 还是五百年前的剑子沈宁竹 不过这个沈宁竹在收服虚元剑之后 为了追求剑修极致 竟然入了魔 而这把虚元剑因为受到沈宁竹魔化的影响 也已经被魔器侵蚀 变得不太稳定 而且力量也更加强大 在沈宁竹离开问剑门之后 这把虚元剑被留在了这里 而他也不再认可其他人 娱乐的魂魄想到这 对着泰书丽说道 前辈 要不咱们和那把虚元剑好好聊聊 王子鱼说这把剑已经变得古怪 强大 前面那几关都不太好对付 更何况是这把剑呢 咱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泰书丽难掩狂妄自大的本色 看着沈宁竹说道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在古怪的脾气 狠狠揍一顿就乖乖听话了 你就等着瞧好吧 以后张高柴那小子也不用纠结了 今天我就把这把沈宁给吃掉 此时娱乐的魂魄很是无语 看着又要硬闯的泰书丽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此时的泰书丽借着娱乐的身体 飞升去拿虚元剑 就在快要接近虚元剑的时候 虚元剑突然发出蓝色的光芒 此时的泰书丽也有点懵 不知道该是否继续攻击 可想撤退也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光球立马向娱乐的身体席卷 娱乐的魂魄看着眼前的荧幕 大喊 前辈 快躲开 可也已经来不及了 光球的攻击太过迅猛 竟然发现自己回到了山洞中 泰书丽很是吃惊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竟然把自己的魂魄打出娱乐的体内 这个力量竟然能攻击魂魄 现在的泰书丽躺在地上 大口喘粗气 本来泰书丽对自己的实力是相当有信心 可是没想到这个配件轻轻一击 自己就已经毫无招架之力 泰书丽突然想到 难道是娱乐死了 所以自己才会回到自己的身体 泰书丽不由得有一点担心 虽然自己是想借用娱乐的身体 与他进行生魂交换 自己能摆脱这个牢笼 但毕竟娱乐这个小子还是不错的 自己并不想让他死掉 更可恶的是 如果娱乐死了 那还得等上几百年 才能再遇到一个这么合适的身体呢 而此时的娱乐其实并没有领盒饭 只是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娱乐看着自己能操控自己的身体了 不由得吃惊 刚才那一击 竟然把泰书丽打回去了 但是随之就有深深的担忧 前面几关能顺利通过 就是因为有泰书丽在 最后一关这么艰险 还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不是分分钟就能领盒饭吗 娱乐在最后一关能顺利通过吗 还是能如愿领盒饭进行系统重生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实在太幸运了 危急时刻总有没你挺身而出 刚刚被一道力量波击中 把娱乐体内太疏力地魂魄击退 现在只剩下娱乐自己一个人进行试炼 娱乐内心无比慌乱 与此同时 在娱乐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蓝光与剑融为一体的女人 没错 他就是这次试炼娱乐的剑铃 此时 剑铃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娱乐 眼中充满了敌意 突然右手一挥发出一道蓝色的光束 光束瞬间变成万道光剑刺向娱乐 娱乐来不及反应 光剑轰的一下将娱乐击向地面 激起一阵烟雾 故意会烟雾渐渐散去 只见在地上打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可见攻击是有多么猛烈 娱乐此时已经无法站起半跪在地上 留下一滩鲜血 画面一转 娱乐一手扶着剑 一手擦掉嘴角残余的鲜血 看着半空中的剑铃 一脸的不服气 还没等娱乐站起来 又是一波连续的光剑攻击 比刚才更加猛烈 此时的娱乐也不甘示弱 接着拔剑向着光剑劈去 瞬间劈成两半 但是攻击产生的剑压让娱乐倍感疼痛 像无数根银针轮流戳在身上 娱乐心想再这样下去就要葬身于此了 于是 娱乐开始将剑放在胸前开始运气 冷静思考片刻后突然想起太树立的说的话 就是将灵气流转 镜头四肢板还来强化肉身 不一会娱乐已经成功打通身体的灵气 并将它包裹全身 形成一个金色的保护罩 等待时机 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只见娱乐瞅准时机 迅速挥舞手中的剑 瞬间形成一道金光剑向对面劈去 此时产生的攻击已经将剑铃机退数十米 只见剑铃一脸凝重的攥紧拳头 接着变换成蓝色的老鹰向着娱乐飞去 此时的娱乐已经耗费了太多力气 已经没有体力抵挡攻击 只能不甘地被迫后退躲地攻击 正在鹰爪就要抓住后退的娱乐 无处可逃的时候 娱乐胸前的玉佩突然发出一道道绿光 娱乐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玉佩 一脸诧异 只见胸前的绿光变成一个光球向老鹰攻击而去 老鹰瞬间被击克树木 娱乐看着眼前感觉十分诧异 到底是谁救了她 当看清眼前的女子一脸诧异 雪 雪莉 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绿光的女人是雪莉 正是娱乐心爱之人 这块玉佩也是雪莉重伤之前送给她的 希望她不在的时候可以替她好好保护娱乐 只见雪莉回过头温柔地看着娱乐露出了微笑 娱乐也瞬间理解了雪莉说的话 还没来得及叙旧 被击退的老鹰再次挥动翅膀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雪莉立刻拔起手中的剑抵挡着老鹰的攻击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只见雪莉被一连串的攻击击中 差点消散 想借助灵王宫的力量 将两股灵力附着在自己身上 经过一番引导 娱乐成功将两股灵力引导自己身上 接着一桶雪莉的力量 以自己的灵力合二为一向的老鹰斩去 老鹰瞬间被斩成了两半 挡下去 此时雪莉也完成了使命 只留下了一脸凝重的娱乐 娱乐看着再次变成玉佩的雪莉 满眼的不顺 只见她收起玉佩 紧紧地把她攥在手心 发誓一定活着出去见雪莉 正在娱乐沉浸在对雪莉思念的时候 演出传来剑林的声音 大喊着犯规 试炼禁止两人一起参加 禁止秀恩爱 没想到辛辛苦苦打赢了剑林 竟然背叛犯规 所以娱乐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试炼去见雪莉呢 我们下期拭目以待 这个男主太惨了 好不容易把剑林击败 以为可以成功通关 却被告知犯规 成绩无效 娱乐看着面前这个大喊大叫的剑林 原本以为最后一关只有配剑 可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美女在这 这个剑林突然一下来到娱乐的面前 把娱乐差点吓尿 然后这个剑林就开始进行自我介绍 哼 竟然不知道本尊是谁 我可是你祖师爷爷配剑的剑林 然后剑林又回到他原来的位置 舒舒服服的悬浮在空中 打了个哈欠说道 你怎么还待在这 你赶紧滚蛋吧 你已经犯规了 我是不会认可你的 然后突然想到之前打斗出现的雪莉 嘲笑道 我自从被当做试炼最后一关 这几百年来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带着女人来参加试炼的 你可真有出息 娱乐听到后 并不在意这个挖苦 自己本来就没什么实力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但猛然想到剑林说在这几百年 于是吃惊地问道 难道你就是问剑门这几百年来 没有任何人能得到祖师配剑认可的原因 剑林一听娱乐的质问 立马不高兴了 哼 我才没有故意不认可他们 是因为他们太弱不配得到我的认可 再说了 我只认明竹姐姐 娱乐一听 想到广子于之前讲过沈明竹 于是口无遮拦地说道 沈明竹 难道是广长老说的那个剑魔 剑林一听 有人竟然敢诋毁明竹姐姐 于是大发雷霆 你才是剑魔 你这个作弊的红蛋 你全家都剑魔 然后对着娱乐就是疯狂的攻击 娱乐只能拼命躲闪 还没领了盒饭 此时的剑林接着得意地说 我可是刚正不恶的典范 我是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人的 然后慢慢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手托着塞 一脸幸福地说道 不过 不得不说 明竹姐姐实在是太美了 而且实力是那么厉害 简直太完美了 我确实不针对任何人 但是没有人能超过明竹姐姐 其他人都是垃圾 娱乐心里拼着很是无语 这个剑林不就是沈明竹的脑残粉吗 想要得到剑林的认可估计不容易 娱乐想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于是问道 那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明竹前辈吗 下一秒 剑林突然来到娱乐的面前 说道 你问我这个 那可有得聊了 把娱乐吓得差点领了盒饭 剑林开始回忆 顽脸幸福地说道 明竹姐姐可是500年前最出色的人 她在同辈中是实力最强 道心最坚毅的人 也是最漂亮的人 剑林花吃了一阵 接着对娱乐说 是明竹姐姐给了我真正的自由 其实我最初只是虚言剑中剑气的化身 没有自己真正的意识 只是知道自己的使命 就是斩杀任何带有魔器的生命 那些来挑战的剑子 只是把我当成一个难关 想方设法抵抗我的力量 此时的娱乐看着眼前的剑林 竟然还有心思看那些不该看的地方 没想到剑林竟然是裸的 剑林此时沉浸在回忆中 并没有发现娱乐的异样 继续说道 只有明竹姐姐与那些混蛋不一样 她看到了我的本质 为了让我得到自由 她竟然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 炼化到序言剑林 我这才有了真正的意识 从那以后 我们就一起战斗 一起在夕阳下散步 谈心 甚至融为一体 我是她最好的伙伴 但是没想到有一天 宁竹姐姐竟然为了验证剑林的极限 入魔了 我本打算和宁竹姐姐一起入魔 可是她却把我留下了 娱乐一听 原来剑林与沈宁竹是同志的关系 怪不得没有人能得到剑林的认可 那娱乐能顺利得到剑林的认可吗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运气实在太好了 几百年来从没有人得到过剑林的认可 没想到男主几句话就收服了剑林 娱乐为了知己知彼 在不停地询问剑林有关沈宁竹的事情 听着剑林对沈宁竹花痴一样的描述 原来剑林相当于被沈宁竹使乱中气了 娱乐若有所思地对剑林说道 哦 原来如此 因为你对沈宁竹的思念 所以才让你变得一半魔气 一半正气吗 剑林一听娱乐竟然说自己有魔气 大怒道 你胡说什么呢 我身上才没有魔气 我可是斩妖除魔的 怎么会有魔气 是你们太烦人 每隔几十年就要有几个菜鸡来打扰我 就像狗皮刀药 怎么甩都甩不掉 娱乐一听 说道 那你也没说不让打扰啊 剑林一听 沉着脸说道 难道非要我杀几的才让我清静吗 娱乐一听 赶紧保住小命要紧 急切地说道 当然不是这样啊 你看看你在我之前 是不是都没和别人好好聊过天 你都没和别人说过不能打扰你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的想法 剑林刚想说是你们不配的时候 转念一想娱乐说的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于是说道 好像是哦 但是刚才我完全醒过来 是因为感觉到了一缕超级强大的魔气 引发了本能 我才完全醒过来 说完直接飞升来到娱乐的面前 说道 你该不会就是那个魔修吧 娱乐赶紧否认 不是不是 我绝对不是魔修 剑林接着问 那你刚才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 娱乐立即否认 没有没有 我才刚进来 你有可能说的是之前的人吧 我进来之后没见到其他人 剑林低头沉思娱乐说的话 转念一想说道 你一个带着女人来闯关的人 也不会是一个强大的魔修 估计有任何魔修靠近我 也应该被我杀掉了吧 娱乐一听 心里已经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这个剑林是感受到了 太疏力强大的魔气 才清醒过来 难怪沈明竹执意把他留在问剑门 这个剑林对魔气确实太过敏感 接着娱乐想到了自己的任务 看着如此强大的剑林 要是硬打肯定是打不过了 自己还没见到赵雪莉 可不想就此领合饭 那怎么样才能得到认可过关呢 娱乐试探性地问道 既然不想别人来打扰你 不想继续当剑子试炼的道具困在这里 那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呢 剑林一听 一愣 说道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娱乐一看 有戏 立马说道 你说你之前曾经跟着沈明竹一起离开过 那也就是得到你的认可之后 剑子就可以带你出去了 对吧 剑林一听 觉得没什么吸引力 说道 我就是跟你出去了 你死了之后我还是一样回到这里 没什么意思 娱乐一听 立马心生一计 说道 我可以带你去找沈明竹 你不是想念他吗 那我可以帮你去找他 剑林一听 内心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是转念一想 觉得娱乐有可能在骗自己 说道 你是想骗我认可你 你做梦 接着朝娱乐攻击 娱乐四周瞬间拱起一座兵墙 娱乐赶紧解释 说道 等一下 听我说完 我并不是真的想成为剑子 我只是需要得到你的认可 才能去见我心爱之人 刚刚那个女孩受了很重的伤 需要我的帮助 你帮了我就是帮了她 而且她是问剑门的执剑长老 肯定知道沈明竹的下落 剑林一听 娱乐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娱乐继续劝说 你就是在这里待一万年 也等不到沈明竹 不如出去碰碰运气 剑林一听 说道 那好吧 暂且信你一次 娱乐既然已经得到剑林的认可 那能顺利见到赵雪林吗 我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太奇葩 别人都想得到最顶级的功法秘籍 可男主却对他们不屑一顾 此时的剑石台围观群演 都在密切关注着宗室配剑 突然听到翁的一声 续元剑竟然飞了起来 围观群演都很惊讶 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情 在电视火光中间 竟然还有人形的身影 没想到竟然是娱乐 此时娱乐得意地说道 我拿到续元剑了 然后对着广子虞说道 长老 可以让我去见赵长老了吗 广子虞没想到娱乐这小子 这么有能耐 不由自主地说道 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还得到了续元剑的认可 好 我现在带你去见长教 此时的张高禅 却是一脸愤恨 自己已经进行 剑子试炼十二次了 从来没有得到配剑的认可 但是那个刚入法径的娱乐 竟然不仅一次性就通关成功 还得到了宗室配剑的认可 张高禅的脸色越发难看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 一定要战胜娱乐 然后得到续元剑的认可 王子虞带着胜利归来的娱乐 去见长教 长教有点兴奋地说 我果然没看错你 竟然能将续元剑带出来 虞乐对长教说了 续元剑想要见沈宁竹的事情 也说出他能带续元剑出来 就是因为答应帮他找到沈宁竹 长教听后 有点自责 说道 原来这些年续元剑一直有异动 竟是因为这个原因 都怪我对当年沈宁竹的事情 太过讳莫如深 如果早早让续元剑了解事情的原委 就不会让他受到魔器的侵蚀了 虞乐接着问 那沈宁竹堕入魔道之后去哪了 他现在还活着吗 长教叹了一口气 说道 这几百年来我也是多方打探 但是并未有他任何消息 他太过谨慎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你下山后 也可以去打听一下 看看能否有他的下落 虞乐挺后 直接说道 弟子会尽力的 然后长教对着广子鱼说 子鱼 你带着虞乐先去选择见绝 再安排他下山去见雪莉 广子鱼回道 是 就带着虞乐走了 与此同时 柳月儿这边正在向他的师父 汇报虞乐的最新情况 魔镜中的尊师很是气愤 说道 为什么他还没有死 柳月儿颤颤巍巍的说道 为师父 托儿本来有机会让他吃掉灭魔丹的 但是问剑门直见长老赵雪莉出事了 这件事情就被打断了 而且那个娱乐为了见他一面 已经夺得剑子之位 托儿恐怕没有机会再对他下手了 此时魔镜中愤怒至极的尊师 立马在手上凝聚灵力 嘴上说着 无能 废物 柳月儿被击中 难受至极 大喊 师父 饶命 柳月儿暂时还有一些用处 师父适时收手了 说道 那把虚原剑是极其刚正不阿的 不可能被一个魔修收服 难道这个万魔祖师已经修炼正道功法进入道境了 难道他现在已经成为正道之人了 或者他真的已经做到正魔双修 此时的柳月儿全身虚软 趴在地上 恢复了一会儿说道 师父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魔镜中的尊师说道 你说他要下山去要往谷垫照雪莉 那就召集魔道中人在他去要往谷的路上截杀他 你继续待在这里 打探他的最新情况 而此时的虞乐已经与广子鱼到达藏金阁 开始选合适的功法秘籍 但是一个时辰过去了 广子鱼选的功法秘籍 虞乐没有一本满意 广子鱼压着怒火问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虞乐尴尬的说 我只是觉得这些剑决都太过稳健了 有点不适合我 广子鱼一听 诧异的说道 难道稳健不好吗 虞乐一脸黑线 继续胡周 剑法不应该这么稳健吧 广子鱼一听 说道 看来这里的功法确实不太适合你 你跟我来 广子鱼到底要给虞乐什么样的功法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太有勇气了 这套稍有不慎就会散功身亡的电心诀 无人敢练 男主竟然要试试 此时的虞乐和广子鱼坐在飞剑上 虞乐问广子鱼 长老 这是哪里啊 广子鱼解释道 这里是问剑门风铃 每一座山峰上都住着一位天境修士 是咱们问剑门太上长老的引修之所 虞乐一听 那么多山峰都有天境修士 心里不得不佩服问剑门果然是人多气粗啊 广子鱼继续说道 在这里静修的太上长老们一般不会过问宗派所事 只有在遇到大事的时候才会出手相助 但是长老们手中都掌管着一些宗门宝物 两人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广子鱼帅气的从飞剑上飞升而下 而虞乐竟然来了一个蛤蟆跳 两人实力在此一览无余 此时的虞乐并不在意这些小细节 问道 那长老要给我的功法也是在这里吗 广子鱼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 来者何人 虞乐心里一惊 这个声音一听就知道此人的法力深厚 只听广子鱼同样对着声音传来的地方 用法力传音 说道 不用紧张 是自己人 接着对虞乐说 这边来 跟我走 虞乐边走边想 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手机没电脑 太上长老果然不是一般人 也不嫌无聊 此时只听广子鱼说道 到了 飞门而入打招呼 说道 原凤师妹 好久不见了 虞乐看着眼前的这只猫 没想到竟然是太上长老 而且刚才隔空传音就展现了不一般的实力 此时的太上长老 打断广子鱼说道 客套闲聊到此为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弟子竟然值得我见 虞乐一听 赶忙说道 弟子鱼乐 待见太少长老 原凤仔细观察了一下虞乐 说道 不愧是你带来的人 刚入门几天就已经是法径修为了 天资其家 是我们的姓氏啊 此时的广子鱼直接说明来意 我带他来是想哪样东西 他已经得到祖师配件的认可了 我想拿你手中的剑星爵让他练 原凤一听 心里很是惊讶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得到祖师配件的认可 但一听广子鱼要剑星爵 立马用手一挥 力量拨向广子鱼和娱乐攻去 广子鱼一看 急忙挡在娱乐前面 同时把娱乐往旁边一推 娱乐重重地摔在地上 此时的原凤继续攻击同时说道 广子鱼 难道你忘了沈明竹吗 广子鱼也大声说道 我没忘 娱乐现在是凡人之躯 竟然就有天静道心 与沈明竹合起 相似 这套剑星爵最是适合不过了 我作为门派的指导老师 自然希望弟子都能练习适合他们的功法 再说 他不是沈明竹 我也不会让他变成沈明竹 娱乐一听 内心很感动 没想到广子鱼这么信任自己 于是对着原凤长老说道 长老 您放心 弟子绝对不会让宗门失望的 弟子要选剑星爵 此时的娱乐心里在想 自己都没打算练 怎么可能会变成沈明竹呢 严凤长老一听 心里知道多说无意 直接扔给广子鱼 说道 滚 以后出什么事都别来找我 娱乐看着手里的剑星爵问道 连长老为什么这么警惕这套剑爵呢 难道这功法很厉害 广子鱼想了想说道 不好说 因为迄今为止 除了创始人还没有第二个人练成 这套剑星爵不仅难还很危险 稍有不慎 轻则散工重则身亡 王子鱼继续提醒娱乐说道 这套剑星爵在法经要求极为严苛 安稳修行是练不成的 这套剑星爵自始至终于稳健都不沾边 必须在鲜血淋漓的战斗中 才能迅速增长修为 正好你要下山 肯定坦可不断 算是为你创造了条件 娱乐下山会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太作了 喝酒了还要嘚瑟 非要过悬崖上的独木桥 结果竟然摔了下去 此时的娱乐正在与同门师兄弟一起打酒言欢 娱乐看着眼前红着脸喝酒划拳的同学们 心里很是吃惊 平时看着正正经经的一群人 竟然还有如此的一面 此时方青叔一把门过娱乐 说道 于兄 你已经成为整个门派数百年来最年轻的剑子了 明天就要开始下山历练了 今天给你办这个欢送会 你坐那么远干嘛 过来喝点吗 另外的师兄弟附和道 对啊 快点来 万一等会长老过来骂人 我们也好友说辞啊 还得把你推出去呢 此时的柳月儿正被左雨晗推来 说着 你快点好好和娱乐说说话 他明天就要走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此时的柳月儿躲着娱乐还来不及呢 他忍无可忍 照着左雨晗就是一顿臭揍 然后就跑掉了 方青叔看到左雨晗挨揍了 赶忙过来问道 怎么样 你还好吧 此时的娱乐心里正在盘算自己下一步的计划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赵雪莉 看看能不能帮他 如果确定他没事 那我就可以安心赴死 然后重生胎挂了 这个剑心爵士坚决不能练 现在已经是法径了 要是练了岂不是更难死了 对了 还有太书立 现在没空管他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帮他到时候再说吧 此时的方青叔明显喝多了 大声说道 在几个月前刚入宗门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有潜力的 但是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现在余兄已经成为剑子了 这时候左雨晗插了 那你就认输了 我可不会认输 我一定会超过娱乐的 此时娱乐安慰他们说 其实提升太快也不好 你们不要有执念啊 按你们的节奏来就行 以后肯定比我厉害得多 左雨晗点点头说道 这我能不懂吗 境界提升太快容易跟机不稳 会后患无穷的 然后又对着方青叔说道 不过 我妈 还知道一个又快又稳妥的办法 那就是双修 娱乐扑的一声 把嘴里的酒都喷了出来 这个左雨晗是真牛 也把方青叔吓了一跳 有点尴尬的说 那个 于兄这一走 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你走之前 一定要请你帮我完成我的心愿 娱乐说 这我咋帮 你有什么心愿 还需要我帮你实现啊 一转眼 于乐跟着方青叔和左雨晗 来到了走独木桥的地方 方青叔开始边热身 边说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也一直在训练 于兄现在已经踏上剑子之路了 我们想向你证明 我们也会努力追上你的 于乐故意说道 难道你们要努力双修 方青叔一听 险些从独木桥上摔下去 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当然不是 说着就开始加快速度 几乎是非一样的通过了独木桥 下一个是左雨晗 其实已经有点喝醉了 但他仍然轻轻松松过去了 看样子最近是没少练 过去之后 这俩货就在那怂恿于乐也过去 说道 到你了 别怂啊 你要是掉下去了 我们可不会去救你哦 于乐一听 说道 笑话 我什么时候怂过 然后飞身去过独木桥 俗话说 不多就不会死 就在于乐刚到独木桥的中间位置 一股力量紧紧地控制住于乐 然后把他向崖底拖去 方清书和左雨晗两人傻眼了 心想自己的嘴是乌鸦嘴吗 没想到于乐真掉下去了 此时的于乐站在崖底 看着眼前的太书丽 正在想如何解释 太书丽乐狠狠地说 你小子竟然还活着呀 那为什么不来找我 此时的于乐心里有点心惊 不知道太书丽会对他用什么招数 于乐还能顺利下山去见赵雪林吗 我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太惨了 就在下山去见自己心爱女人的前一天 竟然失身了 此时的于乐看着眼前的太书丽 心里知道自己玩完了 脑袋里非速运转响的对策 太书丽生气地质问于乐 你小子还活着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 难道你想跑 于乐当然不承认 说道 没有 我怎么会想逃跑呢 我就是有点事给耽搁了 这不是一忙完就来到悬崖边 想来拜见你吗 太书丽一听 黑了一声 说道 小子 还想骗我 我可是天静 能感知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于乐心想 完了完了 不知道该编什么逃过一劫了 此时的太书丽拿出收纳单 对于乐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收纳单 你现在也已经稳定了法径 时候到了 我今晚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于乐一听 虽然不知道那个收纳单到底什么东西 但是一听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太书丽看着气惨的于乐 说道 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此时的于乐心里有一万匹马奔腾而过 自己太悲催了 想死的时候怎么也死不了 现在不想死了 反而时时刻刻都有人想要自己的性命 太书丽继续说道 你放心 我会很温柔地进入你的身体里去的 保证让你感受不到痛苦 太书丽说着就捏开于乐的嘴 把收纳单放到他的嘴里 于乐此时还未见到赵雪莉 还不能安心赴死 于是大喊 不要啊 体内蓄积能量往外喷射 收纳单也被见出好远 同时于乐随身携带的面膜单也掉落出来 太书丽看着这么不配合的于乐 气愤地说道 你这个敬酒不知吃法酒的家伙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功夫才熬制出来的吗 太书丽过去一看 地上竟然有两枚单药 奇怪地说 哪里来的两枚收纳单 于乐一看 立马说道 有一个是柳月儿给我的 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 前辈 说不定吃了他有可能会毁了我的肉身 到时候你就亏了 但是太书丽才不管这些呢 捏开于乐的嘴 立马把这两枚单药都塞进去 于乐想吐也吐不出来 太书丽运气直接让丹药进入于乐的体内 此时的于乐在灵魂空间 看着超大的太书丽的魂魄 有点懵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太书丽说道 接下来我就要和你进行神魂互换了 你的身体以后就彻底属于我了 于乐一听 立马想到 一旦动我的魂魄 就会引发系统进行保魂杀敌 于乐想着太书丽的暴脾气 故意说道 不就是换魂吗 你有本事捏死我呀 太书丽一听 果然中计 伸手就去抓于乐的魂魄 于乐继续说道 你难道是天津的垃圾吗 捏死我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吗 你难道没吃饭吗 此时的太书丽一听 心里有点诧异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诡计 到底有什么阴谋 于乐说道 我的确有阴谋 就是你要是感动我的灵魂 你就会灰飞烟 你有种就来试试 太书丽一听 说道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听人劝吃饱饭 我暂时先把你封印起来 这样我就不会遭殃了 于乐有点纳闷 为什么太书丽这次竟然听人劝了 自己想抽自己大嘴巴 没办法 于乐只能召唤出系统 问道 系统 我都被封印起来了 这样还不算灵魂伤害吗 而系统满脸黑线 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然后系统接着就走了 于乐大喊 你不要走啊 你走了我怎么办 此时的太书丽 已经完全控制了于乐的身体 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心身体 高兴地大喊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牢笼了 好吃的好玩的我来了 于乐的魂魄会一直被封印吗 太书丽借着于乐的身体 又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个男主运气实在太好了 身体刚刚被侵占 结果下一秒 自己就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此时在悬崖边的方清书和左宇涵 对刚才的事情有点懵 不知道是什么厉害的法术 把于乐拖进崖底 但一定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强者 所以两个人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刷的一下 太书丽借助于乐的身体 从崖底腾空而起 嘴里大喊 我终于自由了 六百年了 我真的逃出来了 然后看着猛逼的俩人 说道 你们不懂吧 自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方清书诧异的说道 你不是娱乐 你到底是谁 此时太书丽借着娱乐的身体说道 我就是一个路过的魔修而已 既然被你们撞到 那是你们运气太差 只好让你们消失了 说着就像两人攻击 左宇涵来不及躲避 立马被力量拨团团围住 方清书也好不到哪去 说道 难道他要把我们吸过去 太书丽想把两个人的灵力都吸收到自己体内 虽然这两个都属于菜鸟 但是没人会嫌弃自己的灵力多 太书丽准备发起猛攻 一举拿下这两个菜鸟 此时左宇涵还在那质问 你到底对娱乐做了什么 太书丽刚想说 你们就和他一样消失吧 话还没说完 太书丽突然感觉身体不对 竟然有面膜丹在吞噬自己的魂魄 此时的娱乐也是一脸懵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太书丽难受的说 娱乐 你这个混蛋 你为什么会有面膜丹 此时的太书丽无法抵抗面膜丹的吞噬 只能想办法抓紧逃到面膜丹无法侵害的地方 就在这时 面膜丹竟然威力变强了 太书丽的魂魄根本无法挣脱 太书丽大惊 骂道 该死 中计了 这个面膜丹竟然能压住天晋石虫的灵力 接着对娱乐大喊大叫 娱乐 你这个混蛋 你是故意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是赤阳魔君的传承地 你早就知道我被困在这里 你也早就料到我会拿你做牺牲品 进行身魂替换对不对 所以你就将计就计 骗我上钩 然后把我杀死 想把传承里所有的宝贝都拿走 是不是 此时的娱乐很是无语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怎么反而成了坏蛋 太书丽还在那大喊 混蛋娱乐 你给我滚出来 娱乐无语的说道 不是我不想出来 是我出不来 我可是被你塞到这里 对呀 此时的太书丽已经快要磨争了 大喊 娱乐 你身为问剑门的记名弟子 竟然还有魔道丹药 你就是对我隐藏了身份 你快点给老娘滚出来 娱乐一脸无辜的说道 前辈 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记名弟子啊 然后娱乐心生一记说道 现在你只能是把收内丹毁掉 将我放出来 我才能助你一臂之力 太疏力可不傻 直接拒绝 不行 你别做梦了 娱乐接着一记猛药 你别成口舌之快了 现在你都已经被吞噬到 只有法径的程度了 灭魔丹还没消耗完呢 难道你真的想魂飞魄散吗 你是挣脱不了的 太疏力一听 知道娱乐说的是事实 但是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娱乐的身体 怎能轻易放弃 再说要是想再次夺取娱乐的身体 娱乐有了防备 就更不容易了 看着犹豫不决的太疏力 娱乐又说 前辈 来不及了 快点了 太疏力越想越气愤 大骂 混蛋 然后不得不解除娱乐的封印 问娱乐 你想要怎么做 只见娱乐一脸帅气的喊了一声 系统 该出来干活了 能压制住面魔丹的侵蚀吗 我们下期继续